你们找到我爸爸了吗 她是豪门苏家盼了几十年 才盼来的小闺女 本该过着千娇百宠的日子 可是她竟一出生就丢了 苏家历尽千辛万苦 才终于找到了她 然后有关她的传说就这样诞生了 听说苏家找回来的女儿有些不一样 她超能吃的 听说她还喜欢用各式扶植解决事情 听说她力气超大的 听说她还能掐会算的 还听说苏家很宠她 可她心里除了范范 就是好看的顾芳池 害得可怜的顾芳池都因她的偏欲 受到其他苏家人的遗掷排挤和警告 苏季周颓废地坐在沙发上 周围散落一地的资料 都是这几年累积起来和丢失女儿相关的 可惜资料一大堆 人还是没找到 她用手轻轻摸索着王七的照片 向爱妻诉说着歉意 空旷安静的屋子里 突然传来了手机的铃声 她拿起手机接通电话 就听到对面的人说道 请问您是苏季周先生吗 我是C市龙潭镇派出所的名讲 听着小女孩咕噜咕噜喝着泡面汤的声音 眼睛看着落在一起 被她已经吃掉的几个空泡面盒子 心想这孩子的胃口比自己还要大 小女孩喝完一口面汤 满足地打了一个宝格 她转头问一旁的警察 你们找到我爸爸了吗 警察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轻声安慰道 妈妈待会就来接婉婉回家了 婉婉再乖乖地等一会儿 好吗 听到警察哥哥说 等一下妈妈会来接她回家 她指了指自己有缺陷的月表 肯定地说道 可是 警察哥哥非常的捧场 在一旁夸她 宝贝真棒 还会看向呀 她自顾自地在自己带的包里一顿翻找 最后拿出一幅图画 指着上面画的和警察哥哥说 这就是我爸爸 她吃惊地看着那上面画的 刚想和小姑娘说点什么 就被进来汇报的队员打断了 在门口的苏季周此刻很是忐忑 每次得到女儿的消息 她都是满怀希望而去 失望而归 她也不确定里面的小姑娘 这次会不会真的是她的玩玩 小姑娘看着门外 迟迟不进来的人很是好奇 她从坐着的椅子上跳到地上 来到门口 就看到一个帅气的中年大叔 站在那里 立刻礼貌地喊了对方一声叔叔 然后接着问她 就是自己的爸爸了 看着面前小姑娘的眼睛 长得和妻子婉轻一模一样 苏季周激动地哽咽出声 是 我是爸爸 小女孩却轻声低语道 不对 见她神情不对 苏季周蹲下身子 温柔地询问道 宝宝 怎么了 时间她拿出一张画像说道 爸爸怎么跟画像都不一样了 这时身后传来一个 尖利的中年妇女的声音 哪怕被警察阻拦 她还拼命地要去靠近小姑娘 嘴里说着就是这丫头 她是自己一个月前花钱买来的 你们不能把她抢走 她是自己的 说完她摆脱警察的阻拦 气势汹汹地冲向小姑娘 嘴里还威胁道 死丫头快跟我回去 敢跑出来看我回去不打断你的腿 她的手还没碰到小姑娘 就被人啪的一声打了回去 苏季周刚找回她的掌上明珠 还来不及宠她 就听到有人竟敢如此对待她的爱你 她对来人怒喝道 滚开 别碰我女儿 中年妇女捂着被拍疼的手 看着死丫头被打她的人温柔地抱起 她恶狠狠地看着两人 心想可恶 给我等着瞧 叔 你马上就要倒霉了耶 叔 你是我见过最倒霉的人了 叔 师父说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她就是那个传说中 苏家找回来与众不同的女儿 她不仅超能吃的 还喜欢用各式福祉解决事情 她不仅力气超大的 还能掐会算的 而且苏家人都很宠着她 她第一次坐飞机 对什么都充满着好奇 一双小手用力推着窗户 发现推不开 就疑惑地问一旁的爸爸 爸爸 这窗户怎么打不开啊 看到女儿想要去打开窗户 新鲜出炉的24孝老爸苏记周温柔地告诉女儿 宝宝 飞机上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 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窗外 发现除了晴朗湛蓝的天空 和洁白无暇的云朵 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不确定地问爸爸道 爸爸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吗 听到爸爸肯定地回复 她就不解地又问爸爸道 嗯 那我怎么没看见妈妈和师父呀 听到女儿提起她去世的妈妈和师父 苏记周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解释 刚来得及喊了一声宝宝 就见女儿气鼓鼓地坐回她的座位 嘴里不开心地小声嘟囔着 哼 师父又骗小孩 她满是怜惜地抱起女儿 觉得现在和孩子说死亡的事情还太早了 就决定转移话题 想起女儿昨天一本正经地交代那个警察队长 让人家最近几天要少走人少的巷子 她就问女儿 昨天得和穷哥哥的是什么呀 听到爸爸问的是这个 她一脸兴奋地告诉爸爸 是师父教她的护身符 可以辟邪保平安的 见女儿不再不开心了 摸了摸她的头发 继续夸奖她道 宝宝真厉害 还会化福呢 晚晚听到爸爸在夸她 她就更开心了 告诉爸爸 她还和师父学了一点点像术 她盯着爸爸的面相仔细打量一番 最后得出结论就是爸爸天庭饱满 山登高阔 是有大福之人 飞机经过三小时的航行 终于在飞机场降落 妇女两人手牵手从机场出口出来 她们出众的相貌 隐德路人纷纷驻足观看 她们还在那低语出声 两人淡定地在众人的目光和议论声中走了出去 她们刚走出机场 就见一个和蔼的老爷子 朝他们的方向使劲地挥舞着手臂 晚晚见到老爷子很是激动 立马放开了和爸爸牵着的手 边喊着爷爷 边朝老爷子的方向跑过去 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个持刀的歹徒正朝她的方向飞奔来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一瞬间 等苏继周急着要提醒女儿时 歹徒已经一把抓住婉婉的衣领 然后用刀架在她的脖子上 威胁众人 你们都不准过来 再过来 我就杀了她 苏继周不敢刺激歹徒 承诺对方只要不伤害她女儿 她什么都可以答应 歹徒听来人这么说 就知道她走运了 来了个有钱的 她就放心大胆的直接提跳见到 半小时内 准备好一辆车和一百万现金 不然她就和小女孩同归于尽 歹徒说完就用锋利的刀 朝手里的小丫头柔嫩光滑的小脸带逼近 以做警告 婉婉觉得自己皮肤好痛啊 婉婉先喊了歹徒一声叔叔 然后转头看了看对方的面相 好心提醒她道 叔 你马上就要倒霉了耶 叔 你是我见过最倒霉的人了 叔 师父说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唉 不听婉婉爷 只会在眼前 在她兴奋地跑向爷爷时 突然倒霉地遇到了持刀的歹徒 爸爸和爷爷还有周围的人 都被这一幕吓到了 可她竟在那里淡定地劝说着歹徒 你马上就要倒霉了耶 叔 你是我见过最倒霉的人了 师父说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歹徒被她一连串的刀刀弄得心烦意乱 就直接出声让她闭嘴 婉婉突然觉得很无奈 为什么她好心提醒 人家就是不相信呢 只能轻声低难一句 唉 不听婉婉爷 只会在眼前 说完 她的小手抓住男人握刀的手腕 也没见她做什么 然而只有身为当事人的男人知道 她的手相是被一块烙铁死死汗住一般 手腕处传来的疼痛让她惊叫出声 手中的刀也随着啪哒一声掉落在地 歹徒慌忙之下想去捡刀 只能暂时先不管婉婉 她趁机一脚踢飞了地上的刀 然后满脸笑容地和歹徒道 叔叔 师父说了 自作孽不可活 她一边说着话 一边手上直接发力 把歹徒直接重重地摔了出去 只听得到歹徒的连连惨痛声 她很是不解地站在躺在地上的歹徒身旁 这时听到爸爸在着急地呼唤着她的名字 看着担心自己的爸爸 她赶紧出声安慰道 爸爸 我没事 这时爷爷也带着两名警察这急忙慌地赶了过来 对失神的儿子道 赶紧送医院 晚晚忙着安抚关心她的爷爷和爸爸 告诉他们自己没事 转头看到被警察准备押走的歹徒 感叹一声 都说了要听小孩的话 一行人坐上汽车回家去 车子缓缓停在别墅门口 晚晚打着喝歉从车子上下来 她不经意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别墅 发现别墅周围到处弥漫着黑雾与阴气 这可是大凶之兆啊 苏爷爷见乖孙女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以为她被别墅的氛围吓到了 直接骂苏爸爸道 早就让你把书给砍了 现在好了 把我乖孙女给吓到了 晚晚想起师父曾经说过的话 钱不摘丧 后不摘留 中间不摘鬼拍手 家里怎么会中槐树呢 苏爷爷一脸慈爱地对小孙女道 晚晚不要跑 爷爷帮你进去好不好 她看了一眼老爷子 口中念着法诀 道法自然 乾坤无极 当最后一个摄字从她口中说出 她手上的动作也不慢 在爷爷没心处用手指点了一下 苏爷爷抱着宝贝孙女进别墅 在爷爷怀里的晚晚 问她最近是不是经常噩梦缠身 苏爷爷很是惊讶地问 乖孙女是怎么知道的 晚晚没有回答 直接从苏爷爷身上下来 就去翻找他那个 一直随身携带着的布口袋 经过一番寻找 他开心地掏出两张黄色的符纸 见苏爷爷用眼神示意自己解释 苏爸爸赶紧告诉老父亲 收养晚晚的是个道士 晚晚先是给爷爷和爸爸 一人发了一张护身符 然后叮嘱他们两人道 爷爷和爸爸一定要戴在身上哦 苏爷爷慈爱地摸了摸小孙女的头 和他道爷爷 一定会随身带着晚晚送的护身符的 苏爸爸也郑重地将女儿送的符纸 放进了口袋里 他没想到只是想和爷爷热情地打个招呼 竟被歹徒用刀劫持了 他好心地规劝对方人家还不信 最后只能出手制服歹徒 他好不容易回到家 就见到家里的风水 成大凶之兆 待他给爷爷和爸爸 一人一张护身符后 交代他们一定要随身携带 他才算终于放心下来 他这一路太累了 没多久就在爸爸的陪伴下睡着了 见女儿睡熟后 苏爸爸才依依不舍轻轻地关上房门 他此时心情愉悦 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向书房 书房里 苏老爷子早坐在椅子上等他了 见到他直接说道 宝宝回家了 他也该收收心了 明天就回公司去吧 老爷子见儿子 同意自己安排很是满意 他稍作停顿 提起了那个李春梅 听到父亲提到那个 想要欺负自己宝贝的女人 他顿时情绪激动起来 表示他回来的时候 已经联系了律师团 他绝对不会放过李春梅 老爷子看着手里宝贝孙女 送的平安符和儿子说道 孩子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以后他就叫婉婉吧 听到父亲给女儿 取的名字叫婉婉 他先是一愣 然后马上反应过来 大声赞同道 好 就叫婉婉 父子间谈话结束 没一会儿 他就从书房里出来了 他总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但是他真的很开心 因为他的女儿终于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 当阳光透过窗户 照射到床上时 苏继周才迷迷邓邓地睁开眼睛 听到宝贝女儿说饿了 他立马清醒过来 直接起床 抱起女儿准备下楼吃早饭去 婉婉下楼看到一桌丰盛的早餐 馋得直流口水 但他忍住了没有开吃 苏爸爸不解地问女儿 宝宝 怎么不吃啊 听到女儿说要等爷爷一起吃 他想他家宝贝可真孝顺 和女儿解释道 爷爷年纪大了 现在还在休息 等爷爷睡醒了 自己会下来吃的 然后就把装有包子的盘子 递给了女儿 婉婉一听 眼睛梳得一下亮了起来 伸手拿了一个包子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直到把盘子里的都吃完 婉婉这才打了个宝格 苏爸爸和女儿商量道 宝宝以后就叫婉婉好不好 谁知女儿直接来了一句 师父就是这样叫她的 听女儿这么说 苏爸爸顿时觉得收养婉婉的 倒是真的是位高人 他摸着女儿的头出声感慨道 以后爸爸只有婉婉一个女儿了 婉婉直接反驳道 不对 爸爸还有别的孩子 苏爸爸好奇地问 是婉婉算到的吗 婉婉小手指着一旁摆放着的照片道 那里有全家福 爸爸要相信科学 苏爸爸干咳一声 用以掩饰尴尬 问婉婉等下 要不要和她一起去上班 苏爸爸牵着女儿的手来到公司 见众人都在好奇婉婉的身份 她似乎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她故作惊讶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是她的女儿婉婉的 婉婉丝毫不怕声 甜甜地叫了一声叔叔好 被叫叔叔的人 感觉整个人都被谋化了 也伸手和小姑娘打着招呼 苏爸爸直接吩咐她道 小王 你带着婉婉在公司里到处逛逛 小王刚答应董事长 发现自己的手 被一只软软的小手抓住 她低头看了一眼 发现是刚刚那个有礼貌的小姑娘 她就开心地牵着小姑娘的手 去逛公司了 此时她心想好可爱 这就是人类的幼崽吗 这时有人和她打着招呼 问她在这里做什么呢 小王摸着自己的头 告诉对方 她正在帮董事长看孩子呢 提起孩子 她突然发现自己一直牵着的孩子 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见刚刚还从容的王助理 突然急躁起来 对方一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不知道因为她没有和王助理 说一声就自己走开了 把向来稳重冷静的王助理急得都跳脚了 爸爸知道后 急忙在公司群里发布巡洼启示 引起公司一团乱的某人 正推开了一间房门 门刚被打开苏起怀 就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小女孩走了进来 她沉声问道 你怎么进来的 晚晚没有立即回答 她先是低头掐算一番 紧接着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道 掐指一算 你就是晚晚的亲大哥 说完就朝着轮椅的亲大哥扑了过去 见小姑娘不仅一点也不害怕她 还扒拉着她的裤子往上爬 她一边说着她没有妹妹 给她下去 一边连忙稳定住轮椅 见着小姑娘不肯从她身上下去 她只能一只手捏着对方的后领子 就这么把人提了起来 晚晚在空中扑腾了几下 最终泄了气 无奈到那大哥要怎么样才能相信他吗 正在这时 办公桌上的手机忽然响起了提示音 她打开手机一看 瞅见竟然是父亲发的巡洼启示 手里一直被她拎着的晚晚这事也委屈地说道 看吧 一定是爸爸的信息 苏启怀伸手把面前的妹妹 抱在了自己的腿上 摸着她的小脑袋 眼圈突然就红了 雨带哽咽到 宝宝能回来就好 她看着大哥哭 自己的小鼻子也酸酸的 她用小手在大哥的脸颊上擦了擦 安慰到大哥不哭 晚晚在呢 她突然仰起小脑袋问大哥 晚上一起回家吃饭好不好呀 听到大哥说今天有点忙 她就连忙问大哥那明天呢 大哥竟然说明天还有回要看 别以为他人小就好骗 她生气了直接从大哥身上跳下来 说了一句哼 大哥骗人 好在这时候手机响了 苏启怀看到是父亲的来电 在电话里说道 晚晚在他这里 晚上他们一起回家吃饭 某个生气的人 一起竖着耳朵在偷听 一家三口在回家的路上 苏启怀先说道 希望那对母女不要碍眼 苏爸爸偷瞄了一眼儿子 小心翼翼到他们母女 已经到家半天了 听到大儿子说下不为力 他感觉松了一口气 然后又劝大儿子道 青青他毕竟还小 苏大哥不想听这样的话 就没有接话 晚晚直接问爸爸 青青是谁 苏爸爸一边开车 一边和女儿解释道 青青是爸爸的孙女 青青大名叫苏又青 是他三哥苏燕青的女儿 然后接着道 青青与你大哥之间有些矛盾 大哥看到他们母女会不高兴的 晚晚帮爸爸劝劝哥哥好不好 听到女儿问他 为什么不让苏又青他们出去呢 苏爸爸只能引导他道 他们也是我们的家人对不对 晚晚看了一眼不再说话的大哥 他坐回了大哥的身旁 让他别不高兴了 等下自己会把最爱吃的 蒸羊糕蒸熊掌 烧花鸭烧子鹅烧 除鸡卤猪鸭鸭酱鸡 话还没讲完 想到那些美味可口的食物 他的口水就忍不住地直流 见他这可爱的小模样 把人逗得哈哈大笑 告诉他 刚刚他说的那些厨房肯定都做了 车子一路朝家驶去 离家还有一段漆黑蜿蜒的小路 晚晚就看见别墅门口 站着一个大人 和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就是重生而来的苏又青 他看着驶来的汽车 心想还是和上辈子一样 苏丸丸果然又在这个时间回来了 当他看到下车的苏继舟时 立刻调整好面部表情 快步跑上前去 一把抱住苏继舟的大腿撒娇道 爷爷 你怎么才回来啊 亲亲好想你啊 他第一次见到大哥就觉得很是亲切 在他的努力下 大哥终于同意和他们一起回家吃晚饭 见爸爸让他劝说大哥 不要和他们的侄女苏又青去计较 可此时的他更想去哄大哥开心 他一点也不知道 他那个所谓的侄女是从生而来的 人家一点也不盼着他好 他那个侄女正抱住苏爸爸的大腿撒娇地说着 爷爷 你怎么才回来啊 亲亲好想你啊 苏爸爸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就看着正朝他撒娇的孙女说道 外面冷 先进去吧 打扮得像小公主一样的苏又青 先是摇了摇头 然后张开双臂说道 爷爷抱亲亲回去 苏爸爸接收到大儿子的两道死亡射线 干咳两声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拒绝了他 他见没有达成目的 哼了一声 余光瞥见身后的苏启怀 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哒哒地跑到轮椅旁 壮丝乖巧地说着 那他帮大伯推轮椅吧 苏启怀说了一句他不需要 离他远点 然后他就推着轮椅 直接进了别墅 他一进家门就喊了一声爷爷 看到好久没见的大孙子 苏爷爷眼睛就是一亮 说了一声你们回来了 拍了拍他身边的位置和大孙子说道 回来了就先休息一会儿了 这时晚晚直接飞奔跑向自己爷爷那里 看着自家的小宝贝 苏爷爷笑开了花 还不忘叮嘱道 哎呦我的乖孙女 优质点 他直接问爷爷 今天晚上有没有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尔 烧花鸭 烧厨鸡 烧子 苏爷爷心想开玩笑 小宝贝要吃的怎么会没有 他就和蔼地说道 有有有 晚晚要什么都有 他们祖孙俩开心地在一起聊着天 谁也没注意到 站在角落的苏又卿正紧握着拳头 他看着笑得满脸灿烂的晚晚 心想为什么这个苏晚晚和上辈子的不一样 苏爷爷指着一旁的小女孩介绍道 这个是你三哥的女儿青青 晚晚你们以后要好好相处 似乎想到了什么 苏又卿突然开口道 晚晚我听说你回来 我和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一边把手上拿着的礼盒递给晚晚 一边说着欢迎你回家 晚晚看着礼盒里那条十分精致的 中间还有十八颗白色珍珠串起的白色磨砂手链 察觉他散发出一股邪恶的气息 总觉得这手链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在抬头打量了一番自己的家 感觉家里也是怪怪的 看着像人为的 一旁的苏又卿一直催促着让他带上看看 他决定不管是谁 他都会把想害他家人的坏蛋抓出来的 摸了摸手链 戴在手上试了一试 然后就说了一声看起来还可以 谢谢你 苏启怀一直关注着他们那边 搭在轮椅上的手紧紧地握着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护好晚晚 忽然他感觉到他的膝盖被人握住了 抬眸就见晚晚正看着他的膝盖 他温身问道 晚晚怎么不和苏又卿完了呀 就见妹妹一边用小手给他揉着膝盖 一边说到他觉得大哥更需要他陪 大哥的腿不是麻了吗 晚晚给你揉揉 他觉得被妹妹揉过后的腿 怎么好像有了点知觉 他想了想肯定是他的错觉 他不知道的是他体内的阴邪之气 正在被他妹妹抽出来 然后消散在天地间 苏又卿看着他们兄妹和睦相处的这一幕 再次冷恒出声 老爷子吩咐旁边的庸人 把夫人叫下来吃饭吧 没一会儿楼梯上救下来了一个女人 他直接对女儿道 亲亲 我不是告诉你今天晚上别下楼吗 苏又卿立马做出一副委屈可怜的样子说道 妈妈 我是为了给妹妹准备礼物才下楼的 晚晚抬起头盯着女人的脸打量 她觉得很奇怪 她竟然看不出来女人的面相 她记得师父说过 人的面相不可能看不出来的 除非是时事功德或者神仙转世 要么就是故意隐藏 她觉得这对母女有古怪 她突然问那女人道 阿姨 这个手链是在哪里买的啊 琴柳玉支支吾吾道 这手链啊 是在国外买的 一旁的苏又卿立刻帮他妈姐围道 妹妹 你应该叫我妈妈扫扫 晚晚直接不客气道 他师父说了 结婚的时候必须要有小本本的 阿姨没有小本本 就不能算他三哥的老婆 然后他看着一直上窜下 跳刷存在感的某人道 那你为什么叫我妹妹 按辈分不是应该叫我小姑的吗 苏又卿被他的话说的一顿 低下头也眸中闪过一丝不屑 但还是乖乖地喊了一声小姑 心想苏晚晚也重生了又怎样 苏家早晚还是自己的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那就是晚晚的主场 他就是不停地狂吃家炫饭 直到打了个宝格 他才开口道 今晚他要和大哥睡 这会儿 他终于想起来了 自己有什么东西忘记了 他问身旁的爸爸 他的七星剑呢 苏爸爸这才想起了 那把不能带上飞机 被托运的七星剑 这时还孤零零躺在门卫处 他不好意思地和女儿说道 在门卫那里 终于到了他期待已久的 吃晚饭时刻 那可是他的主场 只见他不停地狂吃家炫饭 直到打了个宝格 他才开口道 今晚他要和大哥睡 说完这话 他突然想起了 被托运的七星剑 连忙问一旁的苏爸爸 他的剑在哪里 夜晚的天空中 繁星拱绕着明月 苏爸爸在大儿子门前 不停地交代着注意事项 什么你妹妹有时候 会半夜起来找水喝 别睡得太死了 什么你妹妹晚上会踢被子 你这个当大哥的要注意一点 晚晚没有管他们父子 他正专注地 帮七星剑拆包装 苏大哥好不容易 送走了不放心女儿的老父亲 关上房门 才不由松了一口气 把你忘了 害你受委屈了 苏大哥不知道 他此刻该哭还是该笑 但是妹妹的小模样 实在是太可爱了 他推着轮椅 朝妹妹的方向走去 听到声音婉婉说道 大哥婉婉来帮你 他说完就走到大哥身后 一边帮大哥推着轮椅 一边问大哥道 可以和婉婉说说腿 还有苏又卿的事吗 文言苏大哥脸色先是一变 略意思索阴沉的脸色 瞬间收回 和妹妹说起了 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缓缓开口道 两年前他去外地开会 车刚开到一半 他才发现刹车和方向盘 同时出现了问题 然后就跟一辆大火车 发生了车祸 等救援队找到他的时候 虽然保住了他的命 但是双腿残废了 可医生却又说 他的双腿并无骨折 他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意外 直到几天后 他无意间在苏又卿的房间里 找到了几个 他车上丢失的零件 他起了疑心 再次调查起事故监控 发现在这之前 苏又卿的确悄悄地去过他的车 他将证据交给了警方 最后却因为证据不足 没办法定案 听着妹妹说道 大哥晚晚相信 苏大哥觉得十分感动 这时晚晚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直接把随身携带的 布口袋里的东西 全都倒了出来 用伏笔粘上鲜红的珠砂 然后五指死死地捏住笔 动作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没有任何的停顿 等他写完 符纸金光一闪 他知道这张符算是成了 开心地笑了 然后他把这张 新鲜出炉的平安符 送给了大哥 苏大哥知道妹妹 是跟着老道士生活的 因此直接爽快地 接下了那张平安符 然后就听到妹妹 像只叽叽喳喳的小鸟 一样说个不停 一会说师父 一直夸他是最有天赋的 一会又说大哥 待在身上后 要不了多久 就能下地陪他玩了 一会还说 今天他给大哥捶了腿 大哥是不是感觉好很多了呀 妹妹的话 他起先没在意 后来细细一想 他差点喜极而起 他紧紧地把妹妹抱在怀里 不由感慨到 晚晚真是大哥的小福星 苏大哥抬手关了灯 看着一旁熟睡的妹妹 他暗暗发誓 晚晚大哥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半夜躺在床边的七星剑 发出嗡嗡嗡的剑鸣声 晚晚猛地睁开眼睛 眼中没有任何困意 他看了一眼 苏又青送给自己的那串小手链 此刻正弥漫着邪恶的气息 他顿时怒了 但怕吵醒一旁睡着的大哥 只能小声地说道 敢欺负他的家人 晚晚真的生气了 他从面相上 就知道苏又青母女俩有古怪 收到作为礼物送的邪恶手链 他就更确定了 从大哥那里得知了他车祸的缘由 再加上半夜七星剑的事情 他就知道这母女俩都是祸害 必须让他们立刻离开别墅 第二天 天气晴朗 阳光明媚 苏大哥睁开眼睛 就看见趴在自己身上睡觉的妹妹 看着小丫头迷迷呼呼地揉着他的眼睛 见到自己立马就精力十足地打了声招呼 大哥早安 然后晚晚就乖巧地站在板凳上刷牙 苏又青过来就看到他在刷牙 特别是看到他没有形象的漱口后 鄙视他不愧是乡下来的野丫头 一点礼仪也不懂 见野丫头竟然敢无视他 直接从他的面前走过去 连个眼神都没给他 他觉得自己被怠慢了脸色不由一尘 苏又青直接快步追上对方 一把抓住他的手 大声责问他道 和你说话呢 你要去哪里 晚晚皱了皱眉 心里对他越发不喜让他放开自己 这时他听到身后传来哒哒哒的脚步声 他心里想着苏婉婉 这辈子你还是斗不过我的 然后他立刻往地上一躺 提高音量 但声音里带着一丝委屈道 妹妹对不起 是不是我昨天惹你生气了 听着这渲染玉气的声音 晚晚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 好心提醒他别装了 这招都是自己玩剩下的 苏爸爸刚想问女儿发生了什么事情 秦柳玉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开口偏帮女儿道 晚晚 青青只是想和你做朋友 知道吗 他立刻摇头表示他不知道啊 秦柳玉见状一口气 提在胸口差点没上去 他最后只能强忍着不爽地说道 昨天青青是不是还送了你他最爱的手链 而且你也很喜欢对不对 他的话刚说完 就见晚晚把手链从手上粗鲁地扯下来说道 既然是苏又青最爱的 那自己还是不要了吧 随着手链啪的一声落地 晚晚继续说道 他才不要死人骨头做的手链 他说完这话后 秦柳玉脸色茫然 苏又青却心中大惊 心想他怎么会知道的 这时苏大哥也推着轮椅过来了 好奇地问妹妹 晚晚为什么会说这手链是人骨做的 他先是提醒大哥别碰着珠子 然后才继续解释道 这十八颗珠子 分别是十八个个人的骨灰所制 而中间的那颗灰色珠子 则是西域高僧的头骨所制成的 解释完他立刻拿出一张符纸 口中念着凶慧消散 道气长存 急急如律令 念完就把符纸朝手链扔去 消污除惠 做完这些 他才对着贪软在地的苏又青道 真的难为你费心了 带上此物之人 不出一周必会横死街头 苏爸爸见女儿说得头头是道 心里也有了几分相信 他不满地问一旁的秦柳玉 这是怎么回事 他被突然地质问吓了一跳 眼泪说掉就掉 然后就哽咽地说道 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剪的 对手链是轻轻剪的 晚晚不嫌不淡地补刀道 去皇帝的墓穴里剪的吗 这时苏又青不敢置信 他怎么会知道的 苏继周已经不想听 他们母女俩的狡辩了 牵着女儿的手就准备离开了 离开时说道 如今老三昏迷不醒 结婚的事情就先放一放吧 然后他顿了顿继续道 至于青青 我们会养大的 但你们今天就搬出去不要回来了 秦柳玉不甘地想着凭什么 都怪苏婉婉那个可恶的小题子 最终他们母女二人 还是在庸人的目送下 不情不愿地离开了别墅 婉婉等他们一出门 就马上碰的一声关上房门 苏大哥满脸是笑地问妹妹 感激你这时候为大哥报仇呀 婉婉调皮地和大哥相识一笑 让他替自己保密哦 被赶出门的母女俩 都心有不甘地走在路上 秦柳玉心慌地问女儿 青青 妈该怎么办啊 苏又卿脸色阴沉 没有立刻回答 过了一回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突然笑了起来 然后和他妈道 你觉得我还逗不过一个 从农村来的三岁丫头吗 他从面向上就知道 苏又卿母女俩有补怪 收到作为礼物送的邪恶手链 他就更确定了 从大哥那里得知了他车祸的缘由 再加上半夜七星见的事情 他就知道这母女俩都是祸害 决定想个办法让他们离开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不长眼的苏又卿 就跳出来蹦大哥不停 他顺势揭露了手链的真相 也顺便让他们母女俩搬离别墅 晚晚这几天 已经习惯了跟着老爸一起去上班了 老爸工作的时候 他也知道怎么打发时间了 苏爸爸看着手机上热搜的前三条 都被二儿子霸占了 苏与诗与某当红小花酒店优惠 苏与诗即将公布恋情 苏与诗新电影即将上线 苏爸爸本来只是随意浏览一下的 满是疑惑地看着生气的苏爸爸 赶紧凑到老父亲身边 抬起头问爸爸 哪里来的狗崽子呀 看到可爱的小女儿 他压着怒火解释道 是你那不争气的二哥的花边新闻 晚晚好奇什么是花边新闻 直接问爸爸花边新闻 是有带花边的图案吗 他看到了手机热搜的界面 就把自己认识的字读了出来 见女儿认识的字没几个 苏爸爸想到了一件事 女儿这个年纪差不多可以读幼儿园了 他立马和女儿分享了他的好主意 问女儿想不想去幼儿园 和小朋友们一块玩啊 这时苏大哥刚巧来办公室送文件 就见妹妹正在呜呜地哭 一见到他就直接朝他跑了过来 边哭边向他告状道 大哥爸爸坏 他不要我了 苏大哥一时还不明白是什么状况 先安抚哭成累人的妹妹 然后再问苏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爸爸见女儿还在哭 又心疼又着急地解释道 他想着晚晚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只是打算让他去幼儿园而已 苏大哥听了父亲的解释后也哑然了 他温声问妹妹为什么害怕去幼儿园呢 晚晚这才抽抽叶叶地说出来原因 原来买他的那个怪阿姨 曾经告诉他幼儿园里有吃小孩的大老虎 知道了妹妹是被人吓唬后 才不愿去幼儿园的 他继续与其温和地劝道 其他小朋友像晚晚这个年纪 都是要去幼儿园读书的哦 幼儿园有好多好多小朋友呢 听到妹妹终于停下哭声 愿意和他谈幼儿园的事情 他和苏爸爸比划了一个搞定的手势 然后他用激将法问妹妹不想去幼儿园 不会是因为害怕吧 晚晚听完赶紧摇头 十分嘴硬道 他一点也没有害怕 大哥你污蔑小孩 晚晚要上的是一所名叫春天小花的幼儿园 上学的第一天 苏爷爷苏爸爸苏大哥全员出动来送他 他一到幼儿园就让老师们喜欢得不得了 他一口一个漂亮姐姐 把整个幼儿园的老师们哄得喜笑颜开 送他上完幼儿园后 苏爷爷在家整个人是坐立不安的 在公司的苏爸爸也是整个人不在状态 苏大哥整个人也是神思不属的样子 然而被苏家三的男人担心了他 此时正在幼儿园开心地吃着午饭 看到吃了午饭 还准备要继续吃得晚晚 怕他吃伤老师温声细语地和他解释道 晚晚小朋友 今天午饭已经没有了 待会儿睡完觉起来吃水果好不好 听到水果 他立马答应了 正在这时 他听到一个女人和老师打招呼的声音 他就看见门口有个女人 手上牵着一个五六岁左右的男孩子 看到小男孩浑身金光和紫气环绕 晚晚顿时激动起来 又有金光 又有紫气 这是不是就是师父说的功德圆满之人 他老爸突然和他商量 要送他去上幼儿园 听到幼儿园这三个字 他就想起买他的那个怪阿姨 说过幼儿园里有吃小孩的大老虎 他就害怕地哇哇大哭 通过苏大哥的一番劝解和开导 他终于同意去上幼儿园了 谁知他上幼儿园的第一天 就让老师们喜欢得不得了 午饭吃了五大碗 还遇见了师父说的功德圆满之人 长得很漂亮的女子和老师 客气地打完招呼后 他的笑容就淡了下来 语气不嫌不淡地和那个身上 有金光和紫气相互的男孩道 进去吧 放学会派人来接你了 见男孩站在门口没有动作 晚晚朝他的方向跑了过去 他向男孩介绍自己叫晚晚 然后就问对方叫什么 男孩先是沉默了一会 然后小声说了三个字 顾方池 晚晚自来熟地围在他旁边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你真好看啊 你长得好高啊 你是我们班最高的孩子 你好白哦 你是小白脸吗 最终男孩被他烦得忍无可忍 带着一丝崩溃的语气大吼 够了我说 我叫顾方池 晚晚这时才有时间 仔细地打量的对方 发现他明明有金光护体 但怎么还会有死气缠身呢 顾方池咳了几声 平缓了一下情绪 然后说对不起别烦我 晚晚关心地问 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接着他又拍着小胸脯说 以后你就是晚晚在班上的 第26个朋友了 以后有事晚晚照你 要知道他所在的班级 一共就18个小朋友 顾方池听他这么说 不由嘴角一抽叹了口气 很快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晚晚正在随身携带的包包里 努力寻找师父 上次给他的皇服 找了很久没找到 他只能向顾方池表示歉意 最后一张被他送给大哥了 然后他想到自己会话 就承诺明天拿给对方 这时身后来了一个胖胖的小男生 他准备用手上的积木 换晚晚包下的雪花片 晚晚直接拒绝他 告诉他这是自己给顾方池的 他要的话明天再给他 胖男生却不愿意他的这个安排 不仅口出恶言 你干嘛要理那个小瘸子 还恼怒地将积木扔向了顾方池 晚晚挺身护住顾方池 还教训胖男生 不能随便给人乱起外号 胖男生听后就更加不高兴了 嘴硬到自己又没说错 他本来就是小瘸子 走路一瘸一拐的 晚晚正色地对胖男生道 如果有一天 你忽然瘸了 走路一瘸一拐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怎么办 还有不可以使用暴力 胖男生被说猛了 自己被人叫小瘸子的情景 就觉得好伤心 就哭着跑走说 要去找妈妈了 晚晚转身和顾方池 分享他师父的语录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不能嘲笑别人的短处 顾方池指着他的头发说洒 晚晚试了试 够不着顿时及了 顾方池无奈叹气 让他蹲下 他十分满意对方给他扎的头发 立马感谢 并真诚地夸对方真棒 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候 晚晚一出来 就看见了站在人群中的 爷爷爸爸和哥哥 苏爸爸问怀中的女儿 宝宝的头发 怎么和早上不一样了 只听女儿高兴地说着 是顾方池给他扎的 他手指向男孩的方向 告诉家人他在那里 是自己今天交的新朋友 晚晚嘴上滔滔不绝地 讲着今天的趣事 全然没发现家中的三个男人 对好友顾方池的 浓浓警惕之心 他们的脸上就差直接写着 臭小子离我们家 晚晚小宝贝远点 他努力地在随身携带的包包里 寻找师父 上次给他的皇服 找了很久没找到 他只能向顾方池表示歉意 最后一张被他送给大哥了 然后他想到自己会画符 就承诺明天再送给对方一张 他准备出门去买符纸 苏爸爸想陪女儿一起去 他觉得自己只是出去买东西而已 不用人陪了 他可以搞定的 不是还有随行的保镖吗 他安抚好 担心的大哥和黏人的老父亲 就出门了 苏家保镖跟在他身后 见他在叹气 连忙问他晚晚小姐怎么了 他无奈地表示 爸爸和大哥实在是太黏人了 保镖感觉他知道了个大命 原来老板是女儿奴 他逛了一圈商场 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 却没有找到一样自己想要的商品 他顿时苦恼万分仰天大吼道 怎么都没有啊 保镖立马上前说 晚晚小姐想要什么 他去看看附近有没有 他便伸出手指头 开始念自己需要的东西 朱纱 黄纸 黄旗 见自己说了想要的东西 保镖没有反应 他就歪着头看着保镖 问这些都没有吗 保镖虽然不知道 晚晚小姐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但毕竟是拿钱干活的打工人 于是就带着他来到了国王街 去寻找他想要的那些东西 最终他们在一个算命摊子面前停了下来 晚晚在一旁听了一会儿 他直接从保镖怀里跳下 耳朵里听到的 都是那个算命先生说的话 太太真是好福其优 婚姻线又长又直 并是婚姻生活美满 子女孝顺之人 他出于好奇也凑进去看了一下 正在算命的富人的首相 听算命先生说的话越来越离谱 实在没忍住就走到摊位前说 大叔钱可不能这么赚 要遭天谴的 算命算到一半 面前突然出现了个小屁孩 对他说这种话 他顿时大声怒斥 这是谁家的孩子 还不快临走 保镖连忙上前保护好小金主大人 他躲在保镖身后继续和算命先生理论道 看守相讲究 左先天又后天 而这位阿姨伸出的是左手 你却把后天说得头头是道 阿姨手掌宽厚 说明家庭和睦 而婚姻线在三年前已经断掉 如果自己没猜错的话 阿姨的丈夫三年前就已经离世了 中年女人听到她的话心里一惊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她继续说着 阿姨你真正想算的 是您能活多少岁吧 中年女人此刻已经对她幸福的不行 盲连声称是 她叹了一口气说道 阿姨人的气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您愿意相信婉婉 还是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中年女人先试一顿 然后赶紧点头应下 她开心地和新认识的阿姨挥手告别 算命地见她这样毁了自己的生意 做事要打人 各个身材魁梧的保镖们 立刻把婉婉保护了起来 算命老头本来就心虚 准备收拾摊子跑路 婉婉对她笑眯眯地提醒道 别跑 越跑越倒霉 话刚说完 就见她先是被突起的小石块绊了一跤 然后一辆小三轮躲闪不及 再有干水的桶直接侧翻 悉数洒到了算命老道士的身上 老道士闻着那股奇怪的味道 直接呕了出来 婉婉用手捂住鼻子 警告那个大叔下次不要再骗人了 一行人继续往小巷子深处走去 婉婉终于在一处装饰古典的店铺处停了下来 只见一个穿着道袍的少年 着急地跑了进去了 门外就能听到她的声音 老板 我要五百张皇服 她准备出门去买福祉 逛了一圈商场 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 却没有找到一样自己想要的商品 听了保镖的建议来到了古玩街 一行人找了很久 终于在一家装饰古典的店铺处停了下来 就见一个穿着道袍的少年 着急地跑了进去 门外就能听到少年 要五百张皇服的声音 她虽然觉得这个道袍看着有些眼熟 但是一下子没想起来之前 到底在哪里建议 等她和保镖们进店的时候 只见道袍少年 已经一阵风势地跑出去 见有客人过来 老板赶紧过去招呼 老板对着保镖满脸笑容道 小兄弟 您要些什么 碗碗手指着柜台 说着需要的东西 他要五色符纸 还要朱砂 黄旗 以为是小孩子在捣乱 老板面路不耐烦道 去去 小孩子家家的来凑什么热闹 这些东西是你能用的吗 保镖立马上前一步 掏出一张黑金卡 对老板道 开门做生意 我们小姐要的东西 只管准备就行 老板一件是张黑金卡 知道来了个大主顾 立马就准备好了 小姑娘刚刚要的那些东西 只见她有模有样地咽了一会儿 然后才点了点头和老板落线 这时保镖上前和老板说道 刚刚小姐说的东西 店里有多少他们全要了 老板立马应下 心想今天这是发财的节奏啊 付完钱 他们一行人刚准备离开 就见刚刚离开的道袍少年 又疯疯活活地跑了进来 手里拿着钱对老板说 他还要买300张皇服 老板一愣有些惊讶地问 不是刚买了500张吗 少年无奈地表示 都怪这一介弟子太拉胯了 连安神符都画不出来 一想到师父训人的画面 他觉得师父老人家 都快被这介弟子气死了 老板和少年抱歉地表示 今天皇服已经没有了 要的话只能等明天了 少年听后有些着急地问 怎么会没有呢 老板指了指站在店门口的小姑娘 和少年说道 就是那个小孩 买走了我们店的存户 少年先是犹豫了一下 见小姑娘快要走出店门了 他赶紧走到小姑娘面前 和眼前长相乖巧的小姑娘商量道 小朋友 哥哥需要一些符纸 但是店里没有了 哥哥能不能在你这里买些啊 少年见小姑娘不说话 一时间有些失望 他正走开解着 算了这么好的符纸 人家是一定不会给自己的 他决定还是先回去 明天再来买吧 忽然他的手腕被拉住 小姑娘一脸不解地问他 不是要符纸的吗 他先是一愣反应过来后 满心感动地和小姑娘 确认真的愿意卖给他符纸 小姑娘摇摇头后 递给他一点厚厚的符纸 告诉他觉得跟他有缘 符纸算是送他的 接着小姑娘说 想问他一个问题 他现在心思都在手中的符纸上 于是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小姑娘一脸疑惑地问 画符很难吗 见他问这个问题 少年一副过来人的样子告诉他 他还小 可能还没画过符 画符可是最难的 少年像是想到了什么 接着说 不过他师父 倒是经常吹嘘他那个小师姐 说人家提笔就能画 不过他觉得他师父多半是吹的 婉婉摸了摸鼻子 关了一眼他的面相 问他师父 是不是叫相得寿啊 少年睁大双眼 满眼不可置信道 你怎么知道的 婉婉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道 自己就是他师父口中的那位小师姐 少年顿时实话 满脸的震惊 他包园了店里的五色符纸 朱纱还有黄旗等需要的东西 准备离开时 再次见到了那个盗袍少年来买符 他观了一眼对方的面相 觉得两人有缘 确认他师父是自己的老师弟相得寿后 就送给他一碟厚厚的符纸 然后才略带修难地告诉他 自己就是他师父口中的那位小师姐 天师公会里 相得寿看着今年新收的弟子 气不打一出来 他正在抱怨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是一介不如一介 这时他见到了姗姗来迟的买符少年 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这让他心情更加不好了 怒火直接转移到了这个少年身上 直接对徒弟不客气地说道 让你出去买个符纸 几个小时都不回来 要你有什么用 见师父生气 小徒弟赶紧解释 师父今天店里的符纸卖完了 相得寿皱了皱眉头 问他怀里的符纸哪里来的 小徒弟立马告诉师父 刚刚发生的事情 他今天碰到了一个 自称是师父师姐的小孩 还说与他有缘 赠了他一些符纸 相得寿觉得不可能 小师姐可是师父的宝贝哥的 师父怎么可能带他来 递多不告诉自己 小徒弟听了师父的话 终于放心下来 大大咧咧地吐槽道 就说嘛 那小屁孩肯定是骗自己的 不过他也是厉害 既然知道师父的名字 自己差点就被骗过去了 相得寿听小徒弟说 对方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 立马激动地问小徒弟 刚才说的是什么 然后又语气焦急地问小徒弟 那丫头长什么样子 小徒弟被自家师父的模样 吓了一跳 赶紧磕磕巴巴地说道 长得还挺可爱的 跟个天仙似的 继续追问小丫头的其他特征 小徒弟努力回想 终于想到了一个有用的信息 告诉师父 小姑娘右眼角有一颗类纸 相得寿问小徒弟那丫头 是不是随身带着一个小背包 还用着五颜六色的符纸 小徒弟仔细回想了一下 师父说的都对上了 连忙点头秤势 晚晚告别了道袍少年 就回到了自家公司大厅 公司里的姐姐们 沉迷在他的可爱中 他突然感觉到空气中 飘来一股不对劲的气息 朝那气息的源头看去 就见老爸和那人正说着什么 他急忙出声喊了爸爸 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血女狂魔苏爸爸 立马和身边的人介绍起来 老姑啊 这就是自己刚找回来的女儿婉婉 被称为老姑的中年男子友好的 和她打了个招呼 看到对方被女鬼缠身 婉婉心想自己是很好 可惜对方不好 他直接问对方 顾叔叔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倒霉 晚上睡觉还会鬼压床 苏爸爸给老姑解围道 可能是叔叔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老姑 我们赶紧去开会吧 婉婉还是不放心地提醒到 顾叔叔 最近一定不要独处在密闭空间啊 老姑上卫生间洗手的时候 一边甩手一边想老叔 这女儿怎么神神叨叨的 当她抬头看到 尽忠自己的样子时 不由吓得尖叫出声 她告别了盗袍少年 回到自家公司大厅 等老爸和大哥下班 突然感觉到空中 飘来一股不对劲的气息 朝那气息的源头看去 原来是老爸 称其为老姑的中年叔叔 正被女鬼缠身 她好意提醒对方 一定不要独处在密闭空间 谁知人家却觉得她神神叨叨的 顾总上卫生间洗好手 当她不经意抬头 看到尽忠自己的样子时 不由吓得尖叫出声 没多久被鬼附身的顾总 从卫生间出来了 小王特助见到她 和她热情地打着招呼顾总好 见向来温和有礼的顾总 这次从自己的身旁静止走过 她挠了挠后脑勺 总觉得顾总看起来怪怪的 在董事长办公室里 婉婉指着满脸的口红印 和老爸说着公司员工太热情了 他都要被侵吐了 苏爸爸听完很是高兴 说明女儿招人疼 不过她表示如果女儿不喜欢 待会儿就会在公司群里 通知她们不许再亲女儿了 婉婉赶紧摇头表示 她不是这个意思 她们是因为喜欢自己 才亲自己的 她话刚说完 又感觉到了刚才那 鼓励她不舒服的气息 转头看向门外 刚好看到顾叔叔从门口走过 她急忙跑到门口 看着顾叔叔的背影 快速念起法诀 一为心 二为人 秉心必定寻耕起 眼中看到顾叔叔 已经被鬼控制 她知道大事不好 直接跑着去追顾叔叔 听到身后老爸在喊她 让老爸快去拿她的七星剑 然后到天台上抓住顾叔叔 苏爸爸回到办公室 看了一眼七星剑 秉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 下定决心相信宝贝女儿一次 晚晚爬楼梯越爬越累 她一直让自己再坚持一下 自己给自己打气 勇敢晚晚 不怕困难 终于快到天台了 她感慨太好了 可算到了 双手用力推开天台的门大喊道 顾叔叔晚晚来救你了 看到的一幕 就是被鬼缠身的顾叔叔 已经走到了天台的边缘 听到她的动静后 还扭头对她发出节节的笑声 她立马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 取出一张符 嘴里面着凶慧消散 道气长存 急急如律令 一个沙子出口 服同时朝顾叔叔身上扔去 不知道是不是附身的鬼太厉害了 符上的金光碰到顾叔叔身上立马熄灭 她正惊讶自己的符没有起到作用时 老爸把她的七星剑递了过来 苏爸爸跑得气喘吁吁问女儿 宝宝怎么跑得这样快啊 抬眼看到离天台边缘特近的老顾 好奇地问对方在这干嘛 晚晚让爸爸闪开 她手持七星剑月起 一边从空中朝顾叔叔身上砍去 一边对着鬼屋喊道 不许你伤害顾叔叔 剑刷刷刷地砍在鬼屋身上 待她落地时 凄厉的声音从顾叔叔的嘴里发出 看着倒地的顾叔叔 晚晚心有余悸 感慨还好她来得及时 不然就要出大事了 她虽是幼儿园的小萌娃 但静得倒是师父真传 轻易识破顾叔叔被鬼附身 及时消除鬼物成功救人 倒地昏迷的顾总被送去了医院 医生查不出原因 就给她挂了水流院观察 昏迷中的她给人感觉 一直处于害怕不安中 她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大喊出声有鬼啊 猛地睁开眼睛 从病床上坐了起来 一旁的小王特助 见她终于醒来了 一边高兴地和她说 顾总您可算醒了 可给我们董事长和晚晚小姐吓坏了 一边连忙拿出手机 向董事长汇报顾总醒完的事情 顾总捂着脑袋 努力地整理思绪 她记得晕过去前 看到了苏兄和她的女儿 那个女孩子好像叫晚晚 被她惦记的父女俩 正在享受着天伦之乐 苏爸爸亲了女儿小脸 但一口忍不住夸她 今天谢谢晚晚 替爸爸做了你顾叔叔 然后接着和女儿说道 顾叔叔是爸爸的好朋友 过几天她过生日 晚晚和爸爸一起去好不好 听到过生日 想到那美味可口的蛋糕 她激动地表示要去参加的 她随口说道 顾叔叔的死结还没有过 到时候她正好去看看 晚晚你顾叔叔 还会经历今天这样的事吗 晚晚摇摇头告诉老爸 不一定啊 可能是别的死法 喝水被枪死也是有可能的 与此同时 在医院里的顾总 真的被一口水枪到了 她是因为听小王特助说 之前自己准备去天台跳楼的事 太震惊了才被枪到的 小王特助突然想起了什么 拿出一个晚晚小姐 特意准备的平安符 交给顾总 转述小姐的主妇 让顾总近期随身携带 不要摘下来 顾总感慨 还是女儿贴心 乃像自家那个臭小子 去上幼儿园的晚晚 等了大半天都没见到顾方池 他就去问老师 顾方池怎么没来上学呢 老师蹲下身子温柔地告诉他 顾方池小朋友今天生病了 明天才能来上学 就在这时门口 传来了顾方池喊老师的声音 晚晚愣了一两秒 忽然站了起来 见到来人开心地喊了他的名字 朝他身上扑过去 没控制好力度和方向 不小心把顾方池推倒在地了 顾方池名义上的母亲见状 竟然只是冷哼出声 转身就离开了 晚晚关心地问顾方池 听说你生病了 自己会一点点医术 可以帮你哦 顾方池咬牙说道 你先从我身上下来 老师和晚晚商量道 我们先去那边玩吧 他刚准备邀请顾方池一起去玩 转头一看人不见了 亲眼见到好友被绑架 别看他人小但他讲义气 还没来得及阻止坏人 没想到他进成了那个榜一赠一的赠品 晚晚准备邀请顾方池一起去玩 转头一看人不见了 他很生气 觉得对方在故意躲着自己 然后他开始在幼儿园里到处找顾方池 在不知不觉中 他走到了幼儿园教学楼的后面 听到了嘻嘻嘟嘟的声音 他第一反应是终于找到了躲起来的某人了 接着他想到要躲起来吓某人一跳 于是他便轻手轻脚地向前靠近 他躲在大树后 看到昏迷中的顾方池 被两个戴着口罩压舌帽的男人抬着 脑中立刻想起师父之前说的人贩子 他吓得全身发抖 可是顾方池又是他的好朋友 他不能放人不管 他不停地给自己鼓劲打气 两个绑匪把顾方池扔进了汽车后备厢 绑匪小弟开心道 嘿大哥 这票可太肥了 绑匪大哥让他少废话 快走 两人突然听到石子当郎郎的声音 立刻警惕地转头 看见一个小女孩朝他们跑来 还让他们放开人质 两人原本听到声音 还担心被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安保人员发现了 一看来人是再漂亮的小奶娃 顿时安心了 绑匪小弟觉得是双喜临门 一箭双雕 绑匪老大也觉得是绑一送一的好事 绑匪小弟正对着婉婉和他道 小妹妹下次勇敢站出来的时候 话还没说完 婉婉就被身后的人用一张帕子捂住了口笔 他刚在想人是什么时候绕到自己后面去的 脑袋已经一片空白了 他努力地想睁开眼睛 可是脑袋里的眩晕感越来越重 他和好朋友待遇一样也被扔进了后备箱 等户外活动结束组织归队时 老师发现自己班上少了两个人 老师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 直接报了警 并且通知双方监护人 苏爸爸声音哽咽地和老师道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好不容易才把她找回来的 顾爸爸心里也一样慌惯 但好歹还能冷静思考 他直接问老师监控查了吗 听到老师说 发现两个孩子不见后就去查了监控 结果发现监控坏了 最后排查线路 发现被人恶意切断了 两个爸爸一听就知道糟了 是有预谋的绑架 开车的绑匪小弟不安地问老大 把这丫头绑了 会不会惹出什么麻烦 老大一脸淡定地反问 他们连顾家唯一的公子爷都绑了 还害怕这点小麻烦 然后接着说 调查外面的监控起码需要三个小时 这个时间足够他们出城了 晚晚迷迷糊糊地听到两人的对话 意识也开始渐渐回容 看了一眼还在昏迷中的顾芳池 他用力地想去推醒对方 他的动作把车上的绑匪吓了一跳 绑匪小弟吐槽这迷药 不是说能让人睡三天的吗 小丫头怎么醒了 老大让他专心开车 迷药失效就失效了 反正这小丫头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这时顾芳池悠悠转醒 问晚晚这里是哪里 绑匪决定先下车 把这两个小鬼绑起来再说 晚晚看到他们忍不住地问道 你们要带我和顾芳池去哪 你们是不是要把我卖了 你怎么都不说话 晚晚问题实在太多了 绑匪烦不胜烦 直接一巴掌就拍了下去 嘴里还说着臭小鬼 哪那么多嘴 晚晚看对方手即将落在自己身上 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 绑匪不敢置信自己的手 竟然动不了了 晚晚警告他不准打小孩 绑匪嫌他话太多 想给他点教训让他听话点 谁知挥出去的手 在半空竟被小女娃抓住了 绑匪睁大了眼睛 发现任凭他怎么挣扎 手都不能动弹半分 他想不明白这么小的人 哪来这么大的力气 他多次尝试着把手正脱开 但可惜没有一次成功的 然后他眼带惊恐地想着 这丫头不会是个小怪物吧 顾方池拉着晚晚的后衣领 提醒他别离绑匪那么近 伤到他就麻烦了 他把晚晚护在胸前和绑匪道 小姑娘不懂事 你们别介意 绑匪觉得自己刚刚落了面子 气不打一出来 便饿狠狠地对他们说道 待会儿他们俩别想吃饭了 听到没饭吃 晚晚心里委屈极了 哇的一声哭了 边哭边说道 怎么可以没有饭吃 我饿了 我要吃饭 绑匪被魔鹰穿耳的哭声吵得头疼 只能威胁晚晚 再哭 信不信我把你做了 绑匪小弟买好吃的回来 见小丫头哭得停都停不下来 便忍不住埋怨道 怎么把这小祖宗给惹哭了 绑匪老大亲着一张脸没好气地说 他听到没吃的突然绷不住 听到是因为吃的原因才哭的 绑匪小弟顿时放心了 他觉得这是好办 他朝小丫头那边丢了个饭团 让老大放心好了 反正他买了很多吃的 又怕小丫头吃完继续哭 直接把买的吃的一股脑的 都塞给了他 老大的耳朵终于清静了 和小弟说把人送到C室吧 他要先休息一会 老大睡得迷迷糊糊 突然感觉到有人在摇他的衣服 好像还有人在叫他叔叔 他睁开眼疑惑地朝后面看去 见小丫头正满眼期待地看着他问 还有吃的吗 晚晚还没吃饱 老大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开车的绑匪小弟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买的吃的都被吃完了 只剩下一个空袋子 他忍不住的吼道 什么 你把我们这几天的伙食都吃了 绑匪把车停到了一栋老式居民楼下 两个人一手拎一个小孩 像提小鸡崽子一样 把人提了起来 绑匪老大和小弟道 忍不了了 把他干掉吧 有他在得吃穷我们 晚晚悄悄地问顾方池 干掉是什么意思 见他是真的不明白 顾方池做了个抹脖子的动物 压低声音道 就是把你杀掉的意思 晚晚眨巴眨巴眼睛反问道 杀我 就他还是没理解自己的意思 顾方池心里顿时涌上一抹心力交瘁 只能用更直白的语言来描述 也就是嘎的一下 你就再也不能吃东西 晚晚听到以后再也不能吃东西 表示那可不行 两小孩的谈话绑匪都听在耳朵里 拎起晚晚警告他道 这可由不得你 之后最好机灵着点 要是再敢闹头 等下我打死你们 两个被拎着的小孩 都乖巧地硬了下来 绑匪们见状 终于松了一口气 说了句算他们识相 先把两小孩朝沙发上一扔 再把他们的手绑起来 晚晚看到他的零食掉到了地上 心疼地哭诉道 我的零食 绑匪大声呵斥他 不许吵 你把我们晚饭给吃了 还没算账吗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随后传来您好 公安局的人口普查的声音 两个绑匪心里一紧 相互看了一眼 都在想怎么这时候公安局来了 他哭的原因 竟然是被威胁没东西吃 别看他人小 但真心能吃 吃光了一大袋子东西 竟然还没饱 两个绑匪听到公安局敲门 要来人口普查 赶紧用东西 堵上两个小孩的嘴 绑匪老大威胁他们道 你们等一下要是敢出声 我马上弄死你们 大不了我们谁也别活 然后一手一个 把他们拎到了沙发背后藏了起来 绑匪小弟见事情半步 赶紧去开门 这次来普查人口的警察 带队的竟然是和 玩玩有灵面支援的何穷队长 他随口问了一下 怎么这么慢开门 绑匪小弟赶紧陪笑道 刚才来开门的时候 被绊了一跤 抱歉抱歉 和队长下意识地 打量了一下四周 最终视线停留到了 沙发上的那包零食口袋上 他撞死无意地问道 家里有小孩吗 这些零食是小孩吃的 绑匪小弟视线落在那包零食上 顿时冷汗连连 他试图去挡住那零食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 我就给自己买的 我 不犯法吧 和队长皱着眉 总觉得有一丝不对劲 一旁新来的警察笑着打岔道 师傅 说不定是人家想吃买来尝尝的 和队长又环视了一下四周 忍下心里的怪异 让新来的警察去给人做下记录 等确定警察们离开后 绑匪小弟关上房门 大松了一口气 这时绑匪老大 直接一脚踹在顾方池身上怒道 这死小子刚才听见外面有警察 就想要通风报信 要不是我反应快 我们差点就露现了 婉婉见顾方池被打 担心地问他痛不痛 他被猛然踹了一脚 疼得站都站不起来 但是见婉婉担心地哭了 赶紧安慰道 婉婉别哭我没事 绑匪两人担心待会儿警察 还会半途中折返回来 决定先把两个小孩子解决了 两孩子知道自己就快性命不保了 都在用自己的办法自救 自救的第一步就是松绑 当绑匪拿刀子出来时 都不敢置信地 看着面前两个给自己松绑的小孩 婉婉挡在顾方池的前面说道 师父说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但是大说 你佛肯定是成不了 人家肯定嫌弃 他先朝拿刀的绑匪 做了个鬼脸 然后又倒 不过阎王叔叔 说不定还能请你去 十八层地狱参观一圈 顾方池怕婉婉惹怒对方 顾不得身上隐隐传来的疼痛 把婉婉拉到自己身后和绑匪道 我爸很有钱的 只要你开口 多少钱我爸都愿意给你 只要你放了我们 等我们出去 保证什么都不说 顾方池悄悄交代婉婉吧 待会儿我去引开他们 你自己就跑出去呼叫 知道吗 婉婉抬头看见顾方池 额头上的死气又浓重了一些 知道自己如果跑了 人家就得死 十刀绑匪对着他们说道 钱 老子现在不要了 你们两个一个都跑不掉 必须都死在这里 婉婉见对方身上隆隆的杀意 他站了出来 挡在顾方池身前说道 你放心 婉婉保护你 下一秒 婉婉周身的气质一变 周边的气温陡然降低了不少 只听见他嘴里说道 五行相克 颠倒乾坤 惊生目落 绑匪们总觉得有隐患 最终商定把两个小孩子解决了 他在这关键的时刻 用了师父传授的道术 只见他小小的人 挡在了顾方池的身前 嘴里面道 五行相克 颠倒乾坤 惊生目落 话音刚落 绑匪小弟就觉得手里的刀 像是不受控制一样 直直地从他手上飞出去 啪的一声 锋利明亮的刀 直接飞落到地上 趁绑匪们愣神之际 婉婉和顾方池两人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找来了两把扫把 直接朝绑匪小弟身上 用力打过去 见小弟被两个小鬼 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绑匪老大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掏出一把黑色的手枪 他举起手枪 用黑漆漆的枪口 对着婉婉 见小丫头被吓得不敢动他 就得意地说道 不是挺厉害的吗 打呀 怎么不继续闹了呀 婉婉的直觉告诉他 那个武器看起来很危险 他一只手藏到身后 偷偷给自己 启动了个护体法阵 见绑匪说粗话 他的小豹脾气也上来了 包子脸顿时皱了起来 对着绑匪就说道 我就站在这你也打不着我 绑匪老大被气得差点吐血 心想小屁孩还敢挑衅自己 下一秒就朝着小丫头 和队长和新徒弟一块下楼 心里总有些不安 正准备折回去再看看情况 没想到楼顶传来一声巨响 这熟悉的声音 让他瞬间脸色惨白 他脸色凝重 把腿开跑 只留下了一句 是枪声 边跑边想那家人果然有问题 可恶 自己刚才应该进屋子好好查一遍了 师徒两人好不容易跑到了顶楼 本以为需要好一番的探查 没想到刚到楼梯拐角 就听见了两个孩童的声音 小男还在说 你们双手举过头顶 小女还在说 哭 哭什么哭 晚晚三岁都没哭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哭了 和队长进来见到手里拿着枪的晚晚 不确定地喊了一下他的名字 晚晚见来人是自己认识的警察 立马开心地喊了对方一声和穷哥哥 两个绑匪见警察折返回来 顿时像看到亲爹亲妈一样 眼泪鼻涕横流 两人争先恐后地表示 愿意自首 愿意坦白 和队长抱着怀里可爱的小姑娘 不敢置信地听着两个绑匪 诉说着小姑娘的种种 说她简直不是人 小小年纪力气特别大 说她能拽着人到处飞 说子弹也打不到她 和队长连爱地摸了摸小姑娘的脑袋 开玩笑地问晚晚道 他们说得好像被你折磨了一样 这究竟是 顾芳池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太玄乎了 用科学没办法解释清楚 出于保护晚晚的心思 他出声转移了话题 简明恶药道 他们绑架的目标是她 然后看了一眼晚晚自责道 她是被自己连累的 和队长问小姑娘 是这样的吗晚晚 晚晚先去拉住顾芳池的手 然后再摇头表示道 她不是被连累的 她是自愿大 她看起来还挺骄傲地说道 今天保护了顾芳池的安全 晚晚感觉很开心呀 顾芳池被小姑娘这直白的话 说得脸都红了 和队长听后表示 好吧 自己已经联系好他们的父母 来接他们了 详细的情况 回局里再说吧 和队长忙着审讯两个绑匪 新徒弟就和两个小朋友说了一下 和警官还有些事要问他们 让他们坐着等一会儿 顾芳池现在想想就后怕 他先是克制着说道 晚晚 这次绑架让你陷入了危险 当脑中浮现出绑匪 拿着手枪 正对着晚晚的画面时 他的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道 我不想你因为我遇到不测 总之今天真的谢谢了 他最后一个蟹子还在嘴里 晚晚的头就倒在他的肩膀上 人已经睡着了 听到枪声的和队长 立马赶去案发现场 谁知他看到的 竟是人质安然无恙 绑匪们却在跪地求饶的一幕 把绑匪们和两个小人 一起带到了警察局 和队立马对绑匪们进行审问 问到了一些有用的线索后 他准备找两个孩子问问情况 结果他看到的一幕是 晚晚已经靠在小男孩的肩膀上睡着了 而小男孩正挺直着小身板 一动也不敢 顾芳池见和队来了 就问到他们可以走了吗 和队告诉他 还要再等一下 两人的说话声把晚晚吵醒了 看着蹲在面前的和队 晚晚笑着打招呼道 和穷哥哥 然后他满脸期待地问道 犯人都被抓起来了吗 和队很喜欢这个小姑娘 告诉他还没有 可能还需要些时间 和队想起绑匪的交代 一周前有个女人来找他们 说去帝都绑架一个孩子 五百万作为定金 剩下的必须等事成之后 再转给他们 当时和队就觉得 这个案件的疑点还有很多 哥哥能不能先问 晚晚和小吃一点事情 和队趴下到小朋友 用最温和的语气 和他们商量着 见两个小孩子已经做好了 和队就开始问问题了 我们勘察房间的时候 发现墙壁上有一把包 晚晚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晚晚听后立马抢答道 知道呀 就这么羞的一下 飞进去了 和队小声地询问了一旁的小男孩 顾芳池点了点头 表示认同晚晚的说法 心想姑且看看 能不能这么敷衍过去 好在和队只是多看了他一回 没有继续追问这件事情 就见和队和上记录的小本子 然后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一个红色的锦囊 问晚晚可以告诉他 为什么里面的符纸会变成这样吗 晚晚接过锦囊打开一看 原本黄色的符纸 已经变成了一堆灰烬 再看了和队一眼 见对方之前那浓重的死气 已经消失 说明这一劫已经躲过去了 他生气地鼓起小脸道 因为和穷哥哥不听话 所以晚晚的符帮你挡了死劫啊 听到死劫两个字 和队想起前几天确实有这么一次 他在追逐犯罪团伙的途中 险些被他们的子弹击中 就在子弹挨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忽然觉得自己腰间的口袋一热 子弹紧接着忽然拐了个弯 听说晚晚的长辈 是传说中特殊部门的人 那他的能力也就不奇怪了 和对更加喜欢眼前的小女孩了 他摸了摸晚晚的头说道 原来如此 那哥哥的问题都问完了 耳机里传来同事的声音 他把刚收到的消息告诉两个孩子 他们的家长快到了 他们可以留在这 或者到外边的警厅等都行 晚晚听后连忙大喊道太好了 然后拉着顾方池就往外面狂跑 晚晚跑得快 顾方池一拳一拐地努力跟着 一个亮枪顾方池就往前摔了过去 晚晚见他摔倒 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关心地问道 你的腿怎么了 皱眉这动作正好被顾方池看见了 他向来心思敏感 觉得晚晚也在取笑自己 他在一岁十一外成了残疾 因为被嘲笑就习惯用 慢慢走来掩盖这件事 本来不仔细看的话 很难瞧出来 可刚才被拉着跑了 顾方池脸上的表情瞬间收拢 心里正别扭着 直接对晚晚说道 不关你的事 看着突然变脸的好朋友 晚晚心想对方是饿了吗 还是觉得被自己嫌弃了 没事带他掐指算上一算 他自动屏蔽了好朋友的抗拒 拉起对方的手 认真说道 晚晚没有嫌弃你 刚才是在想怎么治好你的腿 见顾方池不信他赶紧保证道 我没骗你啊 我本事大着呢 我真的可以治好你的腿的 小萌娃掐指一算 知道顾方池误会自己了 拉起他的手解释道 自己没有嫌弃他 皱眉是因为在想该怎么治好他的腿 见好友的神情松动了 晚晚赶紧保证道 只要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他一定能让好友和正常的小朋友一样 又蹦又跳 晚晚直接问好友相不相信他 顾方池虽然心里不相信 但是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表示相信对方 晚晚听后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这时他们的家长也赶来接他们了 晚晚听到身后老父亲的呼唤声 立刻朝声音的方向 跟个小炮弹一样飞奔过去 边跑边说道 爸爸我好想你 苏爸爸一把抱住自己的宝贝女儿 连忙关心地问道 晚晚有没有受伤 另一边顾爸爸见儿子身上 只是挂了几道彩 心中的担心 瞬间放下来了一大半 只不过父子二人见面就寒暄了一句 紧接着谁都没在开口 苏爸爸看着顾家父子的相处方式 总觉得怪怪的 这时候和队长和他的新徒弟赶了过来 他向顾爸爸说道 关于这次绑架案的情况 刚才在电话里已经和您说过了 后续我们会继续跟踪调查的 请您放心 晚晚正打量着顾叔叔的面相 发现他的脸色好像还是不太妙呀 顾爸爸低头看到好友的女儿 正抬着小脑袋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 他不解地问道 晚晚怎么了 只见小姑娘言之凿凿道 顾叔叔我关你硬堂发黑 阴气缠身 恐有生命之忧啊 顾爸爸觉得他好像没能理解小姑娘的意思 就看向了好友苏季周 只听好友笑着介绍道 老顾这是我女儿晚晚 先前你们见过的 蹲下身子想摸宝贝女儿脑袋的苏爸爸 发现女儿竟然跑到好友那边去了 还在和好友保证着 会让他长命百岁的 见顾叔叔没说话 晚晚还以为他是在害怕 连忙安抚地说道 顾叔叔放心 晚晚真的能救你 就是您能不能答应晚晚一个事 顾爸爸弯下身子 配合地接话问他是什么事 晚晚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手指不停地搅着 轻轻道 就是顾叔叔你过生日的时候 能不能多分块蛋糕给晚晚 说完 那张小脸都红透了 顾爸爸听后大笑道 周哥 你这女儿也太可爱了吧 然后蹲下身子揉了揉晚晚的脑袋道 正好我缺个女儿 要不你把女儿借我养两天 苏爸爸听后脸色一黑 毫不客气道 借个屁 苏爸爸立马冲过来 把女儿拉到自己身边 抬眸撇了好友一眼道 你再生一个 也生不出这么可爱的女儿 见两个爸爸在那里斗嘴 顾方池走过来 有些担心地问道 晚晚 我爸会没事的吧 晚晚点点头 拍着小胸腑保证道 顾叔叔会没事的 我们是朋友 晚晚一定会保护你们的 顾爸爸听到了晚晚说的话 立马过来和他们说道 你们是朋友 小吃今年已经五岁了 以后晚晚得喊他哥哥才行 接着他眼中闪过一丝细血 小声地又哄道 而且晚晚以后不能喊我叔叔了 小可爱晚晚立刻捧场地问道 那我叫你什么呀 顾爸爸理所当然道 叫干爹啊 对独子都很冷淡的顾大总裁 竟想又哄他当干女儿 只因他的魅力真的是无人可挡啊 晚晚睁大眼睛迈着小短腿 急冲冲地跑到了苏爸爸的身边道 爸爸顾叔叔说 以后要让我叫他干爹 苏爸爸无语归无语 但还是耐心地蹲下身子问女儿道 那晚晚愿意吗 他略作思考 点着脚尖 凑到老父亲的耳边说道 如果顾叔叔愿意每次见面 都给晚晚买个蛋糕的话 晚晚还是愿意的 他觉得自己说的是悄悄话 实际上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 苏爸爸无奈地用手指 戳了戳女儿的额头 见他这么弹吃 一时间哭笑不得 顾爸爸听到一块蛋糕 就能多一个软萌可爱的小闺女 开心地手舞足蹈 晚晚伸出小手指 要和干爹拉钩 顾爸爸实在是太爱眼前 这个可爱的小姑娘了 想要热情地去抱住小姑娘 顾方池只能用力抱住他爸 劝他冷静点 别吓坏了他的晚晚妹妹 晚晚这次倒是十分开窍 脆声声地喊着他小吃哥哥 顾方池被这声哥哥喊得不知所措 耳垂瞬间通红 一向聪明的大脑此刻一片空白 此刻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晚晚又甜甜地喊了他一声小吃哥哥 然后巴唧一口亲在了他的脸上 夸奖到小吃哥哥最好了 顾方池的脸顿时红地 像极了一只主书的瞎子 手足无措起来 看着儿子第一次露出这种表情 无良的顾爸爸忍不住掏出手机 给他拍照留念 顾方池见状去抢顾爸爸的手机 要把那照片删了 顾爸爸死活不让删 苏爸爸和好友说道 时间不早了 我带晚晚先回去了 顾爸爸也回道 好的回头见 第二天苏家一家老小 都没能准时起床 晚晚更是一觉睡到了下午 醒后还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苏爸爸见女儿醒了 让他快过去吃东西 听到有吃的 晚晚立马飞奔到餐桌前 看到一桌子的美味 还有他喜爱的布丁 晚晚觉得他更饿了 肚子也咕咕地响了起来 他直接捂着小肚子 眨巴眨巴眼睛道 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呀 苏爸爸瞬间被女儿这模样给逗笑了 恋爱地摸摸他的小脑袋道 晚晚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掩耳盗铃啊 等女儿吃好苏爸爸才和女儿道 今天晚晚不用去幼儿园了 好好在家陪爷爷吧 爸爸先去公司了 苏爷爷就问孙女道 晚晚爷爷要出去钓鱼 点点头表示要去 见小孙女这么黏自己 苏爷爷内心满足极了 平日里晚晚不是被他爹霸占着 就是被苏启怀那臭小子霸占着 他都找不到时间和自己乖孙女培养感情 他立马吩咐人去准备车和吊具 今天他要和他那些好友 好好显摆显摆自己家宝贝乖孙女 刺激开车把苏爷爷和晚晚送到了野钓的地方 苏爷爷估计是这里的常客 有人见他来了还惊讶地表示 昨天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来的 今天怎么又想得过来了 苏爷爷闻言乐呵呵地抬起头 语气中带有几分得意道 今天是孙女过来陪我钓鱼 钓友一愣 这才注意到苏爷爷身后的婉婉 听到一个软软糯糯的声音 甜甜地喊着爷爷 一群钓友都稀奇不已地看了过来 他为了一块蛋糕 竟给自己认了个干爹 只因他是一个妥妥的小吃货呀 苏爷爷的钓友们见婉婉长得乖巧可爱 都对他喜欢得不得了 都喜欢来摸摸他的头 已是喜爱之意 钓友们又是极度又是羡慕地 对苏爷爷说道 你这孙女真怪 我们家都是小子烦人得很 老人的语气里 全然是对自家孙子的嫌弃 晚晚看了看老人的鱼竿提醒道 爷爷你的鱼上钩了 老人见自己的鱼竿在抖动 明显是有鱼上钩了 他连忙死死地抓着鱼竿 一步步地开始收网 最后成功把鱼拉了上来 这边的动静不小 见有人钓到了大鱼 全都围了过来 一个个地都十分眼热 七嘴八舌地说道 老姑厉害啊 这么快就钓到了一条大鱼 这鱼估计得有七八斤吧 晚晚见爷爷也有些眼热 立马安慰道 爷爷没关系的 你会钓到比这更大的鱼的 苏爷爷听后立马眉头一扬 心情舒展地开来 这时旁边有人冷哼一声 不屑地说道 一个小娃娃的话 怎么能当真呢 刚钓上大鱼的老姑却说道 我信这娃娃说的 他可灵力了 然后和苏爷爷打了声招呼 就去其他地方钓鱼了 苏爷爷嘴里念叨着大鱼大鱼 就坐等着鱼儿上钩了 一旁的晚晚开心地 从保镖手上接过奶茶 苏爷爷惊喜地发现 鱼线刚放下去没几分钟 就开始动了 他来不及多想赶忙收线 等他把鱼钓上来时 不少人又围了过来 看着苏爷爷钓的大鱼 羡慕和赞叹的声音分支踏来 老爷子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真是一条大鱼啊 你这孙女该不会就是井里在世吧 说话这么灵 忽然耳边传来了扑通的落水声 大家转头看去 就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掉在了河里 原来落水的是熟人老顾 苏爷爷一边脱掉身上的外套 一边让人赶紧报警 然后他就在众人的震惊中 跳进了冰冷的河里 保镖想要跳下去一起救人 无奈身边还有一个小孩的 他忍不住安慰晚晚小姐道 老爷子会平安回来的 晚晚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 满是骄傲道 我爷爷真棒 他笃定地说道 待会儿爷爷就回来了 因为刚刚他已经给爷爷算过 此番救人是没有危险的 他让保镖去准备一些毛巾给爷爷 突然天空响起轰隆隆的惊雷声 晚晚感觉不对 就见刚才还风平浪静的河面水流 忽然湍急了起来 只见明明刚才都还是好好一条河 现在满是阴气 甚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煞气 爷爷跳进河里救人 他却是一副满脸骄傲淡定的样子 只因他已经给爷爷爷算过 此番救人是没有危险的 谁知惊陷意想 天空响起惊雷 偷偷跑到了河堤的高处 他边跑边从随身携带的包包里 抽出一张葫芦 拿在手里以备不时之需 他终于看到了自家爷爷 爷爷马上就能救起雇爷爷了 苏爷爷拖着老顾往岸上去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有东西 把他再往下拉 晚晚在岸上感觉到 爷爷那边情况不太好 他不能再等下去了 他快速掐了一个守绝 口中念念有词道 赫赫扬扬 日出东方 无斥此福 无扫不详 降服妖怪 化为吉祥 口诀一出 手中的福禄向河里扔去 原本还湍急的河水 瞬间平静下来 他还没来不及放下心来 就见平静下来的河水 又有了湍急之事 苏爷爷也感觉到了 异样和老顾道 不好了看来 我们得快点回去了 晚晚知道现在时间紧迫 不得不掏出一把迷你刀 闭上眼狠心 在自己的手指上滑了一道 烟红的血液 瞬间从皮肤里涌出 他忍着痛眼泪 汪汪的用流血的手指 快速在空中化起伏来 当空中出现一道红浮石 晚晚立刻沉眸掐绝道 风生水起 随我驱化 只见天上的阴云瞬间散开 倒到金光洒向河面 河水也终于平静下来了 这时在河里的苏爷爷 瞬间觉得自己周身暖了不少 就连力气也恢复了几分 他还在给老顾鼓着劲 坚持一下我们就快上岸了 晚晚见到那终于恢复平静的河水 这才松了一口气 苏爷爷带着人快到岸边时 保镖连忙下水去接两人 两人上岸后 老顾被救护人员看顾 苏爷爷立马拿过保镖 递过来的毛巾擦拭 晚晚从河堤上跑下来 看见爷爷变成了一只落汤鸡 直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苏爷爷见到自家宝贝孙女哭了 知道自己刚才下水冲动了 吓到小姑娘了 赶紧跟孙女认错道 晚晚对不起 都是爷爷的错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苏爷爷带着晚晚刚回到家 就打起了喷嚏 苏爸爸见苏爷爷浑身湿透 忍不住地问道 爸 你们今天不是去钓鱼了吗 不会钓水里了吧 晚晚立马纠正爸爸的说法道 才不是呢 爷爷去见义勇为了 是英雄 但一想到今天要不是有他在 爷爷就差点游不上来了 他就感到一阵阵的后怕 开始抽气了起来 他抽抽爷爷的说道 都是晚晚没用 我不想爸爸出事 不想爷爷出事 也不想哥哥们有意外 都是晚晚没用 说完哭得更伤心了 苏爸爸神色一顿 明显听出了女儿话里有话 他一边安抚着女儿一边心想 晚晚是看出什么了吗 不然为什么会这样讲 宝贝女儿抽抽爷爷诉说的话语 竟让他神色大变 只因他已见识过女儿的神通 苏爸爸明显听出了女儿话里有话 他一边安抚着女儿 一边向佣人们示意让他们先退下 见只生自家人了 他才温声地问女儿道 晚晚为什么说 不想让爷爷爸爸和哥哥们出事 就听女儿打了个小哭嗝后说道 家里全是黑雾和英气 但是晚晚不知道怎么办 说完女儿再次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边哭边自责道 晚晚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师门 苏爷爷见到宝贝孙女哭了 整个心都揪了起来 连忙安慰道 晚晚还晓着不是晚晚的错 晚晚哭完自己给自己擦了擦眼泪 然后又接着说道 早知道道关外的生活这么阴险 师兄弟们上课的时候 我也应该多听听 今天爷爷救人本来好好的 没想到河里突然多了好多煞气和英气 苏爷爷听后大惊失色 他虽看不见孙女说的那黑雾 还是英气的东西 但他救人的时候 真的感受到了有一股不明力量的拉扯 他爱怜的摸了摸孙女的小脑袋 和蔼地问道 所以是晚晚救了爷爷 是吗 晚晚听后捶下了头自责道 晚晚没用 只能暂时解决危机 苏爸爸过来摸了摸女儿的小脑袋后 柔声安慰道 那是因为我们晚晚还小 等晚晚长大了 就能解决家里的事了 晚晚听了爷爷和爸爸的鼓励后 使劲地点了点头 认真的说道 晚晚一定会保护大家的 想到他刚好买了新的符纸 就迫不及待地去画符了 在爷爷和爸爸的目瞪口呆下 他奋笔疾书 直接一口气画了几十张平安符 平安符画好后给了大哥一张 又给了爷爷一张 再给亲爱的老爸一张 然后连在外的几个哥哥都没有落下 也是一人一张平安符 郊外 一所破旧的道观里 摆着一张金红色的桌子 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法器 两个男人站在法坛的中央 嘴里嘀嘀咕咕地念着众 哼的一声 他们面前的香炉突然炸开 其中一个年纪大的男人 瞬间被炸飞鸡米远 倒在地上大声呼痛 年轻男子立马去扶他 关心地问道 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 年长的男人艰难地说出了两个字 反噬 年轻男子不敢置信道 怎么可能 苏家不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吗 年长的男人漆黑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邪笑 凄厉沙哑的声音在道观里响起 苏家还有点本事 竟然找了个道行不错的道士 然后他攥紧拳头道 但是那又怎么样 一年之内 苏家的所有人 一个也别想活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照到苏家的大别墅时 晚晚就从大哥的怀里起来 他太渴了 他要喝水 苏大哥睁开眼睛 就看到妹妹在喝水 感受到大哥的目光 晚晚连忙道 大哥 你醒了 苏大哥笑着点了点头 摸着妹妹的小脑袋打招呼道 早上好 小妹 然后就下床穿鞋 起身去了浴室 他走了几步 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 瞬间睁大了眼睛 苏大哥一大早就被吓得目瞪口呆 他竟然又能走路了 只因他的腿 从车祸后 就被断言没救了 苏大哥和小妹打过招呼后 就准备去浴室洗漱 他走了几步 听到身后 传来小妹欢快的声音道 大哥你能走路了 这时他才反应过来 自己今天和往常的不对劲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 瞬间睁大了眼睛 他感觉自己的双腿更有劲了 紧接着又缓缓地向前走了两步 虽然艰难 但是真的可以独自行走了 他眼中充满了惊喜 顾不得自己还没有洗漱 走过去抱起小妹 在他脸上亲了两口 婉婉也不嫌弃 在大哥的怀中咯咯笑 他要把大哥能走的消息 立马去告诉爸爸和爷爷 他一边跑着下楼 一边大声喊着 大哥的腿好了 大哥的腿好了 苏爸爸听到女儿说的话后 立刻来找大儿子 确认这个好消息 从大儿子口中得知 他真的能走了 苏爸爸顿时喜极而泣 大儿子的腿 一直是压在他们 所有人心上的一件事 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早餐 婉婉开心地吃着喜欢的食物 忽然问苏爸爸 大哥能走了 以后是不是就能带婉婉散步了呀 苏爸爸脸上满是高兴 恩了一声道 等你大哥好了 我让他背着你跑 婉婉听后 还不忘问问大哥可以吗 对于小妹的要求 苏大哥从来不会拒绝 他承诺小妹道 以后大哥带婉婉出去玩 婉婉一下子抱住了自家大哥 开心地说道 嘿嘿 大哥最好了 婉婉最喜欢大哥了 苏爸爸听后吃味地问女儿 那婉婉就不爱爸爸了吗 婉婉的反应可是超快的 他立马到自己爱爸爸 也最爱爷爷了 苏爷爷听后 哈哈大笑道 想不到我们婉婉 还是个端水大师呢 绑架事件发生后 今天是婉婉第一天上幼儿园 苏爷爷 苏爸爸和苏大哥 一起来送他上学 苏爸爸是操不完的心 交代女儿包包里有零食 如果还没吃饱 就让小池带他去 隔壁的小学买东西吃 婉婉点头答应挥手 和家人告别后 就迈着愉快的步伐 进幼儿园了 他在幼儿园的门口 看见了自己班上的老师 热情地打了一声招呼 绵绵老师没想到 苏婉婉今天竟然会来上学 还震惊了一下 婉婉问老师 今天顾芳池来上课吗 绵绵老师忍不住逗逗婉婉 嗯 你们两个小朋友 是不是约好的呀 一起来上课了 走 我带你去教室找他 一进教室 他就看见了在桌子上 坐得规规矩矩的顾芳池 立刻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顾芳池听到婉婉的声音 立马朝他的方向看去 就见婉婉张开双臂朝他飞奔来 他心头一紧 赶紧从位置上站起来 扎了个马步 想要接住像小炮弹一样的婉婉 人是接住了 可惜一个没站稳 两个人一起摔到了地上 老师赶忙上前查看情况 好在两个孩子都没事 可是刚才婉婉的动作 还是吓到了他 就严肃地和小姑娘说道 婉婉下次 不可以做这么危险的动作咯 见婉婉在那里很是不好意思 顾芳池立马表示他没摔腾 婉婉从包里拿出了巧克力 喂了一块给顾芳池 顾芳池感觉嘴里的巧克力真甜 婉婉正准备在为他吃一块时 一旁的小胖见到后 也要婉婉为他吃一块巧克力 顾芳池听到小胖说的话后 一双漆黑的毛子直勾勾地盯着他 小胖后背发麻 被吓在位置上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下一秒小胖脸色一变 哭得昏天暗地道 赖皮蛇吃小孩了 顾芳池健壮得意地 吃着婉婉投喂过来的巧克力 他正在投喂小竹马 竟被没眼色的小霸王要求也要驼喂 小竹马给了对方一个死亡凝视 只因他在小竹马心中是独一无二的 向来胆大的小胖被吓得脸色一变 哭得昏天暗地道 赖皮蛇吃小孩了 小胖一边哭一边用手背擦眼泪 还不忘着老师告状 顾芳池吓他 老师一听顿时有些不相信 毕竟顾芳池因为身体原因 在班上几乎没什么存在感 可是看着小胖哭得这么伤心 老师还是耐心地问道 他怎么吓你的 听小胖说顾芳池是用眼睛吓他的 老师继续引导地问道 那顾芳池为什么要吓你呢 抽抽叶叶的小胖还没来得及回答 婉婉就挡在顾芳池身前抢先告状道 老师 小胖说小池哥哥是赖皮蛇 小胖他说谎 小胖想要反驳 可是他刚刚确实那么说了 见婉婉牵着顾芳池的手走了 还说以后再也不和他玩了 小胖抱着老师伤心地哇哇大哭起来 婉婉这次是真的很生气 连吃美食都无法让他像往常那样开心了 他一边吃着一边心想 下次小胖再这样自己就画个圈圈诅咒他 这个想法一出来 他立刻想起师父的教导 自己是不能乱用道法的 他只能化生气为食欲了 大口大口地吃着晚饭 苏爸爸见女儿不愿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想到了一个好方法让女儿能开心点 于是告诉婉婉明天要去他干爹家吃蛋糕 听到吃蛋糕 婉婉顿时觉得被治愈了 他立马满屑复活 精神抖走地高喊着吃蛋糕吃蛋糕 苏爸爸见活力四射的女儿终于回来了 也配合的在一旁鼓掌 婉婉想到明天那好吃的蛋糕 决定要给干爹去准备生日礼物 第二天参加干爹生日宴之前 婉婉在为穿什么衣服而烦恼 只因他被各种各样的衣服挑花了眼 一旁的苏爸爸打去女儿道 婉婉这么喜欢小池吗 当听到女儿的肯定回答 他面上还是笑嘻嘻的 心里对老姑父子那个怨念深啊 可恶啊 老的小的都要来抢他的宝贝女儿 婉婉从自家车子下来 看到眼前的顾家老宅 忍不住惊叹出声道 爸爸 小池哥哥家好大啊 苏爸爸忽然想到自己女儿 没去过苏家老宅 他忍不住道 我们家的老宅也这么大这么气盘 等什么时候 爸爸带婉婉回老宅看看 一进门就有很多人和苏爸爸打招呼 婉婉就到处寻找他干爹 经过一番寻找终于找到的干爹 他立刻朝干爹飞奔而去 顾爸爸见识他宝贝干女儿来了 立马弯下腰笑容满面地要去抱他 找找原因了 他问干爹小池哥哥在哪里啊 顾爸爸告诉他 应该是在后院跟小孩子玩吧 听到小池哥哥的消息后 他先给了干爹一个礼盒说是生日礼物 然后就迫不及待地 从干爹身上跳了下来 去找他的小池哥哥了 顾爸爸好奇地打开礼盒 被里面的金光四射愣住了 当他拿起婉婉送的礼物 感觉整个人都好舒服 忍不住地黑黑笑了起来 看来他这干女儿 真的是个宝贝疙瘩 婉婉一边跑 一边想等下小池哥哥 见到自己肯定会很激动的 他一到后院就看见了顾芳池 但现场情况算不上多好 他就见三个小孩围住顾芳池 口气十分不好 有人说顾芳池 今天你必须跟小燕道歉 有人说对 不然我就告诉曹阿姨去 说你欺负顾燕 还有人说真以为你是顾家大少爷 一个小瘸子也配当顾家的少爷 真是搞笑 三个男孩说话十分恶劣 听得婉婉气地攥紧了小拳头 顾芳池是我苏婉婉罩着的 以后再欺负他 小心倒霉哦 就在婉婉刚到后院 就见三个小孩在欺负小池哥哥 他们说话十分恶劣 把他气得攥紧了小拳头 其中一个男孩说话越来越恶毒 顾芳池 我妈说了 他要是你 都不愿意活在这个世上了 顾芳池没有反驳 他知道现在就自己一个人 在他们三人面前占不到任何便宜 他只能让自己隐忍着 三个男孩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 朝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 便看见一个小女娃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们 最重要的是手里 还拿着两根大树枝 说话最难听的那个男孩 直接不客气地问道 你他妈是谁啊 谁让你进来的 婉婉气不打一出来 神情轻蔑地说道 我是谁 我是来教训你的人 话刚说完 他就直接挥舞着树枝 朝那人身上招呼去 他用树枝抽的那人疼得眼泪直流 逼那人向小池哥哥道歉 那人在躲避树枝抽打的时候 不小心被脚下的小石块一半 整个人摔倒了地上 疼得他眼泪直流 为了面子他擦干眼泪 耿着脖子怒声道 你到底是不是女孩子 婉婉一手拿着树枝一手插腰道 我还是宝宝呢 他用树枝指着摔倒在地的人问道 你为什么要欺负顾方池 那人立马带着哭枪道 他欺负顾燕了 婉婉回过头低声问道 小池哥哥 顾燕是谁啊 顾方池低着头说道 我后妈的孩子 我没欺负他 他万分相信自己的小池哥哥 理直气壮地说道 听见了吗 小池哥哥没欺负过顾燕 男孩从地上爬了起来咬咬牙道 他放屁 小燕想要平安服 他不给就算了 还把小燕给推到了地上 他还是很怕婉婉手里的树枝的 先推到安全距离 然后嘴里又不甘不尽道 果然我妈说的对 他就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小灾心 婉婉听他这么说气的 又想去抽他一顿 被顾方池拉住了 然后听到小池哥哥声音低落道 他们说的对 我就是个灾心 婉婉大声反驳道 小池哥哥才不是灾心了 阿姨去世的时候 小池哥哥还这么小 能有多么错 是男人妈妈不好 喜欢给人乱扣帽子 顾方池看着眼前的女孩 感觉她就是自己 黑暗人生中的那一女亮光 婉婉对着那三个男孩大声道 你们记住了 顾方池是我苏婉婉要罩着的 你们以后要是再欺负她 小心倒霉哦 说完她便拉着小池哥哥离开了 等只有两个人的时候 立马问她有没有受伤 听到小池哥哥说没有受伤 她还放心了 顾方池突然停下脚步 让她以后不要随便捡地上的树枝 脏死了 婉婉遗憾地表示 这不是没带她的宝贝七星剑来吗 她一定不会让人再有机会 欺负小池哥哥的 顾方池想到 婉婉刚才护着自己的模样 心头一软 从出生到现在 自己身边出现过无数的恶意 除了自己父亲 还是第一个有人愿意站出来帮她的 她忍不住说道 婉婉 哥哥没你想得这么好 她坚信小竹马是好人 只因对方是她第一个 见到身上既有金光又有紫气的人 顾方池心里五味杂陈 她忍不住说道 婉婉 哥哥没你想得这么好 婉婉一把抓住小池哥哥的手 一脸坚定地说道 小池哥哥是婉婉见过最好的人了 开什么玩笑 小池哥哥可是身怀紫气和无数的道德金光之人 如果这都算不上好人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 两人手牵着手在庭院里溜达 婉婉突然看到了一片新建的青墙 有些害怕地躲在小池哥哥身后问 那里是哪里啊 顾方池看着婉婉指的方向 不慎在意地说道 前段时间失火 家里还没请人来修 见婉婉害怕 顾方池就提议她先从自己身上下来 然后两人在一起回去 两人刚走没多久 婉婉又停下了走步 顾方池见状忍不住问道 怎么 婉婉看着散发这阴气的墙说道 小池哥哥 这面墙好像不对劲啊 顾方池闻言 实在看不出这墙有什么不妥的 见想上手去查看一门 婉婉看到那些阴气 朝小池哥哥身上缠绕而去 立马拉着小池哥哥后退 婉婉再次开口问道 小池哥哥 这面墙是新建的吗 前段时间老宅失火 这面墙被烧毁了 后来重新建了一面 婉婉耐心地朝他解释道 师父说过答 任何住宅都讲究风水 一命二运三风水 此处正值东方为生门 建筑时不可高六尺或七尺 而这面墙明显已经超过了 你知道超过意味着什么吗 顾方池对这一块并不了解 便摇了摇头 婉婉激动道 运气好是破财 运气不好那叫索命 小池哥哥 你家风水被改动了 顾方池沉思了一会儿忽然道 婉婉要不要去宅子那看看 婉婉点点头道 我来找小池哥哥 就是为了这件事 刚才那几个小坏蛋一打岔 婉婉都快忘了 来找他们的顾爸爸 招呼他们快回去吃蛋糕 一听到有蛋糕吃 小池或婉婉顿时什么都忘记了 就想马上吃到蛋糕 要不是被小池哥哥死死地拉住了手 以他的速度估计都跑到主宅了 想到还有事情没做完 他尴尬地和干爹说道 等他干完正式再去吃蛋糕 其实婉婉只要一想到美味的蛋糕 不能马上吃到 就在心里偷偷流泪 顾方池牵着婉婉就往屋里走 他趁机左瞧瞧右看看 一进门 他就发现了小池哥哥家的地势不对劲 他指了指大门 窗户这些地方 认真说道 在风水穴上 大门不能冲阳台 窗户不能冲后门 轻则断台 仲则身体出现问题 久治不育 然后又指着养鱼的地方说道 离火未不能养鱼 晚晚看了一圈 发现整个主宅有很多地方 甚至在很久之前 就有了改动的趋势 走累的他一屁股坐到地上说道 这么多问题 肯定不是巧合了 顾燕一口一个瘸子 并且让他妈妈 把小池哥哥关起来 不给他饭吃 不给他水喝 干爹 你们家都这么惩罚小孩的吗 就在刚刚晚晚看出 顾家老宅有很多地方 甚至在很久之前 就有了改动的迹象 顾家人的身体 也会因此逐渐变差 小池哥哥 家里是不是还有老人 这段时间出现过意外 或者生过病 顾方池听后大惊 除了我爸外 爷爷一直居住在老宅 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大好 前段时间去河边钓鱼落了水 所以这段时间 一直在家里养病 他这才明白了 为什么小池哥哥身上的 金光和紫气会时弱 原来原因就出在这里 他拉起小池哥哥的手 语气不禁严肃了起来 小池哥哥 家里风水被改动是小 小池垂谋问 有没有破解的方法 听到小池哥哥这么问自己 婉婉立马点头说 有破解之法的 心中暗想 可不能让小池哥哥知道 自己还要回家去翻书 那太丢人了 婉婉正想着 突然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 他啪哒一下 被推到在地 这时听到一个 嚣张的小男孩说话的声音 我当是什么 原来是只小老鼠啊 顾方池没料到 会突然出现这么一幕 心里一慌 赶紧上前把婉婉扶了起来 他回过头握着拳头 看着眼前的人 周身的气温低的吓人 顾燕 你找死 顾燕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顾方池 被吓得连连后退尖叫道 死瘸的 你走开 顾方池嘴角扯出一抹冷笑 拎起顾燕的衣领 直接将人提了起来 顾方池冷哼一声 直接把人轻轻松松地丢了出去 顾燕顿时疼地在地上 弯着腰坛叫 我要告诉妈妈 我要让她不给你饭吃 听对方这么威胁 顾方池就不打算放过她了 她毫不留情地 踩到了顾燕的脚踝上 婉婉在身后 看着这一幕忍不住地扎舌 但并没有出声阻止 婉婉感受到顾燕身上 若有若无的血腥味 不像是人的 更像是动物的 属于她身上的业障 也多得吓人 看来这个顾燕年纪虽然小 但是她手上可算不上干净 这边 曹叔听见自己儿子的惨叫声 连忙寻声找来 紧接着就看见 抱着脚踝痛哭的儿子 脸上温婉的形象 终于控制不住了 曹叔立马抱起自己儿子 用力一把推开顾方池 狠狠地看着顾方池 你疯了 怀里的顾燕都快疼哭过去了 抱着曹叔不撒手 妈妈 你把这个小灾心官小黑屋里 不准给他吃饭 不准给他喝水 话音刚落 就被曹叔捂住了嘴巴 他听到了有人靠近的脚步声 原本还一副凶狠的模样 此刻眼泪说掉就掉 脸上写满的悲气 小迟 我知道你不喜欢阿姨 但是你也不能拿你弟弟撒气 顾爸爸一上来 就看到这么一鸣 联想到妻子说的话 怀疑地问长子 小迟 你打的地链 顾方池抬眸 仍然息字如今 他欠打 婉婉这时候跑了过来 也不管大人们怎么想 反而还十分赞同地点点头 小迟哥哥说的没错 他就是该打 苏爸爸低声喊了一句女儿 事已婉婉过去 这毕竟是顾家的家事 他们是外人不好参合进去 婉婉撅着嘴 露出自己的破皮的手掌 委屈地告诉爸爸 是顾雁先推了我 小迟哥哥才生气的 想到帮自己的小迟哥哥 还被大人误解 他指着顾雁道 他之前抢我送给小迟哥哥的平安符 小迟哥哥没给他 他就让人去打小迟哥哥 要不是婉婉看见了 小迟哥哥就受欺负了 顾雁还一口一个瘸子 并且让他妈妈 把小迟哥哥关起来 不给他饭吃 不给他水喝 婉婉忍不住询问顾爸爸 干爹 你们家都这么惩罚小孩的吗 顾爸爸越听婉婉说 脸色越阴沉 他虽然和婉婉相处不多 但是知道婉婉并不是个说谎的人 他冷力的目光看向曹叔 神情严肃地问道 能解释一下吗 阿姨 顾雁杀害动物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他 这些无辜惨死的动物 他们会一直跟着你们 直到你们遭到自己该有的报应 就在刚刚 婉婉可不管是不是顾家的家事 反正他要凭着本心说话 直接明晃晃地向干爹告状 顾雁还一口一个瘸子 并且让他妈妈把小吃哥哥关起来 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 说完刚才那些 他还不可置信地再次开口问 干爹 你们家都这么惩罚小孩的吗 顾爸爸相信婉婉是不会说谎的 脸色阴沉地问一旁的曹叔 这是怎么回事能解释一下吗 他见妻子不回话 看着对方的眼神又淋漓了几分 曹叔 小燕为什么要对自己大哥说这些话 曹叔浑身一阵赶紧道 我一来就看见小吃打小燕 就算小燕再不对 作为大哥也不能对着自己弟弟吓死手啊 婉婉见他在转移话题 立马指着他怀里的顾燕说道 那为什么他能对着小动物们吓死手啊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唯有曹叔和顾燕心头一挤 顾燕年纪小沉不住气 立马瞪眼反驳道 你放屁 曹叔也是皱了皱眉 小朋友 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做孩子要诚实 不可以乱说话 婉婉满脸认真的说 妈妈没教婉婉这些啊 苏爸爸先把女儿抱在怀里亲身安抚 随后冷着毛子道 不好意思 我妻子去世多年的确没有办法教我女儿这些 待在爸爸怀里的婉婉直接不客气地说道 阿姨 顾燕杀害动物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他 难道你不怕他们晚上来找你们吗 婉婉早已看出曹叔身上虽然没有业障 但是身上的阴气却一点也不少 而且阴气都是那些死去动物 他继续指出 你是顾燕的妈妈 他做的事情你肯定知道 可身为母亲 你却不阻止 我师父说 你这种叫顾方池见婉婉关键时刻卡辞了 小声提醒说 助纣为虐 婉婉听到后激动的连连点头 对对对 就叫助纣为虐 顾燕害怕了 红着眼大声道 死丫头你说谎 我才没有杀他们 婉婉可不怕他反问道 那你床底下的动物尸体怎么解释 顾燕生气的大吼道 你放屁 我明明藏到衣柜里的 听到儿子这么说 曹叔就知道完了 他连忙死死捂住儿子的嘴 婉婉吐了吐舌头表示 其实他也没算出来 只是炸顾燕的 曹叔心里恨死婉婉了 但他现在拿碗碗也没办 顾爸爸直接进了顾燕的卧室 将衣柜打开 一打开 便闻到了浓烈的血腥味 入眼所见一个 被垃圾口袋包着的东西 仍然有新红的血水透出 血腥味瞬间弥漫整个房间 顾方池反应最快 他看了一眼袋子里的东西 立马捂住了碗碗的眼睛道 别看 顾爸爸此时脸色黑的吓人 咬牙切齿道 顾燕 顾燕明白爸爸生气了 害怕地往妈妈怀里缩了缩 他试图狡辩道 爸爸 是有人污蔑我 我没有做过这些事 顾爸爸冷哼一声 那你说是谁做的 顾燕眼睛咕噜一转 指着顾方池道 肯定是他 他从小到大都嫉妒我 晚晚的小抱脾气 可不惯着他质问道 小池哥哥嫉妒你什么 曹叔见自己这个笨蛋儿子 一再找苏总家女儿的道 他知道不能再让儿子说下去了 等儿子说完 顾方池嫉妒我的腿 没有残疾 所以一直看我不顺眼 曹叔用力打了一巴掌 在儿子脸上 语气悲壮 都这个时候了 你为什么还不肯说实话 顾燕被打得脑袋嗡嗡作响 他捂着脸 惊讶地看着妈妈 等感受到脸上的痛 就哇哇大哭起来 曹叔此刻只想明哲保身 他还想装好人道 肯定是误会 怎么会是你大哥呢 晚晚却忽然开口道 阿姨 难道不是你叫顾燕 欺负小吃哥哥的吗 而且这些动物 不是你送到顾燕的房间的吗 晚晚打断他的否认 继续说道 不要急着否认 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因果 这些动物无辜惨死 他们会一直跟着你们 直到你们遭到 自己该有的报应 晚晚不想和他们母子 再多说什么了 他一边走出顾燕的房间嘴里 一边说道 人间有道 天理昭昭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他的话音刚落 曹叔忽然觉得自己身边 有一阵阴风吹过 虽然怕的背后冒起冷汗 但还是极力辩解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晚晚笑着对他说 听不懂没关系 以后你就知道 我今天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小池哥哥亲自给晚晚洗脚 他觉得晚晚的脚趾圆润光滑 因为被人捏着有些痒 脚趾头微微跳起 看起来可爱极了 就在刚刚 顾爸爸可是酒精商场的人 他略一思索 就把整件事了解了七七八八 没给妻子辩解的机会 直接命令道 曹叔 你先带顾燕回去 顾爸爸看着那袋动物尸体 头痛的扶恶问道 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理呢 他实在无法想象 这是一个四岁孩子 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不禁怀疑顾燕真是他儿子吗 这时候 晚晚忽然凑到了袋子边 开始翻动着动物尸体 大人们都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 晚晚解释说 现在整个屋子全是阴气 想要消散 得把他们超度才行 见爸爸蹲下身子 很是担心自己的样子 晚晚露出甜甜的笑容和爸爸说 没关系的自己不害怕 晚晚这时才发现 老爸和干爹脸色惨白 他还善解人意道 爸爸 干爹 你们要是受不了 就先去休息吧 晚晚一个人也是可以的 这话瞬间让顾爸爸受挫 他强忍着呕吐感连忙解释说 不用 你干爹我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这是小场面 他话音刚落 就收到自己大儿子无情白眼一眉 顾爸爸气得牙痒痒 想打这个不孝子一顿 不过当他看见地上一整排的尸体 内心又复杂起来 晚晚坐在一旁 手上掐绝 口中开始念起往生咒 煞时 众人感觉房间内的温度陡然上升 并且整个人轻松不少 随着晚晚的往生咒 小动物们的灵魂都得到了超度 他们的身上不再力气横生阴气环绕 慢慢趋于祥和 超度十分钟后 晚晚睁开双眼 看到身边还剩一只可爱乖巧的小黑猫没离开 就疑惑地问 你怎么还不走啊 然后抱起小黑猫 问他是不是有夙愿未了 听到小黑猫肯定地回答 晚晚就放他去完成夙愿 顾方池走到晚晚身边 将他搀扶起来 这时顾爸爸也走过来 柔声问干女儿 结束了 晚晚表示干爹找个地方 把他们埋了就可以了 一行人略做收拾 就一起去吃晚餐了 顾爸爸本来因为今天顾宴的是心情很不好 但是看见晚晚大快朵移地吃着东西 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不少 他邀请晚晚今天就住在他们家 苏爸爸也问女儿道 宝宝今天你要不要和爸爸在你干爹家休息一晚 晚晚听后立刻站到了老爸的大腿上 开心地宣布 他要跟小吃哥哥一块睡 吃好晚餐 顾方池便带晚晚来到自己的房间 晚晚一进屋 便四处打量了一下屋子 然后滋滋叉叉地说个不停 一会感叹小吃哥哥有好多书 一会感叹小吃哥哥的床好软 一会又疑惑小吃哥哥的房间怎么没有奥特曼啊 顾方池很是宠溺地听着晚晚说话 见他的兴奋竟消退了点 还让他过去泡脚 晚晚听话地点点头 蹬掉鞋子 坐在床边 乖乖地让小吃哥哥帮他洗脚 顾方池蹲下去给晚晚洗脚 他也是第一次给人洗脚 他觉得晚晚的脚趾圆润光滑 因为被人捏着有些痒 脚趾头微微翘起 看起来可爱极了 苏爸爸怕女儿不习惯 特意过来看看他 在房门前就看到臭小子给女儿洗脚的这一幕 又被女儿补刀问道 爸爸 你来干什么呀 老父亲顿时扎心不已 只能心塞地垂了垂胸口 晚晚见状 担心道 爸爸 你身体不舒服吗 老父亲故作坚强道 爸爸没事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淒厉的惨叫 鬼啊 晚晚见老爸和小吃哥哥都面路担心 告诉他们没事的不用担心 只是小黑去找孤烟报仇而已 这么快晚晚跟小吃哥哥就睡在一个被窝了 感受到小团子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顾方池身体僵硬 一动也不敢动 就在刚刚 苏爸爸摸摸女儿的脑袋 告诉他自己担心他怕黑 怕他不习惯 刻意过来看看他 谁知贴心小棉袄漏风了 说他不怕的 小吃哥哥对他可好了 还把他白嫩嫩的小脚丫子展示给老父亲看 这是小吃哥哥给我洗的 干净吧 苏爸爸见女儿如此开心 他只能强颜欢笑地离开了顾方池的房间 苏爸爸一出房门 总觉得走廊里阴风阵阵 想到女儿刚才说的话 他就觉得更害怕了 直接快步跑向自己的房间 晚晚见老父亲离开 就跟小吃哥哥盖在一个被窝里 他好奇地问小吃哥哥 一直都住在老宅吗 顾方池感受到晚晚身上散发出的淡淡香味 身体僵硬 一动也不敢动 他结结巴巴地说不是的 他轻柔晚晚的头发让他睡吧 而此时的晚晚化身成一个好奇宝宝 他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 小吃哥哥你的爷爷凶不凶啊 吃小孩吗 顾方池被他的问题问梦了 但还是回答道 我爷爷不吃小孩 晚晚继续说道 我爷爷一点也不凶 师父也不凶 但是以前来道观拜三清老祖的小孩 偷偷告诉我说师父吃小孩 顾方池嘴角抽了抽 觉得自己现在应该装睡 但最后还是说道 你师父也不吃 那些小孩骗你的 晚晚使劲地点头表示赞同 我也觉得你说的对 我师父怎么肯吃小孩吗 最多拿着棍子打小孩 顾方池听后皱了皱没问 你师父打过你 晚晚先摇摇头然后说 没有啊 我师父说打我会折哨 他生晚晚气的时候 都是打师兄师弟的 说完这些话后 晚晚就睡着了 顾方池帮他噎好被绞后 才躺下去睡觉 第二天 晚晚睡到了日上三杆才起来 顾方池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将他从床上拉起来 然后有模有样地 给他穿衣服裤子和扎便 睡眼惺忪的晚晚表示 他想吃蛋糕 顾方池不明白小姑娘 对蛋糕为什么这么执着 忍不住拍拍他的小脸蛋告诉他 马上要吃午饭了 晚晚一听有好吃的 瞬间来了精神 顾方池见状哭笑不得 他牵着晚晚来到客厅 晚晚见爸爸和干爹 坐在餐桌旁 抖着他们 立马甜甜地喊了一声爸爸 然后飞奔过去 手上拿着蛋糕的顾爸爸 立马也出声道 乖宝 干爹在这儿呢 当听到干女儿和他打招呼后 顾爸爸要不是碍于好友 在一旁虎视眈眈 早把晚晚抱过来亲了 晚晚交代干爹道 他回去就会开始做准备 最近一段时间 干爹一定要注意安全 吃过午饭 苏爸爸便带女儿回家了 他们回家之前 先去了一趟古玩市场 晚晚带爸爸 来到上次他买服的地方 老板一见晚晚来店里 心想大客户来了 立马热情地走过去问 小朋友 又来买服纸啊 晚晚点点头说 今天要五百张黄服 还要一块朱纱 老板面露为难之色道 不巧 今天服卖完了 说完他内心的小人在泪崩 看来大声一泡汤了 他挠了脑脑袋不解道 怎么回事啊 我明明算过你家还有服纸才对啊 哪知道老板听后大为震惊 赶紧解释道 小大师 是这样的 我们家的确还有服纸 只不过这些服纸 已经被天师会提前预定了 正在这时门内 又进来了几个盗袍少年 为首的少年道 老板我们是来拿服的 晚晚寻声转头看去 张怀玉这时也看到了晚晚 他不由惊呼道 师 师伯 七八十岁的老头 竟然那么毫无芥蒂的 对着一个三岁小女娃叫师姐 晚晚听到熟悉的声音回过头 见盗袍少年张怀玉称呼他为小师伯 立马露出笑容道 像师弟的徒弟 你好呀 张怀玉没想到小师伯还记得他 有些受宠落惊 激动地说道 小师伯 师父他老人家很想很想你 晚晚听师侄这么说 顿时想起和师父师弟们 一起相处的那段快乐时光 他抬着头想要伸手 结果发现师侄长得太高了 他就算点着脚尖 也够不着人家的手 他问道 对了你叫什么名 师侄恭敬回道 我叫张怀玉 晚晚先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然后说道 怀玉失职 我能不能跟你商量点事啊 张怀玉觉得自己这么站着 对自家师伯不太尊重 直接半弯身子道 您尽管说 晚晚指着另外两个小道士 手上的符纸认真的说道 能不能借我一些符纸 过几天我定会双倍还给你的 张怀玉听到小师伯 只是要符纸 他连忙从师弟手中 拿来一叠底给小师伯 表示这只是小师一桩 张怀玉接着道 小师伯 我师父他老人家等了您很久 您要不跟我们一块去天师会坐坐 见小师伯面露犹豫之色 他立刻使出了杀手锏 凑近告诉晚晚天师 会有烧鸡和蛋糕哦 晚晚抬起头看向老父亲 想要他给自己拿主意 苏爸爸蹲下身子 温声问女儿 晚晚想去吗 晚晚点点头 又摇摇头纠结道 我想去见师弟 但是也想爷爷和哥哥了 怎么办呀 苏爸爸觉得有些好笑 给女儿出主意道 爷爷和哥哥在家里跑不了 既然想见你师弟 那就跟着一块去吧 父女俩商量好后 就自顾自地手拉手 走向了自家的豪华汽车 张怀玉在前面带路 还时不时地讲一些 关于天师会的事 晚晚听后 忍不住感慨到 没想到师弟竟然进步这么大 几个新来的徒弟 在那里八卦晚晚的身份 这小孩是谁啊 倍分也太高了吧 听说这可是师祖 他老人家最宝贝的徒弟 你们以后看见他可不能怠慢了 卧槽 认真的 不然呢 在小徒弟们的不敢置信下 见一向稳重的师父 相得受激动地推开门 然后就见那个对着他们 就是一通骂的师父 竟然那么毫无芥蒂地 叫着一个小女娃小师姐 在表达了他对小师姐的 想念之情后 就听他十分狗腿地说道 小师姐 您什么时候来帝都的 怎么不打个电话 您现在住哪 我在帝都市中心 有一套别墅 您要是喜欢 我送给您 我最近得到一根雷积木 您要是感兴趣 我也送给您 晚晚叹了一口气 忍不住问道 师弟 烧鸡和蛋糕呢 相得受和小师姐说别急 马上就来了 说完 就给站在门口的张怀玉 使了一个隐色 没一会儿 张怀玉提着烧鸡 和一个小蛋糕就进来了 晚晚肉眼可见的 开心起来了 等晚晚吃完烧鸡蛋糕后 相得受才搓了搓手道 小师姐 您能不能帮师弟一个忙 晚晚吃饱喝足 心情十分不错 听到师弟的话 没有丝毫犹豫地点了点头 相得受心里大喜赶紧道 是这样的 咱们这天师会吧 除了我和几个师兄弟 就没什么人了 师父一走 咱们天师会 见师弟说话说一半 就在那里开始摇头叹气的 晚晚抬谋不解地问道 天师会怎么了 相得受见小师姐接话 就继续说道 如今其能一事不好找 别看全国道是多 但真正有本事 有天赋的少之又少 尤其是现在灵气枯竭 别说看向了 就连画幅都画不好 晚晚好奇地问师弟 那他能做什么呢 听师弟让他以后 每周过来 教教师侄们画幅和看向 晚晚直接拒绝了 相得受和张怀玉师徒 不解晚晚为何会拒绝 然后听到晚晚解释道 他还在上幼儿园 只能周末过来了 相得受嘴角一抽 这才想起他家小师姐 才三岁啊 七八十岁的老头 竟然那么毫无芥蒂的 对着一个三岁小女娃 叫师姐 相得受经小师姐提醒 才想起他家小师姐 才三岁 还在上幼儿园 他便带着小师姐 去参观徒弟们的练习室 他在门外看到徒弟们 桌子上成堆的报废福祉 心情顿时不好 嘴里嘟囔着 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家伙 他好言好语地 邀请小师姐 给徒弟们露上一手 得到小师姐的手肯后 他就带着晚晚进入房间 徒弟们纷纷好奇地 打量着二人 猜测着 相会长牵着的小孩是谁 难道是哪个世家的孩子啊 晚晚可不怕生 他在众人面前抬头挺胸 镇定自若 可是当他站在一张桌子面前 点了点脚尖 发现自己连毛笔都够不着时 就委屈地和师弟说道 晚晚够不着呀 相得寿赶紧让小师姐 站在一张小板凳上 晚晚这才拿到了 然后随手在桌子上 拿了一张干净的黄符 开始低头画符 他下笔没有任何犹豫 寥寥几笔后金光闪现 然后就在众人崇拜的目光下 一张符轻轻松松制成了 晚晚直接把符递给了 自己的相师弟 相得寿立马夸赞小师姐功力 不解当年 倒是一旁的徒弟们 看见晚晚制符的经过 眼中都闪过不可思议 他们纷纷议论道 这就成了 一把拿过去 和那些小徒弟说道 成了呀 你们要是不信 我用给你们看 相得寿听晚晚说 要当时使用顿诗荒了 看到晚晚已经掐绝 念起了咒语 霹雳震虚空 相得寿急忙阻止 但他阻止的话还没说完 只见外面的天空 瞬间暗了下来 一道天雷直直的 朝天诗会广场上批去 众人见状惊呆了 徒手引雷 见众人震惊的模样 晚晚询问道 你们会五雷符吗 众人连连摇头说道 五雷符早就已经失传 就算我们画出来了 也未必能成功啊 晚晚对此表示不理解 为什么呀 他每次都能成功的呀 很难吗 听他们把五雷符 说得那么难 晚晚当即 拿起笔刷刷地 继续画了起来 相得寿看着小师姐 又是一笔画成 无奈地戳了戳 他羞红的老脸 他用手指戳戳 小师姐的肩膀 不好意思地问小师姐 能不能把这张五雷符 送给他 晚晚觉得无所谓 直接把符给了向师弟 让他的向师弟 乐得找不着北了 小徒弟们期待 又忐忑地问晚晚 小师伯 我们也可以学这个五雷符吗 晚晚听后笑着对大家道 可以呀 那我们就从五雷符开始吧 三个小时后 晚晚是满头地问好 他实在不能理解 为什么对他而言 一笔就能画好的符 对别人而言就那么难 他心累地看了向师弟一眼说道 师父那里有很多画符的书 应该对他们有用 等下次我带来送给你 相得寿有些犹豫地说道 师父留下来的 还是你自己留着比较好吧 晚晚摇了摇头说道 那些内容我两岁就会了 晚晚双手插腰生气地说道 师弟 我没想到 还有比你画得更差的天使 相得寿静无言以对 他只能虚心受教 两人都被身后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转头一看不由惊呼 天哪 这是怎么了 三岁小萌娃 向五岁小正太表白 小吃哥哥 你长得真好看 晚晚好喜欢你 就在刚刚 晚晚和像师弟就见到 原本平坦的广场中央那一片 现在变得凹凸不平了 见状的苏爸爸 也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相得寿一把抱起 罪魁祸首的小师姐 火速把他交给了他老爸 他忍不住好意提醒道 小师姐 以后你画的符可不能在家里用 知道吗 晚晚不解地问师弟道 为什么呀 相得寿想到在道观的时候 眼角一抽 颇为头疼 想当年 师父的道观虽小 但样样不缺 甚至连正殿的三亲老祖像 都是纯精的 自从这个小祖宗 会拿笔说话后 道观天天被批 他收回飘远的思绪 不愿多解释 直接说道 为了小师姐 你们全家以后不露宿街头 那幅最好还是不要用了 财大气粗的苏爸爸宠溺的 用手指点了点女儿的小脸蛋 语气却十分认真道 没关系 我们家房子多 文言相得寿顿时无语了 他仿佛在小师姐的父亲身上 看到了金光闪闪的妇人的光芒 告别相得寿后 妇女二人就回家去了 一天没见小孙女的老爷子 眼巴巴地站在门口 等着自己宝贝回家 婉婉一下车 直接朝着爷爷的方向 冲了过去 他突然想到绵绵老师说的话 在老爷子面前来了个急刹车 嘴里说道 爷爷 婉婉好想你 老爷子还来不及开心 就见孙女已经和他擦身而过 和他说了声爷爷再见 就朝家里奔去了 原来他是去书房 给小吃哥哥画符了 他专心致致地画着符 直到画好了一叠符 他才起身叹了口气道 可算是画好了 真是累死他了 他抬头时 正巧看到一只白色的小熊娃娃 婉婉把他装进了自己的书包里 准备上幼儿园的时候 送给小吃哥哥 第二天早上 老师见顾方池一直站在幼儿园门口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 就好奇地问他 顾方池小朋友 你在看什么呀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老师 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蹦蹦跳跳的身影 婉婉正笑着朝他热情地打招呼道 小吃哥哥 今天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顾方池实际上 是因为失眠成宿睡不着 但他却说道 这是婉婉最喜欢的玩具 以后 婉婉每天给你带一个新玩具 顾方池先是一愣 然后反应过来就说道 好的 谢谢你婉婉 婉婉盯着小吃哥哥看 好像看到了美味的食物一样 双眼闪闪发光 然后就听到他语不惊人死不休道 小吃哥哥 你长得真好看 婉婉好喜欢你 听到婉婉这么直白的表白 顾方池顿时羞红了小脸 他在心里也回应道 我也喜欢婉婉 婉婉为了清除小吃哥哥家老宅里面的阴气 画了好多的葫芦 却被同学说是搞封建迷信 怪不得我妈说你是灾心 生下来就克死自己的轻骂 在刚刚顾方池听到婉婉这么直白的表白 顿时羞红了小脸 他温柔地看向小姑娘 在心里回应也喜欢婉婉 婉婉挠了挠头 总觉得有一丝不对劲 但具体地又说不出来 就疑惑地问小吃哥哥怎么了 顾方池哪里好意思说出真实的想法 他连忙说了没事搪塞了过去 婉婉忽然想到了什么 先从书包里 拿出一个装满东西的粉色塑料袋 然后说道 还有这个 下午的时候你带回老宅贴上 顾方池不解地问道 这是什么 婉婉解释说 这是我画的清新服和转运服 老宅里面全是阴气 下午你带回老宅贴上 不然的话 老宅还是不能助人的 顾方池没在犹豫 接过婉婉递来的塑料袋 认真道了一声谢谢 婉婉摇摇头 我们是朋友吗 不用说谢谢的 两个小孩手牵着手 正准备朝教室走去 他们根本就没注意到 身后有个叫夏之宇的小姑娘 正不怀好意地看着他们 她突然从后面大力地撞向婉婉 撞完后 还满脸挑衅地 对婉婉说了蠢货两个字 婉婉都被她的骚操作弄得愣住了 就见那个叫夏之宇的小姑娘 手指着婉婉大声道 什么年代了 还搞迷信 怪不得我妈说你是灾星 生下来就克死自己的轻骂 夏之宇的话音刚落 顾方池便脸色阴沉地问道你说什么 夏之宇被她的神情吓到了 但还是继续嘴硬到自己没有说错话 顾方池快步走到婉婉的面前 把她挡在了身后 然后一步一步逼近夏之宇 怒气冲冲道 有胆你再说一次 夏之宇不自觉地后退两步 眼神惊恐道 顾方池 你要是打我 信不信我让我妈打你 与此同时小胖看情况不对 就去找了绵绵老师 等小胖带着两位老师来到现场的时候 刚好看到顾方池发火的一幕 夏之宇一看到老师来了 连忙扑了过去 看起来要多委屈就有多委屈 还恶人先告状道 老师 顾方池欺负我 张老师一过来 没有先去调查清楚事情的起因 直接命令顾方池给夏之宇道歉 晚晚见张老师不分青红造白 他就大声解释道 老师 是夏之宇先侮辱我的 顾方池才来帮我的 夏之宇先露出得意的一笑 然后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抱住张老师的腿 楚楚可怜道 老师 我害怕 而一旁没有看到事情经过的小朋友们 在这时候 也纷纷发表了他们的片面之词道 老师 就是顾方池欺负人 老师 我也听见了 顾方池说要打死夏之宇 我也听见了 好在这个时候 绵绵老师终于赶了过来 他开口劝道 张老师 我相信这其中有什么误会 张老师直接不客气道 有什么误会的 通知家长们过来再说吧 经过查看监控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绵绵老师说道 张老师 我希望你可以对顾方池道歉 监控已经显示了是夏之宇先对苏婉婉 进行了言语上的侮辱 先一步赶到幼儿园的夏妈妈 重复了绵绵老师说的侮辱两字 然后冷笑一声 我女儿侮辱了她什么 绵绵老师先是一顿 只能转移话题 夏夫人 只与现在年纪小 又是成长的关键期 所以教导十分重要 有时候您 绵绵老师的话还没说完 夏夫人立马打断了对方的话 那你的意思是说 是我这个当母亲的没教好了 绵绵老师有些头疼 只能连忙表示她不是这个意思 婉婉十分真诚地说道 阿姨 就是你没把你家小孩教好啊 夏夫人看了一眼婉婉 低下眸子嘲讽道 果然是有娘生没娘养的野孩子 婉婉听她这么说很不高兴 二话不说就撸起袖子 饶恕顾芳池也被吓了一跳 她赶紧拉住暴怒的婉婉低声劝道 婉婉 不能打架 就在这时婉婉听到了一阵局促的脚步声 转头一看办公室门口 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他们家怒气冲冲的大人 老爸 大哥还有干爹 豪门首富家的小千金居然被人欺负 祸首竟是干爹集团里高管的夫人 爸总干爹直接开除了这名高管 就在刚刚 婉婉满腔的怒火憋屈的无处宣泄时 耳边传来了一阵局促的脚步声 他转头一看就见办公室门口 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他们家怒气冲冲的老爸 大哥还有干爹 他飞快地跑了过去 抱住其中一个男人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爸爸 他越想越委屈越哭越大声 委屈地问道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啊 老父亲见状心疼极了 赶紧低声道歉 告诉女儿 是因为路上堵车了才来晚的 他一边擦眼泪一边和家人说道 晚晚不是客信 这个坏阿姨污蔑我 顾干爹闻眼脸色也是为之一变 他不客气地说道 某些人就算有娘娇 也没见得娇得有多好 夏夫人被说道 面子挂不住直接炸毛了 你算了什么东西 你知不知道我老公是谁 我老公 顾干爹直接打断他的话说道 顾氏集团市场部的经理 夏松阳 夏夫人一顿脸色惊恐问 你怎么知道 顾干爹这时已经拨通了他老公的电话 通知对方从明天开始 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夏经理莫名其妙地 接到董事长的辞退电话 实在是想不明白 自己是哪里做错了 鼓足勇气询问 得到了的答案 是让他回家问他的老婆 夏夫人终于踢到铁板了 顿时脸色的惨白一片 晚晚见此赶紧开口 干爹 这个坏阿姨 还说要打小吃哥哥 夏夫人还没有从 顾方池的身份中反应过来 听到晚晚的话 下意识地反驳道 你放屁 晚晚无奈地表示 我才没放屁 是你放屁才对 晚晚的话音刚落 办公室里传来一声 尴尬的放屁声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夏夫人 夏夫人被人注视得 脸色通红 大喊道 看我干嘛 这时站在门口的小胖 很是不好意思地开口道 老师 是我放的屁 绵绵老师见识 自己班的学生 就问他来办公室 有什么事 小胖先看了一眼大人 又看了一眼晚晚 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直接闭上眼睛 大声说道 老师 夏之语说谎 我都听见了 您不能打晚晚啊 绵绵老师听了小胖的话 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温柔地告诉他道 老师不打小孩 小胖一把抓住了 夏之语的手坚持道 老师 夏之语您可以动 实在不行 我帮您摁着他 绵绵老师蹲下身子问道 夏之语 你知道自己错哪了吗 夏之语本来还在沉默中 突然被他妈一把拉走了 夏夫人不客气地说道 错什么错 破学校 我们还不待了呢 夏之语被妈妈强制地带走了 她其实心里是很难过的 她还是很喜欢这个幼儿园的 绵绵老师刚抬起手 准备和夏之语挥手告别 就听到砰的一声关门的声音 绵绵老师在办公室门口 和剩下的两家家长说道 今天真是麻烦各位家长了 那么就先带自己的孩子回家吧 然后和顾爸爸表扬了顾方池 站出来维护同学的这种勇敢的行为 顾爸爸第一次蹲下身子 摸着儿子的脑袋 和颜悦色道 儿子干得不错 顾方池看了一眼晚晚 然后问他待会要不要去自己家写作业 晚晚立马就答应了 还没写一回作业 晚晚就表示手酸了 顾方池温柔地给他揉了揉小手 还心疼他写字写累了 晚晚见小池哥哥好说话 就提议两人先出去玩会儿吧 顾方池只能同意 但还是坚持待会儿 吃完饭要继续写作业 晚晚开心地高喊着出去玩了 然后就欢快地蹦跋出去了 他刚出门就撞上了人 捂着被撞疼的脑袋 他心想这人是谁啊 抬头一看 见到的是全身被死气笼罩着的曹叔 晚晚不由地被吓了一跳 惊呼出声女鬼呀 干店 报警 小池哥哥腿上的伤 他是罪魁祸首 就在刚刚 晚晚蹦蹦跳跳地出了门 谁知就撞上了拖着行李 准备离开的曹叔 曹叔被撞到后退了几步 当看到撞他的人是晚晚时 整个人都阴沉了下来 他不悦地质问晚晚 你来我家干什么 晚晚一边抽出一张福禄 一边对曹叔大声喝道 大胆女鬼 青天白日 竟敢出来吓人 看我收了你 曹叔听到这话差点被气死 他伸出一只手想要推开晚晚 结果面前的死丫头 不仅灵巧地躲开了 还害他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他咬牙切齿地问 谁让你来这儿的 晚晚实话实说道 干爹让我来的呀 晚晚看了一眼 倒在地上的行李箱 疑惑地问道阿姨 你打算离家出走吗 曹叔咬了咬牙 低声赤道 滚开 忽然门被打开了 顾芳池脸色阴沉地站在门口 问曹叔你说什么 他漆黑的眸子 看向曹叔手里提的行李箱 继续问道 你行李箱里装的是什么 曹叔脸色煞白 一只手死死地握紧行李箱的把手 艰难地说到没什么 说完他的眼神里 多了一抹埋怨问顾芳池 现在我被你爸赶出去 你是不是很得意啊 顾芳池听完他的话脸上 多了一抹嘲讽的笑 你真以为山鸡能变凤凰 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曹叔脸色瞬间一变 下意识地抬起手 想打顾芳池 他面前突然窜出来一个人影 巴掌还没落下去 就被婉婉拦了下来 婉婉怒问他想要干什么 看着他的面相 婉婉继续道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 你自己就不是个好东西 更别说你儿子了 婉婉接着又说道 曹叔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你做的那些事 真以为瞒得过所有人 赶着过来的顾爸爸 刚好听到干女儿说的话 连忙问道 婉婉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就听到有着真本事的干女儿继续道 曹叔 你身上的业障 可比你儿子多多了 曹叔见丈夫来了 他就装出一副 楚楚可怜的样子说道 婉婉 虽然我们马上要离婚了 但是 没等他话说完 顾爸爸就女鬼二字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害得曹叔都没办法再装下去了 顾爸爸倾可两声 用以掩饰尴尬 然后沉声道 你和我既然马上要离婚了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曹叔内心十分慌乱 下意识道 我回来拿点东西 爸 报警吧 曹叔听到顾方池的话 顿时瞪大了眼睛 然后他惊恐地 看着小兔崽子手里拿的东西 不知道顾方池什么时候 打开了他的行李箱 从里面拿出了他 偷的一份厚厚的公司 竞标资料 顾爸爸瞳孔一缩 接过儿子递来的东西 语气严厉地问曹叔 你什么意思 婉婉咬着嘴唇 在顾方池和曹叔身上 来回地观察着什么 过了好一会 他才手指着曹叔大声道 干爹 报警 顾爸爸心里一沉 漆黑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眼神慌乱的曹叔 问干女儿到婉婉看出什么了吗 婉婉指着曹叔肯定地说道 小池哥哥腿上的伤 和他有关 他就是罪魁祸首 殷毒的后妈策划绑架了妓子 导致被绑匪打断了腿 干爹 报警 小池哥哥腿上的伤 他是罪魁祸首 婉婉见干爹没有动静 还以为他不信自己 就再次开口道 干爹 你信我好不好 人证物证都在 这次任凭曹叔 怎么解释顾爸爸都不愿意再相信 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最终下决心 一定要把事情搞明白 他指着还倒在地上的曹叔道 报警 小池的事 今天的事 还有你身上那些 还没有被拆穿的事情 我都要查清楚 他此时的一双眼睛已经心红 咬牙切齿道 曹叔 最好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 不然别怪我不念旧情 曹叔听了他的话 知道一切都完了 脸色已经是一片惨白 婉婉安慰着小池哥哥让他放心 悄悄在他耳边说 曹叔一定会被绳之以法的 顾方池听后说道 婉婉 谢谢你 婉婉摇摇头道 不用谢大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顾方池的脑袋 忍不住说 小池哥哥 以后你要多笑笑 很好看的 顾方池听后神色柔和道 那我以后多笑笑 婉婉顿时笑眯了眼 几天过后 婉婉和他的小池哥哥 正在顾家的院子里玩秋千 他们无意间听到两个女佣 在谈论着什么 仔细一听 就听见其中一人道 听说了吗 绑架少爷的嫌疑犯都抓到了 你猜是谁 另一个立刻好奇地问道 是谁啊 之前带人继续说道 我们之前的夫人曹叔 婉婉听到后脸上高兴得不行 得意地说道 小池哥哥 婉婉没骗你吧 婉婉见人都走光了 这才悄咪咪地说道 小池哥哥 我其实怀疑老宅的风水也是曹叔改的 顾方池疑惑地问 他也是天师 婉婉立马摇摇头道 不可能 天师必须为人正直 并且身上必须有功德 不然三亲老祖根本不会让其入道的 婉婉突然想起师父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又说道 不过我听师父说过有一种人不被老祖认可 因此修了一些旁门左道 所以曹叔可能会一些旁门左道 又或者说 他的背后还有人 婉婉说了自己的想法后 感觉自己有什么事情没有理清楚 于是他拍了拍脑袋道 算了 不想了 等婉婉长大了 肯定就懂了 顾爸爸出现在两个小家伙面前时 见到的就是儿子正摸着干女儿头的这一幕 婉婉见识干爹来了 伸手就要抱 事情都处理好了吗 顾爸爸比了个搞定的手势道 放心吧 干爹都已经处理好了 事情比他想象的顺利多了 但一想到曹叔以前做的那些伤害儿子的事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儿子 眼中充满了愧疚 似乎知道老爸要说什么话 顾方池忽然抬眸开口道 不用道歉 我没关系 沉默了一会儿 顾爸爸低声道 无论如何 我都会给你一个交代 顾爸爸对抱着的婉婉道 这次多亏了我们婉婉 干爹准备了好多小蛋糕哦 一听有最爱的小蛋糕 婉婉开心极了 婉婉见后面的小池哥哥脸色不对 立马从干爹的怀里下来 一脸紧张道 干爹 小池哥哥不舒服 顾爸爸心里一紧 赶紧来到儿子身边蹲下问 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去医院 顾方池疼得冷汗直流 艰难开口说出两个字 腿疼 已经被各大医院宣布无法治愈的腿伤 被三岁萌娃揉捏 居然神奇地舒缓了 还表示有七成把握治好他 婉婉看着小池哥哥额头上都疼得冒冷汗了 竟然还强忍着说没事 他心疼得不行 连忙蹲下身说到小池哥哥 我跟师父学过医 我给你揉揉 揉揉揉就不疼了 他说完话后 不等小池哥哥同意 就直接上手开始揉捏顾方池的脚腕 经过婉婉短短短几分钟的揉捏 顾方池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脚好多了 他扭了扭脚踝 除了有一点轻微的刺痛感外 并没有其他的不是 便在顾爸爸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 听干爹也在夸自己厉害 婉婉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表示道 他只是跟着师父学了一点点医术 要论医术 还是他的师兄最厉害 说到师兄两个字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然后说道 干爹 我能治好小池哥哥腿上的伤 以后我可不可以经常来干爹家 想到他那位有神医之称的师兄 他自顾自地说着 虽然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但是有师兄在 三个月肯定能恢复正常了 顾家父子听了他的话后 都呆愣住了 还是顾爸爸最先反应过来 他一脸激动 眼中带着期望 忍不住问道 婉婉 你没骗干爹对不对 婉婉点了点头肯定道 当然是真的 顾爸爸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摸了摸干女儿的头 表示自己的信任 然后他紧紧地把两个孩子抱在了怀里 他先是大笑出声 然后又抱着两个小孩哭了起来 婉婉一口一口地吃着蛋糕 嘴唇一周全是奶油 来接宝贝女儿的苏爸爸 也很关心顾芳池的腿 到底能不能治好 他一边给女儿擦脸一边问 婉婉 你有几成把握 治好你小吃哥哥的腿 婉婉用手比了一个数字 七成 苏爸爸看了一眼 握住宝贝女儿的手 忍不住提醒道 宝宝 这是八 婉婉也不尴尬 嘿嘿一笑 虽然只有七成 但是我有外挂呀 听到他说外挂两个字 苏爸爸和顾爸爸都很是疑惑 婉婉就向他们介绍了 他那医术超级厉害的24师兄 顾爸爸很是淡定地表示 婉婉虽然年纪小 但自己相信他 他还表示不管最后结果怎样 他都能接受 再说最坏还能坏到哪里 第二天一早 婉婉没去上幼儿园 而是让苏爸爸送他去了天使公会 他站在天使会门口 朝自己的老爹挥了挥手道 爸爸 你去上班吧 我自己进去就行了 他还没进去 就碰到了一个老熟人 婉婉立刻激动地挥舞着手臂 怀孕失职 他奇怪地看着张怀孕背后的书包 忍不住问 怀孕失职呀 你也要上幼儿园吗 张怀孕脸上虽带着一丝无奈 但耐心十足地低声解释道 小师伯 我已经上高中了 婉婉听不太懂 就问什么是高中啊 每个小孩都要上高中的吗 张怀孕肯定地解释道 是的 没有文凭以后就考不了证 拿不到证就找不到工作 没有工作就得喝西北风 婉婉被绕得晕头转向 但是小脑袋这次转得飞快 他急忙问道 没有钱是不是就不能买小蛋糕 一想到没有了他最爱的小蛋糕 他顿时惊地睁大双眼 头一次明白不读书后果竟然这么严重 婉婉见他的向师弟已经朝他飞奔来 就退了退怀孕失职 让他先去上学吧 别迟到了 婉婉满脸笑容开门见山的和向师弟说道 师弟 你有莫师兄的电话吗 我找他有事 相得寿一听竟然不是来找他的 一时间有些吃醋 他酸溜溜地道 我还以为小师姐是来找我的呢 他拿出手机 当着婉婉的面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谁知对方竟然拒接了 当两人听到电话里传来 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时 婉婉不解地问 莫师兄怎么把电话挂了呀 你们的关系还是一如既往的差 他只能用肝壳来掩饰他的尴尬 然后表示自己带他去医院找莫师兄 已经被各大医院宣布无法治愈的腿伤 三岁小萌娃不仅表示有七成把握之好他 还表示他的神医师兄是他的外挂 相得寿带着他的小师姐打车 来到了帝都医院找他的神医师兄 婉婉看着面前这个全国最大的医院 不确定地问向师弟道 这就是二十四师兄工作的医院吗 他见刚刚送他们来的出租车司机准备要离开了 婉婉立刻来到车子旁 点起脚尖努力用手爬着车窗 喊道 司机叔叔 司机见状心里依然语气温和地问道 怎么了 小朋友 就听可爱的小女娃一本正经地告诫他 今天凌晨两点 不要往东边的道路走 不然会有大兄之招哦 司机听后一顿 下意识地看向婉婉身后的道长 心想该不会是那个老道士教他这么说的吧 不情不愿地从口袋里掏出几百元钱递给婉婉作为报酬 婉婉没有收地来的钱 表示做事讲究因果 司机叔叔不信他 这钱他就不能拿 然后他送了个锦囊给对方 和对方说道 如果今晚叔叔能平安无事 那么就把这钱捐了吧 司机有些意外不是来要钱的吗 怎么给了还不收呢 婉婉转头让向师弟先回去 表示待会儿他会让师兄送的 向师弟不放心小师姐 再三和小师姐确认后 才依依不舍地回天师公会了 被婉婉惦记着的那位二十四师兄 此时正在给病人看病 他正向病人如实地告知病情 当听到病人问他的病还有希望吗 婉婉的二十四师兄莫金春 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方 说实话怕对方受不了 不说实话又违背他的职业道德 他只能模棱两可地说道 保持好心态 一切总会好的 婉婉从门口探出头 看到那个病人身上死气缠身 一副将死之相 莫金春送病人出来时 不经意间看到门外的婉婉 他惊讶地问道 婉婉 你怎么来了 与带忧伤地问 师兄 为什么医术救不了所有人呢 莫金春看着一脸苦恼的小女孩 劝解他道 婉婉 医学发展到如今 很多问题都没办法解决 我们是人 不是神 他摸着婉婉的脑袋认真地说道 我曾经也以为自己能救很多人 但是后来发现我学的这一切 还是敌不过一种教命运的东西 见婉婉听了他的话愣住了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牵起婉婉的手道 不早了 师兄带你去吃饭 一路上两人都很沉默 婉婉突然开口道 师兄 虽然上天各有命 但是我们总要反击的 总不可能打你一拳 你就一直趴在地上呀 婉婉说完后 插着小妖继续说道 要是有人打我一拳 我一定狠狠地揍回去 我还要叫上师兄弟们 帮我一起揍回去 婉婉的话 瞬间让他醍醐灌顶 他一份甜蜜的小模样 实在是太有喜感了 莫金春不由地扑斥笑出了声 他真诚地和师妹说道 谢谢婉婉 师兄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婉婉却被面前的自助食堂 迷住了眼 他闻着那食物的诱人香味 口水直流 莫金春不禁失笑感叹道 还是老样子 小馋猫一个 婉婉指着那些 他想吃的菜说道 阿姨 这些我全都要一份 打饭阿姨见他点了那么多 不得不问道 你这么小 吃得完吗 婉婉退后几步 看着打饭的阿姨 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 小肚子保证道 阿姨你放心 有多少来多少 正好这时候 莫金春也走了过来 听到了婉婉的话 瞬间想起来 小姑娘惊人的饭量 她第一碗还没吃多少 婉婉已经在开吃第九碗了 边吃边感慨 果然不要钱的饭就是香 莫金春听后 推了推眼镜 好笑地摇摇头 她问婉婉过来 找自己是不是有事啊 婉婉一听 立马点了点头道 我想请师兄出诊 婉婉把顾方池的情况 娓娓道来 说完后 她一脸期待地问道 师兄 今天晚上我们就去 小吃哥哥家好不好 在这种强烈的注视下 莫金春想不答应多难 她宠溺地给婉婉擦了脸 然后答应道 等一下把我跟你一块去 莫金春正准备 带婉婉回办公室休息 就听到从身后 传来一道 阴阳怪气的男子的声音 哟 莫医生 你怎么还带着 自家小孩来上班啊 以为他只是个小神棍 谁知他的话这么的灵验 还没走几步就倒霉地 被人用刀挟持了 婉婉好奇地 看了看对师兄 阴阳怪气说话的人 只见来人一身白大褂 一双单凤眼 眼皮薄 眼睛深邃 山根雄厚 说明是有福之人 只是那说话的语气 让人听着不舒服 有些刻薄 她先朝面前的男人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然后甜甜地喊了一声 哥哥好 男人一噎 正准备说出的话 硬生生地憋在了胸口 嘀嘀咕咕道 好个屁 当她见到婉婉时 也不得不承认 人类又宰好可爱啊 她忍不住用手指 戳了戳婉婉的小脸道 莫金春 没想到 你竟然有这么可爱的小崽子 莫金春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回道 你羡慕了 就见她直接翻了个白眼道 羡慕个屁 你家没人带孩子吗 工作时候 不让带孩子来上班的你不知道 你难道还真想上医院的粘贴栏上啊 莫金春有些意外地看着一眼来人 似乎没想到 对方竟然有一天会为了她说话 先推了一下眼睛 然后再说道 这是我师妹 今天得待在医院 徐一白刚准备离开 结果发现 她的白大褂被人拉住 她见识那个可爱的人类 又再拉住了自己 就尽量用温和的语气问 怎么了 婉婉一脸严肃地提醒她 哥哥 我关你硬糖发红 恐有血光之灾 徐一白听后先是一愣 然后笑了 接着又配合地问 所以呢 婉婉郑重重地告诉她解决之法 所以哥哥 你今天不要出办公室了 徐一白目光复杂地看着二人 伸手揉了揉婉婉的小脑袋 好笑地说道 小神棍 我答应你 我马上回去 今天说什么也不出办公室了 说完 传来的惊恐的尖叫声 莫金春惊恐地发现 一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男人 拿着一把刀架在徐一白的脖子上 婉婉这时也看到了这个情景 她对徐一白吼道 哥哥 不是让你待在办公室别出来吗 徐一白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本来心里还害怕得不行 结果听到婉婉这句话 也不由委屈地大喊道 我踏马还没走到办公室 就被刀架脖子上了 好在莫金春反应很快 她上前几步交涉道 你想要什么 我们都可以答应你 只要你先把人放了 然而持刀男人此刻已经没有理智可言 她自顾自道 明明你们都是医生 为什么不能救救我 我都快死了 还能要什么 我给了你们这么多钱 结果你们出了坑钱 还会什么 她越说整个人越癫狂 高高举起手中的刀 嘴里喊着今天我就算是死 也要拉着你们这群魔鬼一块下地狱 莫金春和婉婉被那人疯狂的举动 都惊吓住了 徐一白看着那把朝自己砍下来的刀 吓得整个人都梦了 师兄 我帮你摁着 干他 他一巴掌抽不醒对方 他决定带上师兄一起打醒人家 他这小豹脾气一上来 那就是直接动手干 只见那人撞入癫狂 直接举刀朝徐一白砍去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颗小石块击中了那人的手腕处 横得他不得不丢下了手里拿着的那把刀 刀刚落地 小石块也跟着落下 当众人视线落在框档落地的刀上时 其实这些事情都只发生在一瞬间 莫金春看着婉婉生气的朝那人走去 心里顿时一惊 他可不是为师妹担心 他担心的是那个惹师妹生气的人 就见婉婉攥紧了小拳头 生气地走到那人旁边 蹲下身子 捡起地上的刀子 转头目光淋漓地对那人呵斥道 你的并不是我们造成的 为什么要把仇恨放在无辜人身上 不觉得过分吗 那人被婉婉接下来做的事 吓得眼睛睁得溜圆 他看到的是什么鬼 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娃随意一甩 就把刀直直地插进了白花花的墙壁里 婉婉做好想做的事情 直接目的明确地朝那人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质问那人 你生病无辜 那么这些医生护士就不无辜吗 真正的魔鬼是你才对 就因为你的病治不好 所以就把仇恨放在一群陌生人身上 他说完想说的话 终于抬起了头看向那人 就见他飞身一跃 下一秒 一个清脆响亮的巴掌 呼在了那人的脸上 那人被突如其来的巴掌扇飞了出去 摔倒在地 墨金春反应很快 趁着机会迅速把人压在地上 让其他人快点报警 婉婉飞快地跑了过来说道 师兄 干他 墨金春听后嘴角一抽 瞬间想起这小祖宗在道观时 追着他们师兄弟打架的场景 回忆实在是太不美好了 墨金春怕师妹太冲动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只能先把他一把拎起来 再试图劝解他 那人确实做错事 但应该由警察来处理 这时警察来了 领头的还是婉婉的老熟人 他立马大声说道 和穷哥哥 就是他 快把坏蛋抓走 和队长见识婉婉 暗想怎么又是这个小祖宗 直到警方把男人带走 许一白还惊魂未定 脸色惨白 心里委屈不已 他哆哆嗦嗦地问墨金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婉婉文言 叹了口气道 都说了今天有血光之灾 你还不信 墨金春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道 婉婉跟着我师父学过倒数 会看些面相 许一白指着那被刀扎的洞口又问 那墙壁上的刀又怎么说 墨金春漫不经心地回道 哦 小师妹的力气是天生的 习惯就好了 许一白听完觉得头更疼了 他觉得今天的事情 对他打击太大了 我需要去申请休假 没过多久 刚刚医院发生的事情 就上了今天的热搜 视频刚发出来 下面就各种评论 一闹还有理了 真不知道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种人 小朋友说得很好 还要耐巴掌 打得够劲 爽 师兄 我好喜欢你的金针 等你死了能不能送给我啊 师父说了 这种好东西 一定要人死后才能继承 就在刚刚 好不容易等到师兄下班 晚晚迫不及待地领着他 探小吃哥哥的脚腕处 一脸严肃地检查着 小吃哥哥看着也很紧张 晚晚为了缓解这气氛 就开口说道 师兄 小吃哥哥很棒的 成绩特别好 长得也好看 墨金春经过仔细地检查 才站起身给出结论道 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想要完全恢复恐怕很难 晚晚感受到了小吃哥哥的失落 他一把抓起对方的手保证道 小吃哥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这时墨金春也跟着点点头道 虽然有些难 但还是可以试试的 晚晚听师兄这么说 立马又道 小吃哥哥 我师兄说试试就是一定能治好 墨金春无奈感叹道 小丫头 话真多 真仇人 墨金春咳嗽两声 用以掩饰尴尬道 晚晚说的没错 医学上来说 的确是错过了最佳时间 但也不是没办法 顾爸爸瞬间觉得柳暗花明 立马表示道 墨先生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他说 墨金春嗡了一声 从随身的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牛皮带 一打开 是大大小小的几十根金针 晚晚睁大了眼睛看 眼里充满了羡慕 墨金春刚拿起一根针 就听到小师妹的惊呼声 他先给顾方池扎了一针 然后问一旁的小师妹怎么了 晚晚眼巴巴地看着师兄手里面的金针 小声地说道 师兄 我好喜欢你的金针 等你死了能不能送给我啊 墨金春听后习惯性地先推了推眼镜 然后告诉小师妹道 不用等我死 等一下就可以送你 晚晚摇摇头 一本正经地说 师父说了 这种好东西 一定要人死后才能继承 墨金春表示 这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 他可不想因为这破针 就被人惦记着等他死后继承 他还年轻啊 还不想考虑遗产继承这些事啊 晚晚这次特别地坚持 他让师兄放宽心 表示他是等得起的 墨金春瞬间觉得头疼 揉了揉自己的额头道 以后这话 还是留着对你其他的师兄弟说吧 他把一包金针递给晚晚道 你拿去吧 最后一根留给你来下针吧 见晚晚抱住一大包金针 在那里纠结的选针 他不忘提醒小师妹 回去记得给他画两张五雷符 晚晚痛痛快快地 答应了师兄五雷符的事情 他经过一番挑选 终于选出了一根最大最长的针 顾爸爸为了儿子 不得不和干女儿确认道 晚晚 你行不行 晚晚点点头 万分肯定道 我行的 在场的人除了晚晚自信满满的 其他的人都是默默地 没说话紧张地盯着他 顾方池鼓起勇气 对晚晚说道 你扎吧 晚晚下针钱还不忘 和小池哥哥保证道 他会轻轻的 放心好了 伴随着晚晚一针扎下 顾方池疼的眼睛瞪得溜圆 见一口血从儿子的口中喷了出来 顾爸爸也急得大喊出声 连问儿子怎么样了 确定这是报恩 不是仇报 我治好你的腿 你去来扶导我做作业 那真的谢谢 大可不便 伴随着晚晚一针扎下 一口血从顾方池的口中喷了出来 顾爸爸见状也急得忙 问儿子怎么样了 晚晚心想不好 忘记要给小池哥哥垫块毛巾了 堆积了很多毒素 抬出来就好了 这时就见晚晚拿了一块毛巾 一阵风地赶了回来 他用毛巾 小心翼翼地帮小池哥哥的嘴角擦拭干净 保证下次他会下手轻点的 顾方池表示他扎针触不疼 但他现在压着自己的腿了 晚晚看了一下 发现他真的跪坐在小池哥哥的腿上 他忙一边说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一边快速地离开了小池哥哥的腿 到这时才轮到顾爸爸 问儿子腿感觉怎么样了 顾方池告诉老爸 他的腿已经没那么痛了 顾爸爸听后开心地抱起晚晚 对着他的小脸就是巴唧一口 然后问道 晚晚什么时候能取针呢 就听到晚晚含糊不清地说道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待会师兄会给小池哥哥开药方的 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晚晚拔完针就说道 小池哥哥 以后我会每天都来你家的 保证三个月要到病厨 顾方池爽快地答应了 并且保证到以后会辅导他做作业的 晚晚听后拔出针的手一颤 他小脸皱着苦笑道 其实倒也不必 然后摸摸对方的额头叮嘱道 小池哥哥 你要好好养伤哦 墨金春也把药方开好 递给了顾爸爸 交代每天早饭前晚饭后各一次 然后他就招呼晚晚该回家了 墨金春在开车送晚晚回家的路上 和他商量到时候 再画两张平安符给自己 刚准备向晚晚解释平安符 是准备给许一白的 他就发现晚晚睡着了 还打起了小呼噜 看来今天是累坏了 他见状宠溺一笑 自家的小师妹当然自家宠着呗 他默默地调高了车里的空调温度 更加平稳地开着车 驶向晚晚的家 经过一夜好眠 晚晚第二天一大早 就精神异异地和爸爸打着招呼 还夸苏爸爸好帅啊 苏爸爸听到宝贝女儿的夸奖 顿时觉得自信满满 他问女儿自己是不是最帅的 谁知女儿却说小池哥哥最帅 老父亲顿时伤心了 吃饭也不香了 祖孙三人在一桌吃早饭 就晚晚吃得最香了 苏爷爷正在想着 马上过年了 几个臭小子都几年不着家了 忽然想到了什么 苏爸爸柔声问女儿 晚晚喜欢哥哥吗 晚晚毫不犹豫地点点头道 喜欢呀 晚晚最喜欢哥哥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当他说完这句话好心里瑟瑟的 见女儿突然摸着胸口 苏爸爸心里十分紧张地问他 晚晚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晚晚也想不明白 怎么会突然身体不舒服呢 我爸爸是奥托曼 我爸爸会360度后空翻发冲击波 就在刚刚 苏爸爸和苏爷爷都放心不下晚晚 给他做了个全身检查后 再三确定他没事 才把他送到了幼儿园 顾芳池早到了班级 他一直在座位上等着晚晚的到来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晚晚 一看到他 就想起他昨天说最喜欢自己的那些话 想想脸就变得滚烫羞红起来 晚晚刚坐到位置上 顾芳池便担心地问道 今天怎么这么迟才来 晚晚就一五一十地把今天 早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顾芳池听后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要不你今天还是回家休息吧 我真的没事啊 你要是不幸待会儿 我绕着幼儿园跑二十圈 要不是被顾芳池拦着 估计现在已经在跑了 这时绵绵老师笑着走过来问 晚晚小朋友 前天的作业带来了吗 听到作业两个字 他脸色瞬间一降 顾芳池一直看着晚晚 见他答不上老师的话 不得不小声提醒道 作业在你书包里 他这才想起来 前天的作业是跟着小池哥哥一块做的 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从书包里找到了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 然后双手递给绵绵老师 教完作业的晚晚就和顾芳池说起了悄悄话 小池哥哥 还好有你 不然今天我肯定要被绵绵老师脱了裤子打屁股了 顾芳池听后嘴角一抽到 他不会打你的 晚晚却摇了摇头 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道 你不懂 大人们越是宝贝的孩子越是舍得揍 我以前就是师父的宝贝蛋子 但我师父经常说他想揍我 师父又说打我折兽 所以都是打我的师兄弟 打得可狠了 晚晚说完 一想到师父凑师兄弟的场景 他忍不住自己带入了一下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小屁股 幼儿园里组织小朋友们看动画片 今天看的是奥特曼 小朋友边看边议论着 有的说奥特曼好帅 有的说他长大要做奥特曼 晚晚想起师父之前给他画爸爸的样子 就是电视里奥特曼的样子 他满脸激动 指着电视上的奥特曼 大声又骄傲地说 这是我爸爸 周围的小朋友听后 都惊喜不已纷纷羡慕道 晚晚爸爸竟然是奥特曼 晚晚好厉害啊 这时有小朋友问 晚晚你爸爸会打怪兽吗 晚晚想了一会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道 我爸爸不会打怪兽 这时又有个小朋友质疑道 你爸爸是奥特曼 为什么不能打怪兽啊 晚晚一本正经地看着他反问道 你见过怪兽吗 待他摇了摇头表示没见过怪兽后 晚晚怂怂尖道 所以我也没见过爸爸打过怪兽呀 绵绵老师这时过来告诉小朋友们 你们家长半个小时后过来 要乖乖等着知道吗 小朋友们都一口同声地答应了 顾方池站起身和晚晚说道 我去上个厕所 你就在这儿不要乱跑知道吗 晚晚等小吃哥哥走后 就和旁边的小朋友吹牛道 我爸爸会360度后空翻发冲击波 收获了旁边小朋友的一波羡慕 晚晚 一个陌生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晚晚抬起头 便看见一个男人朝他招手示意 来人全身上下被捂得严严实实 唯一能够看到的 是那双漆黑幽深的眼睛 他只是来接妹妹 只是怕狗仔拍到捂得严实了点 现在竟被当成人贩子了 他真心是比斗鹅还冤啊 晚晚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唤他 疑惑地抬头看去 他寻声四处张望了一番 都没发现有一个全身上下被捂得严严实实男人 在朝他招手示意 见到晚晚从椅子上跳下来 那男人十分激动 他开心地招晚晚比了个爱心 他还没来得及开心几秒 那颗激动的心就破碎了 他发现晚晚原来是去捡地上的积木的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晚晚注意到他 他继续呼唤着晚晚的名字 谁知晚晚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继续低下头找积木去了 他先是一愣 然后继续再接再厉喊晚晚的名字 见晚晚抱着一堆的积木准备离开了 乔装打扮的苏宇时 此时嗓子都快喊哑了 他不得不大喊道 你给我站住 见晚晚停下了脚步 他终于放下了心 晚晚转过身 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怪人 脚下有一块自己缺失的小积木 他直接朝着积木的方向跑了过去 苏宇时以为晚晚认出了他 现在是朝他飞奔而来的 他立马配合地张开双臂 晚晚先哭着指责上了 你干什么呀 好痛 苏宇时还没来得及 和妹妹来个自我介绍 教室门口就传来了 顾方池的一声大喝 你要干什么 还有绵绵老师的惊呼声 绵绵老师虽然吓得脚都软了 但他还是挡在了顾方池的面前 声音带着微微的颤抖道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 你先把手上的小朋友给放了 苏宇时一把抱起了地上的婉婉 刚准备开口解释 就被一群文讯赶来的热心家长围住了 其中一个强壮健壽的家长 直接撸起自己的花壁 以为苏宇时是人贩子 苏宇时感觉他真的比痘鹅还冤 没人给他机会把话说完 现在直接给他定性是来偷小孩的 看样子还准备用武力来制服他 他还没来得及想应对之策 就被热心家长的和利恩 在地上一顿摩擦 晚晚趁机跑到了小池哥哥的身边 顾方池忙问他那人是谁啊 他诚实地回答 自己也不知道那人是谁 苏宇时忍无可忍 大声喊道 别打了 我是这孩子的亲哥 苏宇时的话在人群中 如同一道惊雷乍响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晚晚 一时间鸦雀无声 大家都在等他的回答 晚晚赶紧摇摇头表示 自己不认识那人 顾方池把晚晚护在怀里道 听到没有 晚晚不认识你 你到底是谁 奔着苏宇时的男人 花壁一颤 揍人揍得啪啪响 苏宇时觉得自己脑袋嗡嗡响 差点哭了出来 委屈道 大哥 给个机会 好歹让我自证一下呗 花壁男人通情打理道 行啊 给你个机会 那你把口罩摘下来 苏宇时想都没想的 就摇了摇头说不可以 他感觉自己要是把口罩摘下来 估计立马能上热搜了 这个怪哥哥 竟然真的是他的亲二哥 这个乌龙闹大了 吃瓜群众梦了 竟然还真有亲妹不认识亲哥的 原来真是他们鲁莽啊 苏宇时听到花壁男人 愿意给他一个自证的机会 竟然是让他把口罩摘下来 他一想到自己上热搜的场面 果断地摇头拒绝 花壁大哥听到苏宇时说 不能摘下口罩 果断地又给了他一巴掌 苏宇时趁花壁大哥一个不备 猛地推了他一下 他趁花壁大哥被他推倒在地时 五颜石口罩准备先离开幼儿园再说 他还没跑几步 就被反映过来的花壁大哥 像拎小鸡仔一样拎了起来 苏宇时时务地举起双手投降 和花壁男商量道 大哥 我坦白 你先放开我行不 花壁大哥冷吃一声 你以为我糊啊 去警察局 苏宇时被花壁大哥拽着走 他忍不住道 大哥 你讲不讲理啊 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正好这时候 顾爸爸开完会过来接顾方池 看见班级门口还围着很多人 他一眼就认出了一身黑衣黑裤的苏宇时 忍不住问道 小时 你怎么在这儿 他从围观人群中 艰难地挤到前面疑惑地问 小时 你还没见到婉婉吗 婉婉见到干爹来了 就高兴地打了声招呼 苏宇时见到来人 也是喜出望外 他的救星来了 终于有人能帮他证明身份 婉婉手指着苏宇时问道 干爹 你认识这个怪哥哥吗 听到有人证明这怪人 真的是小女孩的亲哥 见义勇为的众人顿时尴尬万分 花壁大哥肥瘦的脸上 肥肉瞬间颤了一下 他摸了摸脑袋解释道 不好意思啊大兄弟 你这个装扮实在是太标心立异了 我前段日子听说幼儿园里 还出现过绑架犯吗 我看您这装扮 就误以为是了 苏宇时此时心里也憋屈的不行 他几次连口都没来得及开 就被人揍 他刚想说点什么 花壁大哥再次打断他 嗨着胸脯道 不好意思大兄弟 医药费我全掏 听到婉婉喊的一声二哥 苏宇时顿时觉得 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兄妹相认的两人 和顾家父子结伴离开幼儿园 在车子上 婉婉和干爹说道 要先去他家帮小吃哥哥治腿 坐在副驾驶的苏宇时 正在庆幸 还好刚刚没有把口罩摘下来 不然待会有关他的热搜又得爆 婉婉不经意地抬头 看了看二哥 他惊讶地发现 二哥头顶黑雾缭绕 乌漆嘛黑的 他好奇地问二哥 最近是不是很倒霉 听到妹妹问自己是不是很倒霉 苏宇时表示让他快别提了 他一想到最近遇到的糟心事 他就头疼 这几个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天比一天倒霉 拍个戏会 因为服装不合适换人 唱个歌会 因为音响坏调停止演唱会 去酒店开个房休息 还能被造谣和某某小花好事将近 这几个月他的口碑直线下滑 想他这个昔日顶流 要不要多久就快凉了 当听到妹妹说 自己是他见过有史以来最倒霉的人后 苏宇时就发现顾家父子 看他的目光都变了 他内心发毛 忍不住不解地问道 你们这个样子看着我干什么 顾家父子都是知道晚晚能耐的人 顾方池不知道怎么说 只能低头叹了口气 顾爸爸干咳两声同情地说道 小时 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苏宇时像看傻子一样的目光 看着面前的父子二人 但二人的眼神一个比一个怜悯 他受不了这种目光了 就问道 你们几个到底什么意思 他的话音刚落 就见天空中一只乌鸦 从他的头顶上飞过 并且伴随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酸臭 只见一坨白花花的鸟屎 落在了他的头顶上 想他堂堂一个顶流小生 先被定义为最倒霉的人 现在他又成为了 那个棒打青梅竹马的大坏人 苏宇时洗完头 在擦头发的时候 见自家小妹拉着顾家小子的手 准备进房间 他连忙喊住两个小家伙 问他们去干嘛 婉婉和二哥解释道 我要给小吃哥哥治病呢 苏宇时听到小妹说治病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一脸惊讶地问道 治什么病 然后就见到小妹 指着顾方池的脚说道 治小吃哥哥的脚呀 说完婉婉就拉着顾方池回了房间 独留苏二哥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顾爸爸这时拍了拍他的肩膀 在一旁解释道 婉婉的师父还是个神医 教了婉婉不少医术 饶事顾爸爸这么解释 他思索了好医会 仍觉得不可信 他激动地说道 你说我家三岁的小妹会医术 顾爸爸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安慰他道 没关系 习惯就好 毕竟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 婉婉准备离开顾家时 递给了顾方池一张药单 仔细交代道 小吃哥哥 这是婉婉自己研究的方子 你让干爹给你抓药 然后做成药包 每天晚上放盆里泡一泡 脚会好得更快点的 顾方池看着作业本上 写的一篇狗耙字 忍不住嘴角一抽 想到这是婉婉的一片好心 他揉了揉对方的脑袋 真诚道谢道 婉婉 谢谢你 婉婉听后赶紧摇了摇头道 都说了不用谢谢了 婉婉喜欢你才对你这么好的 婉婉话音刚落 苏语时听后 不敢置信地问自己宝贝小妹道 你喜欢她 婉婉以为二哥没听清 就很是认真的再次说了一遍 婉婉喜欢小吃哥哥 顾方池先是被突如其然的表白 弄得一愣 然后她牵着婉婉的手坚定地说道 我也很喜欢婉婉 喜欢 喜欢个锤子 那是她苏语时的妹妹 她睁大眼睛 整个人被顾方池的一句话惹得炸毛 她立马上前分开拉着手的两小只 气呼呼地拉起小妹 留下一句她不同意这门亲事 快步坐上自家车 就火速离开了谷家 顾爸爸鼓励儿子道 小吃一定要一直喜欢婉婉 顾方池听后眸中带着笑 漆黑的眸子似乎含着星光 她轻声说了的好字 声音虽低但神情很是坚定 婉婉一家人都在愉快地吃着晚饭 除了她二哥正怨念十足地 把美味的食物当作她泄愤的途径 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暗想别人一定猜不到 她是一个有杀手锏的男人 她突兀地站起身 剑成功地引起众人的注意 她深情地说道 黑暗笼罩的世界里 需要有人用光来引导他们 婉婉 我的妹妹 你相信光吗 剑家人们都被她的话惊住了 她特意来到小妹面前 再次问了一遍 你相信光吗 她想自己可是少女杀手苏玉石 三岁应该也算少女吧 谁知小妹满脸嫌弃道 可是二哥世界上根本没有凹凸慢 通关一怒魏蓝炎 且看她霸气护竹马 第二天一大早 晚晚洗漱好后 便下楼准备吃早餐 她一眼就看到了坐着看报纸的苏大哥 她立马迈着小短腿 啪哒啪哒地跑了过去 扬起小脑袋 眼睛蹭亮蹭亮地 甜甜地喊了一声大哥 听到小妹软软糯地打招呼声 苏大哥伸出双手 告诉她苏二哥在哪 晚晚就见二哥正趴在地上 不知道在等啊 嘴里还在嘀嘀咕咕着没有光 假的都是假的 她不由感叹二哥 怎么这么喜欢凹凸慢 苏大哥和小妹说道 你二哥可能是信念破碎了吧 不用理他 我们先去吃饭 等一下还要去幼儿园呢 兄妹俩刚准备去吃早饭 突然被身后的苏二哥叫住了 就见苏二哥睁大双眼 指着苏大哥手指颤抖道 大哥你能站 站起来了 接着她快速来到大哥面前 仔细打量着大哥的双腿 甚至还上手摸了一番 然后就见她激动的眼泪直流道 大哥的腿什么时候治好的 怎么都没人告诉我的 苏大哥和晚晚都被苏二哥的这番骚操做弄猛了 兄妹两人异口同声地吐槽道 明明是你太傻了没发现 苏大哥说完就眼神温柔地看向小妹 真心地夸道 这都是多亏了我们家的晚晚啊 吃好早饭 晚晚有两个哥哥送去上幼儿园 听到苏大哥再次说是因为有了小妹 他的腿才好的 苏二哥到这时才貌似明白了什么 他一把抢过大哥抱着的小妹 刚和小妹说完话 他又一个剑步来到大哥面前 直接颤颤巍巍的一把抱起大哥 美其名约道 大哥腿刚好 不能走太多轮 现在送孩子来上学的家长特别多 晚晚的两个哥哥颜值都高 他们在幼儿园门口做着奇特的动物 立马引得众人瞩目 苏大哥一开始是被蠢弟弟的动作吓了一大跳 反应过来后立马拒绝被抱 自己站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有小朋友声音没有收敛的问道 他们是在搞鸡吗 晚晚自然也听见了 抬起头天真的问 哥哥 什么事 苏二哥赶紧捂住妹妹的嘴道 宝宝 不该问的别问 这不是你小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情 这时绵绵老师的出现 帮苏二哥解围了 他似乎害怕小妹再次问起 直接把孩子打包送到了绵绵老师的手里 说了一句老师再见 就头也不回地跑走了 晚晚来到教室 兴冲冲地跑到顾方池面前 一把将人抱住 告诉对方自己又给他带了个娃娃 他紧接着就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娃娃 还没给到小吃哥哥手上 突然被人半路接走了 晚晚对着张阳十分不高兴地说道 张阳 你把娃娃还给我 谁知那个叫张阳的小男孩 语代不屑道 不就是一个破娃娃吗 晚晚拳头捏得紧紧的 此刻有了想揍人的心思 但是一想到绵绵老师不让打小孩 他也只能忍着 他警告张阳道 不害娃娃的话 等一下就告诉绵绵老师去 然而他的这个举动 却被张阳误以为他怂了 于是张阳把羊娃娃扔到了地上 顺带狠狠踩了两脚 挑衅道 想要 有本事来抢啊 顾方池看着被张阳踩在地上的羊娃娃 沉着脸说 张阳 捡起来 张阳眼中满是嘲讽 故意装作没听见一样 扯着耳朵大声问 小瘸子 你说什么 晚晚听到小瘸子三个字立马就炸了 像小旋风一样冲了过去 一只手死死地踢着张阳的衣领 黑着一张脸问 你骂谁呢 隔三岁的他讲曝光 他只知道惹火了他 会把对方裤子给扒光光 晚晚听到张阳竟敢骂小池哥的小瘸子 他立马就炸了 像小旋风一样冲了过去 一双手死死地踢着张阳的衣领 黑着一张脸道 你骂谁呢 你给我立马道歉 张阳恶狠狠地看向晚晚 大声威胁道 快点放开我 信不信我让我妈妈曝光你 晚晚此时就像一头愤怒的小狮子 他直接说道 曝光是什么 你再不道歉 待会儿我把你的裤子给扒光 张阳无论如何也不肯开口道歉 他哽着脖子道 我就说 他是小瘸子怎么了 晚晚听到这话 气得攥紧小拳头 二话不说把张阳撂倒在地 屁股直接坐在张阳肚子上 提起小拳头就是一拳 张阳疼得哇哇直叫 嘴里还是不停地骂着小瘸子小瘸子 晚晚是他骂一声就揍他一拳 绵绵老师过来见两人在打架 他好不容易才分开了二人 顾芳池见老师来了 上前拦住了激动的晚晚 张阳这时候 感觉自己有了靠山 让绵绵老师快点给他妈妈打电话 他插着腰神器地说道 我一定要让我妈妈曝光你们 晚晚不停地被张阳的言语挑衅着 他这小抱脾气再也忍不了了 挣脱了顾芳池的怀抱 他直接冲向张阳 用脑袋撞向对方 张阳瞬间疼得嗷嗷大哭 不停地喊着救命 一向好脾气的绵绵老师 也生气地大声喊道 够了都给我停下 他先问晚晚到底是怎么回事 晚晚还是第一次见绵绵老师这么生气 于是撅着嘴 有些委屈地解释道 张阳抢我娃娃 还骂小池哥哥是瘸子 看着还躺在地上豪酷的张阳 绵绵老师头疼地想 看来只能叫家长来了 没过多久就听到一阵 有节奏的高跟鞋声传来 就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 带着十几个保镖出现了 他想都没想着质问道 这是哪个不长眼地打了我家阳阳 晚晚一听这话立马反驳道 我长眼睛了 是你儿子先动的手 顾芳池低声安慰晚晚道 没事 有我在 他条理清晰地和张阳妈妈说道 医药费我们赔 但是你儿子必须道歉 徐松雅看着顾芳池 一时间被小孩的眼神给震住了 他知道这虽然只是一家普通幼儿园 但是在帝都十有九富 他也不敢招惹太厉害的人 但是看着眼前两个小孩的衣服上 没有任何品牌标签 他松了一口气后 脸上的表情瞬间变成了尖酸刻薄 他只高气昂道 道歉 我家孩子凭什么要道歉 明明是你先动手打人的 接到老师电话 急急从家里赶来的苏爸爸 听到徐松雅的话 刚说了句这位女士 话不能这样讲 就被对方出声打断了 徐松雅立马激动地指着儿子反问道 还说不是你们家孩子的错 你看看我家孩子被打成什么样了 苏爸爸不想吵架 就提议先看看监控在讨论吧 徐松雅看着苏爸爸凌乱的头发 眼中闪过一丝不屑道 你个打工人的孩子能和我儿子比 明明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柔声提醒道 杨阳妈妈 这件事的确是张阳引起的 不瞒你说 张阳这两周一直在骚扰苏婉婉和顾方池 徐松雅一听这话 瞬间不高兴了 他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反问道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是我儿子的错了 说完他激动地指着张阳的脸颊道 你看看这疯丫头 把我家杨阳打成什么样子了 绵绵老师瞬间放弃了 和徐松雅沟通的念头 他心想有着三千多万粉丝的大明星 没想到私底下竟然是这副样子 苏爸爸什么人没见过 也不想看着老师为难 直接了当地问 那你想要什么 徐松雅一听这话 心想还算他实时务 他做出一副大人有大量的模样说道 赔偿五十万 并且公开道歉 接着又说道 以及从今天开始 你女儿转校 从此不准出现在我儿子面前 自诩正义的粉丝 不知已被喜爱的明星诱导利用 竟对三岁女孩实时网报 徐松雅提出让晚晚公开道歉 这点大家都能接受 但是不仅还要人赔偿五十万 并且还要人转校 从此不准出现在张阳面前 这就有点过分了 办公室里的老师们 觉得他是不是电视剧演多了 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私下纷纷议论着这事 绵绵老师见状不得不提醒道 杨阳妈妈 我们幼儿园没有任何规定 徐松雅不等绵绵老师把话说完 眼中带着一丝不耐烦道 做不到我就曝光你们 他正得意地想着自己可是大明星 谁敢和他硬碰硬 那你就曝光吧 结果听到苏爸爸这句话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一降 他不可置信地问 你说什么 苏爸爸此时连一个眼神 也不想给对方 他正心疼着自家宝贝女儿呢 徐松雅生气得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留下一句你们给我等着 就牵着张阳生气地离开了 绵绵老师有些担心 他向苏爸爸解释起徐松雅的身份道 婉婉爸爸 杨阳妈妈是明星 我怕他真的把今天的事情 发在网上 可能会有些麻烦 苏爸爸也没想到徐松雅是明星 略一思索道 今天麻烦您了 我先给这两个孩子请两天假 把事情处理好了再来 绵绵老师当即答应了下来 等苏爸爸带着两个小孩走后 办公室的老师们议论纷纷起来 一个老师说 张阳这孩子霸道惯了 上次还跑到我们班 把一个小孩子推到了厕所 结果他妈认为 肯定是我们班的孩子 欺负了他儿子 另一个老师也吐槽道 有这样当妈的 孩子能长好才怪 一个下只雨 一个张阳 简直了 徐松雅上了保姆车后 就坐在座位上生闷气 助理看着他的脸色 心里有些忐忑地问 姐 我们现在去不去医院 徐松雅瞟了一眼 自己的助理指责道 这种小事还问我 没看见杨阳受伤了吗 这种小事都处理不好 要你有什么用 他拿着手机打开了微博 想都没想就把今天的事情 添油加醋地发到了网上 想他戳到就红了 20岁嫁入豪门 之后资源更好了 因此网上的死忠粉不少 平日他在媒体上 又是一副人美脾气好的模样 因此他微博一发出来 微博瞬间就炸开 他没想到自己的微博 竟然在一小时内涨粉 20万 心里有些意外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没多久动起了别的心思 于是又对着儿子拍了几张照 编辑后再次发到了微博上 婉婉虽然没有下死手 但张阳脸上的熊猫眼 在徐松雅的屁图下 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网友们也没想到张阳 会被打得这么严重 尤其是徐松雅的粉丝们 恨不得把微博给掀了 苏爸爸几乎不会在媒体面前出现 因此看到他们上热搜的内容后 含养极好的他 气得猛砸了一下桌面 婉婉拉着小吃哥哥走过来时 刚好看到爸爸砸桌子的一幕 他关心地问 爸爸 你在干什么呀 苏爸爸连忙收起了手机问女儿 婉婉脸还疼不疼 婉婉摇摇头说不疼了 然后很是歉意地问 爸爸 今天婉婉是不是又惹祸了 苏爸爸让女儿放心 这件事他会处理好的 为了女儿开心 他转移话题地问女儿道 公司楼下新开了家甜品店 婉婉要不要吃 然而让苏爸爸没想到的是 徐宗雅的粉丝 竟然聚集到了自家公司门口 他们有的人举起了 恶同伤人的横幅 有的人手拿花圈 神情激动地喊道 把苏婉婉叫出来 熊孩子去死 苏爸爸脸色阴冷地 向秘书下令道 小王 报警 这是一个粉丝指着婉婉的方向 激动地向同伴喊道 你们快看 那个好像就是苏婉婉 其他人被他这么一说 顿时群雄激愤起来 要不是有一大群保镖拦着 婉婉早被这些 自诩正义的人暴揍了 顾芳池见情况不对 整个人挡在了婉婉身前 婉婉实在是想不明白 那些凶神恶杀的人 凭什么要这么骂自己 没事就喜欢曝光别人的人 也尝到了被人曝光的滋味 婉婉虽然被小吃哥哥 护在了身后 但她还是听到了 那些自诩正义的人 在那里不停地咒骂着她 领头的几个女生 听到他们说要报警 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 他们生气地指着婉婉 质问道 在幼儿园打了小朋友 难道不道歉吗 你看看我们羊羊 被你打成了什么样子 现在都还躺在医院呢 还报警呢 到时候 我倒要看看警察来了抓谁 这是公司的保安队长 带着一群保安匆匆赶来了 他下令把这些闹事的人 都拦下来 让他们一个也别想逃走 晚晚间终于看不到 那群凶神恶煞的人了 他直接朝爸爸跑去要报报 苏爸爸见状心疼不已 连忙抱起难过的女儿 安慰女儿没事了没事了 他也没忘记关心 小吃友没有被吓到 晚晚想起了 在公司门口看到的花圈 不解的问爸爸 那些花圈上 为什么会有他的名字 他记得师父说过 只有死去的人 才会用到花圈的 警察来得很快 乌拉乌拉的警铃声 让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原本还气焰嚣张的几个女生 当看到警车来的那一刻 还是怂了 苏爸爸体内 本来就有一团熊熊的怒火在燃烧 现在竟然要求他算了 他怎么可能同意 他直接说道 一个都不能放过 绝不接受谅解 说完又吩咐小王秘书 叫律师团动作快些 他一脸阴沉的响 一定要让那些人都付出代价 这是一个警察出面调听道 苏先生 毕竟这些孩子大多数都未成年 要不让他们家长赔点钱就算了 而且他们也快要高考了 现在出这种事 你看能不能私下和解啊 家长们听了警察的话 也纷纷表示愿意出钱了事 苏爸爸都被气笑了 他不禁反问那些家长道 哎 你们赔得起吗 在我公司门口送花圈 上面写着这么多 诅咒我女儿的话 怎么 你家孩子是人 我家孩子就不是人了 他对公司造成的影响负责 有什么问题 请和他的律师团队交流 然后他就离开了 几个闹事女生 还在愤愤不平地抱怨苏爸爸 不肯私下和解这件事 一个女生手机上 收到了家人转发过来的律师函 另外一个女生 还在江姓江仪时 她的手机也收到了 家人转发过来的律师函 晚晚的二哥苏宇石也发了微博 向众人陈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把问幼儿园要的监控视频 一并发到了网上 苏宇石的粉丝看到他发的微博 立马无条件地选择相信他 律松雅这个擅长把控舆论的人 发现他以前的事情都被扒出来了 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只能向他的经纪人求助了 经纪人此时也头痛不及 让他先在网上发个道歉声明 再让人撤热搜 同时交代他最近安分点 别到处作妖 律松雅得了主意 立马点头称是 他编辑了一大串道歉的话出来 然后发到了网上 洋洋洒洒一千字小作文 每一句话写得都十分认真 并不接纳 反而指责声越来越大 律松雅看着那些对他不利的评论 拿手机的手都颤抖了 他这次真的怕了 他知道舆论的厉害 这时他经纪人的手机响了 当经纪人听到律松雅 原本身上的三十几个品牌的合作 都要求解约时 说话的声音都拔高拔尖了起来 他让律松雅好好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就匆匆离开处理解约 和赔偿的事去了 律松雅脸色惨白 抱着头爹坐在地 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玩 他听到有人在按门铃 以为是经纪人处理好事情来找他了 他打开门 就见门外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只听他说道 徐小姐 这是法院的船票 请您在规定时间内的准时到法庭 他看到上面写着 被儿子踩的那个娃娃 竟然价值三百万 他被吓得整个人都在颤抖 妇人和豪门的差距可不是一心半点 这时儿子从楼上下来 得意洋洋地问他 苏婉婉有没有被他的粉丝骂死 自己是不是已经给知语妹妹报仇了 然而张扬并没有发现 妈妈的神情已经出现了变化 在徐松雅的眼中 他不再是自己的宝贝儿子 他是造成这些糟心事的根源 他漆黑的目光中带着仇恨和愤怒 紧接着 整栋楼都听到了张扬传来的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二哥收买他的无限额黑卡他要 三千万的综艺节目他也要参加 他就是全都要 顾芳池看见接孩子回家的家长中 站着的苏二哥 他转身问身旁的婉婉道 今天要不要去我家玩 家里的阿姨又做出了新的蛋糕 婉婉一听有蛋糕吃 立马就答应了 这时候绵绵老是喊了婉婉的名字 告诉她家长来接她了 婉婉一边甜甜懦懦的喊着二哥 一边朝二哥的方向飞奔过去 苏二哥一把抱起小妹 关心地问她今天的期末考怎么样了 听到妹妹自信地说 她考得超级棒 苏二哥听后立马对妹妹就是一顿猛夸 在二哥怀里的婉婉和小吃哥哥说了声再见 想约下次再去对方家里吃蛋糕 顾芳池健壮也只能无奈地印象了 苏二哥抱着妹妹朝保姆车走去 问她是不是从明天开始就放暑假了 两人坐上车后 苏二哥就开心地和妹妹说道 咱们回家就有好吃的了 原本就坐在副驾驶的一名女子 看着婉婉问 苏与时这个小孩是谁 婉婉几乎在同时也问了二哥道 这个阿姨是谁 苏二哥听到经纪人这么问 就知道对方误会了 她无奈地表示 婉婉真的是她的亲妹妹 婉婉看着面前的女子 下意识地看了看对方的面相 天庭开阔 两腮有肉 嘴唇丰满 说明对方是个以事业为重的女人 最主要的是人家还是二哥的贵人 婉婉连忙帮二哥解释道 我的爸爸叫苏继周 苏与时是我二哥 我二哥没说谎 苏与时也凑近妹妹 让美姐看两人长得有多像 美姐终于打消了一直以来的怀疑 但还是十分严肃地说道 不是最好 你现在跟公司还有合约 一定不能谈恋爱 不然你心徒就完了 这时婉婉拍着小胸脱保证道 美姐姐你放心 我二哥他这辈子找不到老婆的 得打一辈子光棍 你就放心好了 美姐被小孩这话给逗笑了 婉婉觉得美姐姐没有信她说的话 她再次强调她说的都是真的 美姐觉得婉婉这一本正经的样子 实在是太可爱了 就起了逗她的心思问道 小孩你还会看什么呀 婉婉直接骄傲地说道 我还看出姐姐 是我二哥的贵人哦 这话听得美姐心花怒放 她摸了摸婉婉的小脸带 苏语时还想再休息一下 她立马生气地吼道 还休息 都一个月了你还没休息够 再休息下去 你就真的要凉了 苏语时摸了摸鼻子嘟囔地说道 其实回不回去我都挺凉的 然后她就听美姐说 她因为之前徐宋雅的事件 口碑好了不少 公司就给她接了一个综艺 过两天导演组就要过来 让她好好收拾一下 原本吊儿郎当的苏语时 听到这句话立马坐直了身体 她生气地问 为什么又不跟我商量就做决定 美姐无奈地表示 是公司那边私自接的 她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美姐告诉她 公司给她接的是当下最火的综艺 拜托了 宝贝 这档节目 让她记得带妹妹一起上节目 苏语时本来就不想参加 听到还要带妹妹参加 她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听到美姐说这次片酬是三千万 她吼到开什么玩笑 就算给她三千亿 她也不会去参加的 晚晚听到有三千万 立马激动万分地表示 她愿意参加 晚晚用手分开了两个争吵的人 她义正言辞道 你们别为我争吵了 晚晚去参加 苏语时轻轻地敲了敲妹妹的头 吼她道 去什么去 你去了吧不得弄死我 晚晚撅着嘴 做出一副可怜样道 美姐见 晚晚想去 两个人心心相惜地手握着手 晚晚问美姐她去参加节目 是不是也有三千万 美姐耐心地和她解释 是两个人一起参加节目后 一共得三千万的报酬 苏语时想了想 从自己的口袋里 拿出了一张黑卡 和妹妹商量道 晚晚乖 咱们不去好不好 晚晚果断地接过了二哥黑卡 立马放进了自己的书包里 然后露出一张天真无邪的笑脸道 晚晚要去呀 苏语时感觉她被耍了 心想都要去了 那还拿走她的黑卡干嘛 家人不许她只为赚三千万 就去参加亲子综艺 只因是顶级豪门从不缺钱 晚晚告诉爸爸 他想跟二哥一起去上电视 他轻飘飘的一句话 在苏家真是一语激起千层浪 苏爷爷 苏爸爸和苏大哥都怒视着苏二哥 苏二哥被盯得整个人都发出了 他颤颤兢兢地表示 他劝过妹妹了 苏爸爸苦口活性地劝道 晚晚 上了电视就会被很多人看到 要是表现不好 会被很多人骂的 他没想到女儿歪着脑袋 沉思了好一会儿后 既然反问他道 晚晚不可爱卖 他一愣后只能败下阵来 回了句心里话道 可爱 一招结束后 他继续发招问 晚晚不好看吗 苏爷爷立马回道 当然好看 最后放大招卖萌地问 晚晚不聪明吗 苏大哥毫不犹豫地 抢着回答道 聪明 晚晚问完三个问题 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耸了耸肩 颇为自恋地说 我聪明又好看 为什么还有人骂我呢 叱咤商场的苏家祖孙三代 发现竟无言以对 苏语时突然大声说了两个字 够了 那声音把其他人都吓了一大跳 接下来就听到他 仿佛参加竞选演讲一样地说道 不管怎样 综艺我是不会参加的 不管多少钱的违约金我都出 但是晚晚上节目这件事 休想 梅姐看得出她是真的生气了 但是一想到高额的违约金 她还是提醒道 小时 三亿的违约金不是小数目 而且节目组那边已经官宣 到时候你没去 粉丝也不会买账的 听到官宣两个字 苏语时看着梅姐咬牙切齿道 这件事为什么不宜早跟我说 梅姐苦笑一声 表示她虽然是经纪人 在公司又没股份 根本说不上话 晚晚双手抱住二哥的大腿 央求道 去嘛去嘛 有钱不挣是傻子呀 苏语时听到妹妹这话 无奈地轻轻拍了拍她的脑袋道 说得轻巧 听到妹妹说上电视可以挣钱 苏大哥以为她是为了钱 连忙告诉她家里不缺钱 苏大哥听到怀里的妹妹兴奋地说 上电视可以挣三千万 等她挣钱了 就可以给爷爷爸爸和哥哥们买礼物了 几个大人文言一证 原来他们家的乖宝 是为了给他们买礼物 才想去参加综艺的 晚晚委屈巴巴道 我想用自己赚的钱给你们买礼物 所以我才想去的 小孩目光纯粹 不掺杂一点杂志 在场的几个男人感动得一塌糊涂 苏爷爷和苏爸爸 更是感动得眼泪直流 苏爷爷感慨死而无憾了 苏爸爸感慨乖女儿长大了 苏大哥对一旁的苏二哥尔 体面命道 一定要照顾好自家小妹 美姐见上综艺的事情终于搞定了 暗想她家艺人终于翻红有望了 而微博上 对于苏与时代娃参加节目这件事 不仅网友们不相信 就连粉丝们也觉得是假的 到最后 粉丝们也开始渐渐担心起来了 因为有苏与时在 大家开始期待直播 终于等到了直播当天 节目组早早地 就来到了苏与时家的别墅门口 主持人按下了门铃 然而 十秒过去了 主持人还站在门外吹冷风 为了缓解干大的气氛 主持人打了个手指道 我们节目组没有通知 要来明星家里拍摄哦 时哥和宝贝不会还在睡觉吧 这时他听到了门开的声音 门一打开 就见到了一个长相乖巧可爱的小朋友 他朝大家鞠躬行李道 各位哥哥姐姐大家好 我是婉婉 希望大家可以每天来看我 婉婉祝你们锦礼附身发大财 那苏家二公子当红明星 在射牛能干妹妹的对比下 都快被比成渣渣了 婉婉听到家里的门铃声响了 他掐指一算 原来是节目组的人来了 他立马抢着去开门 打开门 他就见到一群陌生人 但他一点也不害怕 还礼貌地朝大家自我介绍道 大家好 我是苏婉婉 他打完招呼 就好奇地问一旁的主持人 他现在是不是上电视了 向来以口才出众 和反应拧结出名的主持人 也被他这一系列的操作 搞得一时反应不过来 只能呆呆点头以做回应 婉婉知道自己上电视后 他立刻进了个里 表示他明白了 接下来 他就一个一个地 给大家介绍家人 他先介绍了 正在给花浇水的爷爷 然后给大家介绍 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大哥 最后他直接来到二哥的房间 一把掀开二哥的备单 给大家介绍 还在睡觉的二哥 苏语时睡得迷迷糊糊 困得连眼睛都不想睁开 他嘀咕着 让婉婉别闹 他还要再休息一会儿 听到妹妹让他快起床 他们现在已经上电视了 他话音刚落 苏语时就猛然睁开双眼 结果就看到了 那黑洞洞的摄像机 正对着他在拍 他下意识地抱紧自己 一脸惊慌 但他小妹却让他别怕 告诉他该拍的都拍了 兄妹两人坐上飞机去目的地 苏语时在后面气喘吁吁地 推着四个大号的行李箱 还不时要提醒小妹别乱跑 苏语时站在公路旁 感觉腿都快站妈了 他忍不住问节目主持人 车怎么还没来 我们等一下怎么去节目组 主持人干笑几声 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 因为临时改时间 所以什么都没准备呢 他只能硬着头皮实说道 要自己想办法去哦 这也是节目一部分呢 苏语时听后 整个人都怒了 他还没来得及和节目组理论 就发现妹妹一个人 朝前面跑去了 没过一会妹妹就跑回来和他说 有个叔叔愿意带他们一程 他不敢相信 这是人类幼崽该有的社交技能吗 见妹妹和开车的好心人聊得正欢 他却被行李相挤得动弹不得 真是想想都是累啊 汽车突然停了下来 婉婉转头告诉二哥好消息 他们到了 听到二哥啊呀呀的直叫 婉婉担心地问 二哥 你怎么了 苏语时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脚 脚麻了 苏语时下车伸了个懒腰 看了一下周围环境 感叹这里风景相当不错 工作人员这时却告知他 后面的路得自己走 因为车上不去了 他不敢置信地指了指面前的那座山 脸上的笑容一将问道 这山上有人住 工作人员告诉他 是的 其他嘉宾已经陆续到达了 他忍不住指着自己面前的几个大箱子又问 那我们的箱子怎么办 得到的答案是自己想办法 苏语时盘算了一下 就算他一手拿两个 上下山也得拿四趟 这估计到明天早上都搬不完吧 然而正当他一筹莫展时 晚晚突然上前 扛起两个箱子 直接往山上走 他也只能一手一个箱子 跟着妹妹爬山了 看着妹妹扛着两个箱子爬山如履平地 他却是累得气喘吁吁 妹妹是越爬越兴奋 他整个人都快累晕了 见妹妹还有力气哼着小曲 他只能先停下来稍作休息了 晚晚没听见二哥跟着他的脚步 回头一看二哥整个人都摇摇欲坠了 二哥睡得跟猪一样 我以为你累死掉了 二哥你不要死好不好 就在刚刚 晚晚回头一看 就见二哥整个人慢慢地倒了下去 他急忙来到二哥身边 小心翼翼地叹了一下二哥的鼻息 发现还有气就放心了 可当他喊了半天都没把二哥叫醒 他只能求助地看向工作人员 然后就听见他突然伤心地大哭着问 我二哥不会累死了吧 工作人员见他哭了 瞬间手忙脚乱地安慰他道 你看你哥哥胸口还在动 没死 晚晚指着哥哥着急地诱问 那他怎么没醒啊 工作人员无奈地告诉他道 你哥哥睡着了 原来二哥只是睡着了 晚晚立刻来了精神道 这种地方都能睡着吗 哥哥好厉害啊 苏语师刚睡醒 全身酸软 意识都没缓过来 嘴巴却已经接口道 你二哥这么帅 当然厉害了 网友们通过直播 看到这对迷之自信的兄妹 都忍不住调侃他们一番 苏语师努力地睁开眼睛 当他看到妹妹脸上挂着的泪珠时 顿时吓得惊慌失措地爬了起来 连忙关心地问小妹怎么哭了 晚晚看到二哥醒了 把刚刚的担心化为嚎啕大哭道 二哥睡得跟猪一样 我以为你死了 二哥你不要死好不好 苏语师整个人都僵住了 眼前都是以为你死了 睡得像猪的弹幕飘过 因为天色已经不早了 兄妹二人只能加快动作赶路 等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其余三组嘉宾都已经到了 这时主持人拿着话筒说道 大家好 本期的拜托了宝贝四组嘉宾均已到达 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嘉宾们 都有什么想说的 第一位自我介绍的嘉宾 是一位女明星叫秋奇 她是带着儿子来参加节目的 第二位自我介绍的嘉宾 是一位儒雅的中年男人 她抱着儿子 开始做自我介绍道 你们好 我叫宋金 这是我儿子送用 轮到晚晚他们自我介绍时 他摸着小下巴 嘴巴不停地一口气说道 这座大山看上去很好吃 希望我每顿都有烧花鸭 烧子鹅鲁猪鲁鸭酱鸡 腊肉大轴子小蛋糕和冰淇淋 听着晚晚报了一长串吃的菜名 导演无奈地感叹 宝宝啊 不是让你来许愿的 苏玉石刚准备介绍自己 就被一个人挡住脸抢了镜头 那人年纪看起来并不大 一头灰白的短发 那人自我介绍道 大家好 我叫盛伯源 这是我妹妹盛和 请大家多支持我的新歌哦 苏玉石看到盛伯源 心想他怎么也来了 几年前 他和盛伯源在国内做练习生 18岁组团出道 苏玉石因为唱跳全能 因此担任了组合的队长 而盛伯源 卡着最后一个出道位 进了团 两年前 组合正式宣布解散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意外发生了 苏玉石和盛伯源二人 同时发了一首歌 但是网友们听了之后发现 二人的新歌旋律 几乎一模一样 一时间大家都分不清 到底是谁抄袭谁的 然而 盛伯源在第一时间 拿出了创作的时间证据 苏玉石却拿不出来 因此所有人都认定了 是苏玉石抄袭了 盛伯源的新歌 这是苏玉石倒霉的开始 因此看到盛伯源时 苏玉石的脸色相当的差 盛伯源见状特意过来 笑着打招呼道 石哥好久不见 晚晚看着盛伯源 只见他的脸看起来像是锥形 大大的双眼皮 看着怪怪的 按照他的面相来看 就是小人之相 怎么可能有金光傍身呢 晚晚上前扯了扯他的衣服 甜甜的说道 你好 我叫苏安晚 我能问哥哥几个问题吗 盛伯源脸色一僵 打心眼讨厌苏玉石的这个妹妹 可是他还要顾及着直播 只能温和的点点头 柔声问道 晚晚小朋友有什么要问的 晚晚想问哥哥的下巴 为什么这么尖压 好像葫芦娃里 抓走爷爷爷的蛇精案 盛伯源听到晚晚的话 整个人都不好了 苏与石听后就开心了 忍不住的无嘴偷笑 真不愧是他家的小福星 这话说得太好了 他听着都解气 第一名他势在必得 看他拼尽全力朝终点冲去 谁知他跑反了 真的是方向错了 越努力离目标越远 苏与石听到妹妹 形容盛伯源的下巴 剪得好像葫芦娃里的蛇精 他忍不住的无嘴偷笑 真不愧是他家的小福星 这话说得太合他心意了 盛伯源突然想起三年前 那时他还在做练习生 他一直不温不火地 坐着队长苏与石的背景板 直到他遇到了一个盗士 给他看了面相 说他必须改面相才能出道 那盗士给了他一枚玉佩 并要他模仿苏与石 这样他就可以替换器语 他自从得到那枚玉佩后 他的资源越来越好了 盗士苏与石越来越倒霉了 他从此爆红各大媒体 而苏与石因为各种奇葩事 被拉下神坛 可是现在被一个小女孩 当着面揭穿整容的事 他心里忍不住有些害怕 似乎他藏在阴暗处的秘密 被这个小孩看得彻彻底底 他慌乱不已 脸色越发苍白 婉婉接着又来了一句扎他心的话 哥哥你下巴这么尖 会不会戳到自己 他感到深深的羞辱 这个死孩子和他二哥一样讨厌 但为了他的人设不崩 他只能假笑回道 不会 正好这时候苏与石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礼貌的笑容 语气带着淡淡的欠一道 不好意思 变化太大了我没认出来 你不会生气吧 盛伯元听到这句话 脸色更加不好了 如果说苏与婉刚才问他的时候 是童言无忌 那现在苏与石这句话 可以说是一有所指吧 导演见直播间 两家粉丝快吵起来了 赶紧原场道 各位嘉宾的介绍时间结束 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吧 听到除了穿的衣物 其他东西全部都要上交 苏与石顿时暴跳如雷 他不是不愿意配合上交东西 看着他累死累活 搬上来的这么多行李 他气不顺 质问导演组为何来的时候 不早点告诉他 婉婉带着二哥 二哥一定要忍住啊 经过妹妹的一番劝慰 苏与石觉得心情好多了 等四组嘉宾都上交好东西后 导演对着他们说道 那现在我开始宣布第一个任务 获得第一名的选手 可以优先选择我们的房间 一听第一名 可以优先选房间 婉婉势在必得 导演继续讲比赛的规则 就是宝贝们先在原地转十圈 跑到指定位置后和家长机长 并再转十圈 返回原点再跑一个轮回机长 率先完成的小朋友 几位胜出 当发令枪一响 导演喊出比赛开始 就见婉婉直接半弯腰 开始转起圈圈 她的转圈动作十分逊猛 其他小朋友都转得晕晕乎乎 支撑不住时 她都转完了 婉婉转完十圈 整个人也亮亮呛呛的 导演刚通报了她 率先完成了转圈 就见她二话不说 直接跌跌撞撞地往前冲 这时原本志在必得的苏语时 满脸的笑容也凝固了起来 赶紧对着妹妹大喊道 婉婉 跑反了 婉婉终于跑了回来 蹦蹦跳跳地举起手 就要跟二哥机长庆祝 见二哥不仅不伸出手来机长 还双手捂着脸 她疑惑地问道 二哥 怎么了 苏语时垂头丧气地 指着已经跑回来的三个小孩 欲哭无泪道 宝贝 你跑反了 婉婉睁大眼睛 看着面前这一幕 像是受到了天大的打击一样 她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这个消息对她而言 犹如晴天一个无敌大霹零 不甘她平实力拿了第一 还茶言茶语暗示她腿短 她一句爹矮矮一窝 直接秒杀对方 自从告诉妹妹她跑反了 苏语时发现妹妹整个人就呆愣住了 她很是为妹妹担心 毕竟小妹还是幼儿园里幼宰 她不知道这要是输了 小妹的自尊心能不能受得了 正当她准备出声安慰小妹的时候 小妹居然已经自己振作起来了 就见她撸起袖子整个人斗志昂扬 她先在原地重新快速地转了十个圈 然后朝目的地拼命地跑去 找对方向的她 直接像个小炮弹一样冲了出去 主持人也被她这一幕惊到了 不过她反应极快 立马和观众报道道 我们的婉婉选手重新回到了赛道上 她是否能扳回一局呢 一起比赛的小嘉宾毕竟年纪都还小 就算是离目的地最近的圣和 还都有一段距离 圣和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目的地 她确信这次第一名一定是她的了 可就在最后几步路的时候 她竟然被那个之前跑反路的苏婉婉反超了 在众人的不可思议中 婉婉凭实力第一个跑道的终点 她立马出声提醒二哥做好机长准备 兄妹两人配合默契机长成功 婉婉成为比赛第一名 她收到了另外两个小朋友 发自内心的夸奖 她被他们夸得怪不好意思的 主持人这时也大声宣布道 恭喜我们的婉婉选手夺得第一 接下来她将拥有选择房间的权利 而其他小朋友则用抽卡的方式来获得房间 圣和剑妹妹圣和站在那里 咬牙切齿 她命令妹妹快去和小孩子们站在一起 不要再给自己丢脸了 圣和剑哥哥语气不善 她觉得都怪那可恶的苏婉婉 她知道现在在直播 她深呼吸了好久 努力调整好面部表情 走到婉婉的面前查理查气道 婉婉妹妹 你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到腿这么短 却能跑那么快的吗 不待婉婉回答 茶茶兄妹就开始了他们表里表气的表演 婉婉静静地等他们兄妹说完 才认真的说道 婉婉还小哦 长大以后肯定会长高的 你看我哥哥多高 但是你就要小心了 茶茶兄妹就听到婉婉接着说道 你哥哥有些误分呢 师父说了 爹矮矮一窝 与此同时在顾家别墅里 顾芳池正在看婉婉的直播 当他听到圣和静感阴阳怪奇地说婉婉腿短 他的脸色相当难看 他先转头和老爸确认圣伯源 是不是他家公司的签约艺人 顾爸听到儿子的话一愣 他旗下产业这么多 哪里记得这种小人物 孩子们的比赛一结束 饭桶导演便拿着几张照片 笑眯眯地走到了他们的面前 婉婉听导演姓范 以为是大米饭的饭 他自来熟地戳了戳饭导演的肚子道 饭桶叔叔 怪不得你肚子这么大呢 原来里面装的都是米饭鸭 我还以为装的是啤酒呢 饭桶导演心想人类小崽子 怎么一点也不可爱啊 他干咳几声转移话题道 宝贝这次比赛得了第一 可以优先选择房子哦 婉婉拿着四张照片仔细挑选 他想住最好的房子 他手里举起一张照片 照片里坐着一位老婆婆 看着十分慈祥 他第一眼便喜欢上了这位老人 他问导演自己以后 可以和这位阿婆玩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 他就开心地拿着选好的照片 找二哥去了 到了圣和这儿 当他看到破破烂烂 房顶都缺了一大块的房子时 直接扑在圣伯源的怀里哭了起来 圣伯源心里也生着气 但一想到直播还开着 他只能拍着妹妹的后背 不断安抚道 小和 我们输了就要遵守比赛规则对不对 圣和却大哭道 哥哥 我想要苏婉婉手里的那个房子 婉婉一听 有人竟然要打他房子和阿婆的主意 连忙往后退了两步 他的人设可是高冷的男神 为何现在人设崩塌 变成逗逼人设了 婉婉一听 有人竟然要打他房子和阿婆的主意 他不敢相信世上 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想他有多不容易才得了第一名 跑反了他没有气馁 重新开始比赛 他拼尽全力才获得的选房资格 现在圣和为了房子的事情 却在那里哭闹得不像话 他想了想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 谁叫他是心地善良的无敌小可爱呢 他夺着不背着手 来到圣和兄妹面前 十分坦荡地说道 这是我比赛得到的房间 你要是真的喜欢 就问问阿婆 要是阿婆同意了 我就让你晚上来睡觉怎么样 要不是见圣和哭得不停 他都不会过来说这话的 然而他的好心 在圣和眼里却成了炫耀 圣和生气地拉着哥哥就走 理都不理完完 圣伯元见摄像正对着他们兄妹拍摄 他为了自己的人设不破 强颜欢笑地对妹妹低声威胁道 观众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在家怎么和你说的 给我笑 圣和见哥哥这样 就不敢再任性了 他其实还是很怕哥哥的 在观众的眼里 看到的画面就是圣伯元蹲下了身 温柔耐心地跟妹妹解释道 这次我们虽然输了 但是我们以后努力当第一好不好 圣和撅着嘴 想要说不 可是看着他哥哥伶俐的眼神 瞬间缩成了安蠢 与此同时主持人宣布道 今天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大家可以去寻找各自的房子 为明天的任务做好准备 好好休息吧 苏雨时正带着妹妹准备离开 临走时 红为嘉宾的宋金叫住了他说道 小时 我看你最近状态不错 我手里有一部电影 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苏雨时听到他的话很是意外 但是一想到网上那些键盘侠们 他眼神一暗留下一句 到时候再说吧 然后他就带着妹妹匆匆离开了 宋金也不在意他的态度 对着他的背影说道 那节目结束后 我就把剧本开头发到你楼乡里 婉婉看着一路沉默的哥哥 他忍不住问道 二哥 你不是喜欢拍戏吗 苏雨时对妹妹说了心里话 他说他喜欢拍戏 但喜欢有什么用吗 他都已经准备放弃了 婉婉听后停下了脚步 一脸正色地说道 二哥 师父说了 遇到困难不要放弃 你所热爱的 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拥抱你 苏雨时告诉妹妹 他打算合约一结束 就回家继承家业 给他挣奶粉钱 婉婉一把夺过他手中的行李箱 笑着和二哥说道 可是他更喜欢看二哥 闪闪发光的样子 苏雨时被妹妹的话说得一愣 看着妹妹拎着行李 像欢快地朝房子跑去的背影 他其实也很怀念 那个在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自己 兄妹二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来到了一座白墙青砖的房子面前 一个和蔼可亲的阿婆 给他们开了门 并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看到老人 婉婉很是激动 他一点也不吝啬 对阿婆的夸奖之词 兄妹两人草草收拾好行李 就去和阿婆一起吃饭了 看到婉婉一口 接着一口不停地吃着饭 阿婆开心地都合不拢嘴 苏雨时看着三盘素菜 他心想着可恶的节目组 快把他的三十斤猪肉还来 婉婉吃好饭 想去找刚认识的小朋友陆怀玩 苏雨时一想反正 两家住的地方相隔并不远 他就爽快地答应了 当他们走到陆怀家里的时候 婉婉看见陆怀妈妈 正毫无形象地蹲在地上生活 而陆怀已经饿得眼冒惊心 瘫在了地上 嘴里在看着什么东西 婉婉凑过去好奇地问 陆怀哥哥 你在干嘛呀 陆怀实话实说道 我妈不会做饭 但是我好饿 我妈让我肯树皮 婉婉顿时觉得她好惨啊 忍不住地说道 那你妈妈好笨啊 苏雨时听到妹妹当人家儿子面 就说人家妈笨 她实在是太尴尬了 她一把拉住妹妹的手 准备带她回家 可能是她走得太急 脚下一滑 她整个人朝地下倒了下去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她根本反应不过来 心里咯噔一声 她知道自己完了 她的帅脸要毁容了 她忽然脖子一紧 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来临 她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 只见自己的脸和地面 还差一个拳头的距离 她这是会飞了 正当她震惊于自己会飞时 忽然听到一道软软糯糯的声音 问她道 二哥 你没事吧 她终于反应了过来 深深地叹了口气后 双手撑地一边做俯卧撑 一边说她没事 她正在锻炼身体 这真的是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苏语时做样子的 做了几个俯卧撑后 一边说有人在叫她 他们要赶紧回去了 有事再联系吧 一边一把抱起妹妹 匆匆跑走了 看着她落荒而逃的样子 陆怀妈妈不禁笑出声道 怎么以前没发现 她是这逗逼的人设 勤劳的公鸡已经站在屋顶上 用美妙的歌喉 发出嗡嗡嗡的旋律 红亮高昂 唤醒了太阳 唤醒了黎明 也唤醒了婉婉 一大早就醒来的婉婉 二哥 二哥起床了 二哥 二哥 她想叫醒睡得香甜的二哥 然而任凭她怎么喊 二哥都没有一点动作 此时的苏语时 眼皮重得使不上劲 她二话不说 就钻进了被子里 嘀咕道 不要 我不要起床 婉婉又喊了二哥几声 见她还是没有起床的迹象 她和二哥说她肚子饿了 迷迷糊糊的苏语时 说让她再睡一会 说完就又糊糊大睡起来 连一旁的工作人员 都在吐槽苏语时 这个歌当得太不靠谱 我们就让她再睡一会儿吧 她决定自己去找吃的 没办法自己的二哥 只能自己宠了 她直接跑了出去 早餐节目组是准备好了的 但是需要家长早上 在七点之前拿走 七点一过节目组 直接会回收 盛伯源今天可是起来的大早 她为了在观众面前 留下一个好哥哥的印象 可是六点不到就起床了 她以为她肯定是第一个 到节目组规定的地点取餐的 她还没走到取餐点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 小女孩的声音 她不敢相信苏语时 竟然起得比她还早 饭桶叔叔 我来拿早餐 看着晚晚一个人来 饭桶导演忍不住问道 你哥哥呢 二哥呀 晚晚掐指一算 二哥这个时候 应该翻了个身 抠了抠自己的屁股继续睡 饭桶导演被她的话给逗笑了 可还是问道 叔叔是想问 为什么你哥哥不来拿早餐 盛伯源一听导演问这话 他觉得这次是黑苏语时的好机会 连忙接话道 就是说 怎么能让一个小孩来拿呢 然后又不怀好意地 接着说了一句 苏家不会重男轻女吧 晚晚拿着他们家的早餐 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盛伯源 我就是二哥的家长呀 难道也不可以吗 盛伯源被气得牙齿咯咯作响 心想着可恶的死小孩 和他二哥一样讨人厌 晚晚刚准备拎着早餐回去 正好碰到带着儿子 一起来领早餐的宋金 宋金笑着问他 晚晚 你跑这么快干嘛 晚晚看见宋金 立马喊了一句宋叔叔 然后解释道 天气太冷了 再不跑快点 小米粥就要冷了 二哥胃不好 不能喝冷粥 观众听到晚晚这话 顿时被他暖到了 觉得这么贴心的妹妹 来一打都可以 因为还有任务 所以吃过早饭 四组嘉宾带着孩子们 都来到了指定地点集合 晚晚见身旁的陆怀 双手捂着肚子 他清楚地听到陆怀肚子里 传来咕噜噜的声音 他好奇地问陆怀 今天没吃早饭吗 陆怀忍不住吐槽道 我妈妈太懒了 他说早上起不来 不去领早饭 妈妈让我去啃树皮子 我跟你说啊 树皮子一点也不好吃 我们家门口那棵树的树皮 都快被我啃完了 我连一点味都尝不出来 晚晚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你傻呀 树皮肯定不好吃呀 听到他们在谈论吃的 小吃货送又闻吃而来 徐星请教 那怎么才好吃 晚晚觉得得加盐 鸡精 辣椒 自然也要多放点 说完他还吸了吸口水 三个小崽子都在咏跃发言 也越说越馋 圣和的确融入不进去 他觉得这三个人就是傻子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吃树皮啊 他也直接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晚晚前一秒还开开心心地和小伙伴们 讨论着该怎么让树皮弄得好吃 下一秒听了圣和的话 眉头就皱了起来 他质问圣和 谁说树皮不能吃的 树皮这么难吃 鬼才吃呢 圣和不甘示弱地回到 圣伯源把圣和护在怀里 脸上带上虚伪的笑容 晚晚的确没人会吃树皮 而且现在咱们还在录节目 不能调皮捣乱哦 他话音刚落 就听见晚晚一脸认真道 听什么说没有人吃树皮啊 我师父说 当年他带兵打仗的时候没吃的 连皮带都煮来吃了 当时冰天雪地的时候 树皮都是奢侈的 晚晚突然灵光一闪 二哥 晚晚可以把他裤子扒下来一点吃掉吗 他指着一个方向问起了一旁的二哥 宠爱妹妹的苏语师答应了 但他表示他们没有火和调料 晚晚见二哥答应了 直接朝大树跑去 见他跑过来的圣伯源被吓得瑟瑟发抖 害怕晚晚当众扒他裤子 就见晚晚撕下一块树皮 又用符露升起了火 路怀见状激动道 妈 你看到了吗 晚晚会魔法 他生火烤起了树皮 你不是说不能吃吗 晚晚这就吃给你看 他拿起一块烤好的树皮 在嘴里艰难地咀嚼 苏语师关心地问 晚晚你没事吧 真的好难吃 二哥 你说我师父当年是怎么饿过来的呀 晚晚吃树皮吃得眼泪直流 不知道是树皮太难吃了 还是太心疼师父了 苏语师温柔地给妹妹擦干眼泪 轻声道 这些东西都这么难吃了 但是你师父还是一样一样地吃下去 所以以后我们不能浪费粮食 对不对 所以晚晚从来没有浪费过粮食 没有人注意到 在黑漆漆的大树顶头 一颗绿色的孤朵 正从枝丫中冒出 有了新的生机 哥你身体虚吧 还不信我 饭桶导演看着手里上 未完完打扣的粉丝们 在看着直播间的网友越来越激动 对盛伯源是相当的不满 他两眼发光 有争议就有话题 有话题就有流量 他发自内心的感慨 这苏语师兄妹请得真值啊 他给一旁的主持人 比了个可以开始的手势 收到导演指示的主持人 立马心领神会 他高举手里拿着的四张卡片 让家长们来抽取今天他们的任务 几个大人没想这么多 谁先抽都是一样的 因此也没有过多谦让 因为宋经里主持人最近 于是就从他开始给直播间的朋友们 展示今天的任务 宋经大方地把抽到的卡片 展现到了镜头面前 就件上面写着 请家长和宝宝 一起去山下的泥塘里抓鱼 抓到五百金鱼 则获得十几分 其余几位嘉宾 也纷纷把卡片展现在镜头里 秋奇母子是去山下的泥塘里挖 挖到五百金藕 则获得十几分 圣百元和圣和 则是去山下的果园摘砂糖菊 摘到五百金藕 则获得十几分 剩下的就只有苏语师 和婉婉这对兄妹搭档了 婉婉立马就念了出来 请家长和宝宝到胡家搬砖 任务完成 获得十几分 苏语师皱了皱眉头 下意识地问道 在哪搬砖啊 主持人听了他的话 脸上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说道 当然是山下搬到山上了 现在货车已经快到了 苏语师气得咬牙切齿 看着妹妹一听到地址 中雅 搬斋去了 就如只敏捷的小兔子窜了出去 他如同一只慢吞吞的乌龟 在后面追着妹妹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兄妹二人来到了胡家 大多数都是年过半百的 见有陌生人来了 胡老头连忙解释道 是节目组的 说是今天跟着我们干活 婉婉一听顾老头的话 拍了拍胸脯保证道 婉婉很厉害的 一路上 苏语师兄妹才得知 胡老头之所以要起房子 是因为家里的儿子 马上要娶媳妇了 胡老头肩上挑着箩筐 一想到起了房子 儿子就能结婚了 一结婚说不定来年 还能抱上大孙子 他越想心里就越开心 婉婉跑的速度越来越快 他决定一趟要多搬些砖 看着妹妹越跑越快 苏语师看得真是一个提心吊胆 他提醒妹妹要跑慢点 婉婉开心地 不停地给贝楼里放砖块 苏语师看着快冒间的砖块 连连劝阻妹妹不要再放了 婉婉不解地问二哥 为什么呀 一旁的胡老头 听见了兄妹二人的话道 你哥这细皮嫩肉的能背多少 你可别把你哥哥给累坏了 婉婉好好地想了一下 最后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婉爷爷你说的没有错 婉二哥的确是太虚了 说完又从贝楼里丢了几块砖头出去 苏语师看着童言无忌的妹妹 一想到网上的言论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蹲下身子捏了一把妹妹的脸蛋倒 婉婉二哥现在心疼 都怪婉婉脸被二哥捏着 说话含糊不清 二哥你心脏没有问题啊 怎么会心脏疼呢 苏语师任命地背起锣筐 可真当两百斤压在他身上时 他想要站起身 然而身上传来的重量 压得他单膝跪在地上 动弹不得 婉婉见二哥一直保持着这个动作 一动不动 他就帮了二哥一把 好不容易在妹妹的帮助下 站起来的苏语师 感到犹如泰山压顶 他颤颤巍巍地向前走着 婉婉看二哥这副样子 无奈地叹了口气 唉 婉婉就说 二哥你身体虚吧 还不信我 让我们抬着走呗 二哥你要是再这样下去 要闪了怎么办 毕丢 苏语师真的已经用出了 洪荒之力在搬砖了 要不是妹妹还在后面监督着他 要不是还有他的粉丝在看着直播 他是绝对不会来爬山运砖的 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腿抖得像个筛子一样 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身体承受的极限了 他把箩筐放地上 整个人摊坐在上山的台阶上 有气无力 对神采奕奕的妹妹说道 待会儿哥哥 不能抱你上山了 自己走好不好 轻轻松松背着一小筐砖 跟在二哥后面的碗碗 这二哥是真的背不下去了 整个人就像是刚脱水上阿女 艰难地呼吸着 他健壮心疼地不行 二哥 婉婉背吧 苏语石听妹妹要帮他背砖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那我们抬着走呗 二哥你要是再这样下去 要闪了怎么办 叮叮 苏语石立马捂住妹妹的嘴 咬牙切齿道 苏婉婉 你闭嘴 婉婉被捂得透不过气 只好乖巧地点点头 苏语石都快崩溃了 不是说了不许说我那个吗 我忘记了 以后婉婉不说就是了嘛 婉婉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婉婉帮二哥取下背楼 准备把二哥这筐一起背上去 苏语石整个人都是无地自容的 可是真的是他实力不允许啊 他真的背不动了 一个人空手爬上去都很艰难 更别说是要背一筐砖了 他真的做不到啊 他刚想提醒妹妹真的很重 比赛是很重要 但是人更重要 可是令他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他妹妹背着两筐的砖 剑步如飞地朝山上走去 看起来十分轻松的样子 苏语石惊得都张大了嘴巴 差点尖叫出声 二哥 走了 婉婉回过头 看着还在原地不动的二哥提醒道 苏语石听到妹妹叫他 才在猛逼中清醒过来 于是跟在妹妹的屁股后面 继续上山 苏语石整个人已经麻木了 他现在肩被火辣辣的疼 压根走不快 他这才明白 妹妹为什么总是说他身体虚了 有些事情真心不服不行 来回跑完五趟 依旧没事人一样的婉婉 没关系啊 婉婉陪你一块 婉婉心念一动 突然想到 可以让二哥试试他的大力服 他跑到摊坐在地上 浑身都无力的二哥身边 给他手中放了一张大力服 原本像条死鱼一样的苏语石 瞬间活了过来 他感觉自己全身充满了力量 他立马去试验了一下 当他两只手一手提一筐砖 都觉得轻轻松松时 他不由好奇地问妹妹 刚刚给她的是什么 大力服哦 婉婉说什么镜头里面的观众 并没有听清楚 但是苏语石离得很近 听得清清楚楚 苏语石头一次体验到 大力士的快感 后面背一筐 前面抱一筐快乐地向山上跑去 婉婉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 一边告诉胡老头 他们兄妹已经把砖搬完了 看到院前堆积如山的砖头 在场的全部人都像见鬼一样 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 就见他伸出小胳膊 嘿嘿一笑 婉婉力气很大的 在一旁的苏语石默默吐槽 他这么大的一个人 竟然没人看到吗 四组嘉宾在节目组的小广场上集合 婉婉自己拿着一个馒头 弟弟二哥一个馒头 今天大家都是干体力活 不管是家长还是宝贝 都是无精打采的 秋气一过来 就看到精神良好的苏语石和婉婉 一脸忧愿地看着对方问 你们两个不是去搬砖了吗 怎么还这么精神 搬砖了呀 下午我们还去扛水泥了 胡爷爷还给了我们两百块钱 苏语石嘴里的馒头还没咽下去 婉婉就帮着回答了 他说完还从自己的小口袋里 掏出了两个馒头 陆怀早就饿坏了 看到馒头他口水直流 陆怀虽然特别想吃馒头 但他还是先问了婉婉 他可以吃吗 听到婉婉说当然可以 他才不客气地拿起馒头 当场吃了起来 圣和见到这一幕讥讽道 切 馒头有什么好吃的 他话音刚落 发现自己的屁股 就挨了一巴掌 圣和回过头 便看见脸色黑如锅底的哥哥 圣和嘴角一撇 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婉婉赶紧跑到了二哥身边 轻声对二哥说道 二哥 不是我打的 这时婉婉听到了陆怀和宋佑的对话 陆怀说道 这个妹妹我一点也不喜欢 就知道哭 婉婉就不一样 他不哭 还给我们吃馒头 宋佑也表示同意陆怀的话说道 嗯 婉婉还是我见过 长得最漂亮的小朋友 圣和都没有他长得好看 婉婉被他们夸得都不好意思了 苏语时一边吃馒头 一边看着圣伯元兄妹的表演 那边圣百元装模作样地教训了 几句圣和 告诉圣和说错话 就要打屁股 紧接着又不住地道歉 兄妹二人没多久就和好无处了 婉婉这时发现了一样 他捏紧了拳头 眼睁睁地看着二哥那团微弱的金光 飞到了圣伯元的身后 他立马明白了 圣伯元的金光是怎么来的 原来他在偷二哥的气韵 三岁小女娃竟为了赚钱去搬砖 不仅搬光了所有的砖 还扛了水泥 最终赚了二百块钱 婉婉发现了圣伯元身上金光的秘密 他竟敢胆大包天地偷二哥的气韵 难怪自己当初感觉那金光那么的熟悉又温暖 婉婉越想越生气 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 也要帮二哥把气韵给拿回来 他捏紧着小拳头 怒瞪着圣伯元 感受到了身后杀人般的目光 圣伯元转过身看去 正好看到了婉婉那张气呼呼的小脸 他也感到很疑惑 自己什么时候惹到这个小神经病了 还没等圣伯元说什么 婉婉看到镜头要扫到他了 立马转过头 靠近二哥扯了扯二哥的衣服 气哼哼地说道 二哥 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一团雾水的苏语时 听到妹妹说的这句莫名其妙的话 虽然感觉有些奇怪 但是一想到妹妹是要保护自己 他摸了摸妹妹的小脑袋开心地说道 那你一定要保护好二哥 把坏人打跑 这时拿着话筒的主持人说道 让我们有请导演来宣布 几组嘉宾获得的积分 感到节目收视率有望的导演 脚下生风 满面笑容地开始宣布 每组嘉宾的成绩和报酬 范导直接念着手中的小卡片道 宋金和宋佑组 今天共获得报酬50元 共计积分5分 虽然只拿到了5分 但是宋佑小朋友 还是欢快地手舞足蹈 然后导演的目光 就移到秋奇和陆怀的身上 今天我们第二组嘉宾 一共获得报酬共计20元 获得二积分 相比宋金父子二人 两积分的确很少了 好在陆怀和他妈都是看得开的 两个乐天派不但不觉得丢脸 反而还十分开心 紧接着 导演就把目光放到了 盛伯源和盛和的身上 看着导演往自己这边看过来 盛和连忙把今天和哥哥 赚到的钱举起来道 范桶叔叔 这是我和哥哥赚到的钱 有一百块 范桶听到盛和的语气 总觉得有些不舒服 他看了看盛和 不经意间皱起了眉头 盛伯源一直在观察导演的表情 因此看到导演的笑容消了下去 心里立马咯噔一声 按道一声糟了 他立马出声呵斥妹妹道 小和 要懂礼貌知道吗 以后叫导演 盛和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明明苏王婉也这么叫导演的呀 为什么他学着苏王婉说话 却惹来了自己哥哥的不喜 这时主持人出面打圆场 他说道 现在盛伯源和盛和组获得了十积分 是目前为止全部嘉宾中成绩最好的 晚晚见状忍不住小声嘟囔道 我们有两百块 盛伯源听了主持人的话 嘴角都忍不住往上翘 他整个人胜券在握 不怀好意地问一旁的苏语石道 师哥 你们今天赚了多少了 苏语石才懒得和他虚语尾仪 正面刚道 你岁数比我大几岁 别叫我哥 我受不住 晚晚高举两张红票票道 今天我们赚了二百块哦 盛和听他说赚了二百元 顿时指着他说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赚二百块 一定是作弊了 晚晚被人说成作弊 他感到十分生气 他和二哥赚的可是辛苦钱 他解释到他们不仅搬光了砖 还扛了水泥呢 盛和不听他的解释 还是固执地认为他在说谎 晚晚感觉和盛和说不明白 他只能寻求饭导的帮助 饭导对他称呼的饭桶叔叔很是无奈 只能干咳几声用以掩饰尴尬 然后开口作证道 我证明晚晚确实没有说谎 随后主持人就大声宣布道 恭喜苏语师大朋友和晚晚小家长 获得报酬二百元 共计积分二十分 苏语师抱起妹妹 一起庆祝他们这辛苦得来的第一 盛伯源眼神不善地看着 开心的苏家兄妹 暗想可恶竟敢抢他的风头 晚晚兄妹获得了第一 节目组奖励了一顿满汉全喜 晚晚觉得他们兄妹两人也吃不完 干脆邀请了秋奇母子 和宋经父子一起来用餐 至于盛伯源和盛和兄妹 他不揍他们一顿就很不错了 怎么可能请他们一起用餐 他和二哥可不是什么正常的普通人 就算不喜欢 但是在直播的时候 好歹也要把面子做足 他们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反正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他看着在门口不走的盛家兄妹 直接从凳子上跳下去 盛和剑晚晚朝他走来 不由得意地想到 哼 还不是来邀请他了 晚晚在离他们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了下来 然后一脸认真的说道 盛叔叔 你们快回去吧 不然待会儿我们吃大餐 他会哭得更厉害 盛和见他不是来邀请自己吃大餐的 而是让自己离开的 顿时哭闹起来 表示自己也想吃大餐 晚晚一把举起哭闹的盛和 把他塞给盛伯源 他顺便在盛和的口袋里塞了一张符笼 对着盛伯源抱着盛和离开的背影 他还有礼貌地挥手说道 叔叔慢走 盛伯源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妹妹抱回去的 他先去洗了一把脸 洗脸的时候他想到自己最近不断倒霉 皱起眉头说了声真是晦气 盛伯源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帮他转运的护身的玉佩 顿时惊住了 这没神态怪异的玉佩中间竟然裂开了一道痕迹 他大惊失色 反复看了几遍 这才肯定玉佩竟然损坏了 他不敢相信 这怎么可能 因为天师传人的他竟被网友称为小乌鸦嘴 拜托他是凭实力看出的 不是诅咒出来的 如果晚晚在这里的话 一眼就能认出这并不是什么护身玉佩 而是邪仙 传闻 一些成不了神的精怪 会为了得到和神一样强大的法力 假装成神 这些邪神虽然会帮宿主完成心愿 但是也会慢慢吞噬宿主的心神 然后得以寄居获得力量 盛伯源看着这没神态怪异的玉佩 中间竟然裂开了一道痕迹 他不由大惊失色起来 他猛地想起了之前那个道士说过 一定不能让玉佩损坏 不然就会有大事发生 甚至之前受到的气韵也会离开 他死死盯着手里的玉佩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明明来之前玉佩都是好好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他一想到到时候粉丝不再支持他 公司抛弃他的场景 越发越慌张 他想打电话找那个道长 他想道长那么厉害一定会有办法的 盛伯源急急忙忙地去找手机没找到 他这才想起手机要到节目结束后才能还给他 他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安慰自己就五天而已 应该不会有事的 等他回去以后 一定要让那道长想想办法 这么想着 他瞬间安心下来 恢复了以前的模样 与此同时 这顿满汉全席让碗碗吃的心满意足 都打起宝格了 菜品实在是太多了 他怕浪费 就和导演商量可不可以把剩菜打包了 当今后几天的饭菜 导演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晚晚文言一正言辞地说 怎么就不行呀 这些晚晚吃不完 吃不完就是浪费粮食 晚晚不想浪费粮食 导演摇动着双手忙说不行 这样对别的嘉宾不公平 苏语是爱莲的摸摸妹妹的小脑袋 许诺他等节目结束了自己天天请他吃大餐 天可怜见 他家的小公主 现在竟然在为了没打包到剩菜而烦恼 要是让爷爷 爸爸和大哥知道了 他的小命怕是不保了 晚晚不禁叹了一口气 手指了指天道 我刚刚夜观天象 明天我可能会没饭吃的 二哥怎么办呀 晚晚好趴个肚子 第二天吃好早饭 四组嘉宾在老地方集合 导演不做人 今天又有了一个新想法 让小朋友们交换自己的家长 晚晚抽到了盛博园 主持人提醒道 请交换好家长的小朋友 尽快去找自己的新家长 晚晚看着手中的纸条无奈叹息道 挂像竟然是真的 他看着自己的小手 不敢相信自己的手今天居然是黑的 运气那么差 苏语时想到了妹妹昨天说的话 更是担心到了极点 他对着妹妹喊道 晚晚 你要是饿了就回家 二哥不会饿着你的 话音刚落 导演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提醒道 任务期间家长们不可以见自己的宝贝哦 苏语时听到导演这么说 他顿时化身成为了一只喷火龙 咆哮道 晚晚咱们不路了 回家 晚晚立刻上去安抚暴怒的二哥 提醒他还有三千万的节目报酬没拿到呢 圣伯源为了不崩自己的人设 面上一点也看不出他对苏晚晚的厌恶 他率先牵起了晚晚的手 晚晚一直在旁边打量着他 越看他和自家二哥长得越像 苏语时被圣和拉走了 他几乎是一步一回头 还不忘叮嘱妹妹 可以随时过来找自己 晚晚挥手和二哥告别 他想就是为了那三千万 自己也一定不会去找二哥的 圣伯源笑着和晚晚说走吧 晚晚看着他认真的说道 圣叔叔 你和我二哥长得真相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二哥儿子呢 圣伯源心里默念着现在在直播 现在在直播 他强忍着怒火 应挤出一猛笑容 叫他圣叔叔他忍了 说他是苏语时的儿子 他咬牙也忍下了 然而下一秒 晚晚又问他道 叔叔 你有几个女朋友啊 圣伯源眼中罕见地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心想这是他怎么会知道的 但很快惊恐就被圣伯源演了下去 他表示自己目前还是单身状态 还没有女朋友 晚晚指着他的脸直接反驳道 不可能 你宫口泛红 眼尾闸花 说明有桃花 甚至还不止一朵呢 圣伯源文言脸色惨白 其实他心里是虚的 但他故作镇定道 晚晚 现在是法治社会 这种鬼怪力神的事 不能说的 晚晚听他这么说 立马跑到镜头面前说道 我知道呀 晚晚还知道要跟着国家方针政策走 而且这世界哪有鬼呀 就算有 一般人也看不见的 晚晚接着又自证腔圆地说道 请相信科学 圣伯源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 晚晚转过头好心提醒道 圣叔叔 晚晚看你眼下乌青 平时一定要节制呀 不然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圣伯源眼疾手快地抱了起来 并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圣伯源干笑着对观众解释道 那是我昨天没睡好 你看错了 他虽然及时解释了 但观众却不买账 有些观众就翻出了之前 他有关恋情的报道 还有观众觉得小乌鸦嘴 晚晚说的可信度还蛮高的 圣伯源抱着晚晚就跑开了 他想一定是那该死的苏语石 教着死小孩故意这样说的 他二哥现在还想来害他 须知天地自有因果害人中害己 圣伯源带着晚晚来到了 那间晚上可以看星星 下雨时可以成为水帘洞的房子里 他们两人刚到房子这边 节目组的任务就来了 工作人员说道 请我们的大人和宝贝 一同修缮自己的家 任务完成后 各获得十几分 晚晚抬头看了看 自己房顶上的那个大洞 他真心的佩服饭桶叔叔 都是从哪里扒拉出来 这么旧的房子 他指着比他还要大的洞 这么大的洞是在开玩笑吗 哪知道工作人员竟然来了剧 小朋友 还有其他地方也要修上了 圣伯源听了工作人员的话 弹开双手耸了耸肩表示道 节目组明显是刁难人 这怎么可能有人完成 一旁的晚晚给自己鼓劲道 我一定会努力完成的 晚晚先问圣伯源知道怎么修土墙吗 圣伯源说他不知道 晚晚又问他知道头顶的茅草 去哪里可以找到 圣伯源还是说他不知道 晚晚都无语了 对于什么都不懂的人 他也真心带不动了 圣伯源面上笑得灿烂 心里都快骂死晚晚了 他暗想接二连三让他下不来台 有机会自己一定要弄死他 两个人心思各异地看着对方 晚晚总觉得圣伯源脖子上挂的玉佩不太对劲 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圣伯源提出要跟晚晚一块进山去谎你 他蹲下来哄骗晚晚 如果他们现在就上山挖土 下午就可以修好房子了 晚晚听他这么信誓旦旦地说 猛地点头硬下 还配合地催促现在就走 晚晚背着小竹篓走在最前面 心想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圣伯源得意地走在后面 暗想等到了山里 没人的时候 看我怎么收拾你 死小孩你给我等着 房子离后山的距离还蛮远的 晚晚 圣伯源还有摄像大哥一行三人 走了不少时间才来到后山 晚晚一直走在第一个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摄像大哥掉队了 一直走在前面的晚晚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四处寻找摄像大哥的踪迹 才发现人家没有跟上来 而此刻的圣伯源煞气冲天 漆黑的眼神像是毒蛇脆了毒一般 阴险很辣 圣伯源咬牙切齿地问道 今天的话是不是苏玉石叫你的 晚晚闻言皱了皱眉头 有些生气道 我今天说了这么多话 我记不起来了 你别太为难小孩子了 圣伯源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 死小孩竟然还敢嘴硬 露气直接冲昏了他的脑袋 直接伸手一抓 晚晚见他来者不善 轻轻一闪 就直接跑到了一边 他十分生气威胁道 等我回去了 我要跟我二哥还有饭桶叔叔告状 圣伯源看着苏婉婉 脸上突然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道 呵呵 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运气回去了 把你丢在这儿 我看谁能救了你 等他回去以后 就说苏婉婉自己调皮跑得太快走丢了 这锅节目组的杯 婉婉张大嘴 没想到这个男人这么恶毒 然后他又是一副看傻子的表情问道 你是傻子吗 婉婉心想这点路程 对他而言不是一会儿就出去了吗 脸色苍白的圣伯源 看着苏婉婉眸光幽深 他这次弯下腰抓着他的衣领 一把把他提了起来 婉婉这次没躲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圣伯源脖子上的挂石 之前他没看清楚 但是他隐隐约约觉得圣伯源身上的金光 和这枚玉佩有关 圣伯源对着婉婉宁笑道 反正你那个倒霉哥哥也快死了 你先下去探路吧 婉婉趁时伸手一捞 圣伯源挂着玉佩的绳子 直接被他拽了下来 绳子断裂让他脖子火辣辣地疼 他下意识把婉婉摔在地上 只听见地上喷的一声 婉婉被砸得直呼好疼 圣伯源猛地发现他的玉佩不见了 顿时惊慌失措起来 婉婉举起玉佩 咬牙切齿地问 这是谁给你的 圣伯源哪里会回答 只是一个劲地想抢回他的玉佩 婉婉直接当着圣伯源的面 把玉佩朝远处重重砸去 在圣伯源的惊恐中 骇人的玉佩被砸得支离破碎 他引来了天雷 炸死了邪神 只为了二哥不用因被人偷弃运 而被人算计死 圣伯源看着地上被砸得四分五裂的玉佩 整个人都目自欲裂起来 他眼眶通红话都说不出清楚了 只能模糊地听出你这个字的发音 婉婉一步一步地走近他 小脚踩在他的手上怒道 你什么你 这玉佩害人害己 毁了才好 他又接着说道 你照着我二哥的脸整容 甚至割血卫灵让邪神复苏 然后让他帮你把二哥的气韵 全部转到你身上 圣伯源 你这些勾当真当别人不知道吗 婉婉一说完想说的话 就用力地直接给了他脸上来了一拳 这时从婉婉口中传出一道清冷的声音 无知凡人 竟敢斗胆伤我家人 他满是力气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眼中蹦射出一抹杀意 手上掐绝 嘴里念着 前罗达那 斩妖腹血 他话音刚落 头顶原本还晴天高照的天 顺时黑压压的一片 下一刻雷声响彻耳边 圣伯源被他吓得尖叫连连 然后就两眼一翻晕死过去了 婉婉只觉得脑袋被硬生生掰成了两半 很痛很痛 他迷迷糊糊的 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 总觉得自己有什么东西忘记了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激动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他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圣伯源 怨气十足道 哼 让你打小孩 过去就踹了他一脚 与此同时 苏语时从回节目的摄像大哥那里 知道了妹妹不见的消息 他整个人都暴躁起来了 那可是他们全家的小公主 苏家的宝贝疙瘩 为了陪自己来上节目 现在竟然找不到人了 要不是有宋金和秋奇拦着他 他估计会找导演拼命的 范导也是被吓得冷汗出个不停 他只能安抚苏语时道 我已经报警了 晚晚即人自有天相 他一定会回来的 苏语时一听这话 更加激动了吼道 你说的倒是轻巧 丢的不是你妹妹 这时他隐约听到妹妹在喊他二哥的声音 他觉得自己都已经开始产生幻听了 一旁的宋又指着不远处 让他们快看 众人朝送幼稚的方向看去 导演激动的第一个喊道 晚晚 是晚晚回来了 苏语时看到的一幕就是 妹妹精疲力竭地拖着盛伯源 朝他们一步一步地走来 兄妹两人看到彼此 深情地互唤对方一声 然后朝彼此跑去 紧紧抱在一起 当晚晚看到二哥背后悉数回归的金光石 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把自己的身体埋在二哥的怀里低难道 二哥 太好了 你终于不用死了 苏语时见妹妹瘫软在自己怀中 他急着问妹妹 晚晚 你醒醒 你怎么了 导演见他六神无主 只能亲自上场指挥 先喊来对一 然后让人叫救护车 二哥气运的人遭到了反噬 他与二哥拉钩约定要做时事的兄妹 等晚晚醒来时 就见自己整个头都被包着纱布 他感觉纱布弄得他很不舒服 就把纱布扯了下来 他见二哥正在摇晃着医生的肩膀 询问他怎么样了 当得知他有轻微的颅内损伤 需要在医院住院观察一下 这下子可把苏语时吓瘫了 他只知道他好好的妹妹 现在竟然颅内损伤了 他拽住医生哇哇大哭道 那我妹妹以后该不会变傻吧 他都已经这么傻了 要是再傻下去可怎么办 医生心想你就不能盼着 一点你妹妹的好吗 耐心安抚他道 这位家属请你安静 病人需要敬仰 晚晚实在是没脸看 自家二哥犯蠢 他只能出声要二哥报 苏语时转头拒绝了妹妹的要求 解释到医生说了要他敬仰 医生也趁他说话的机会溜走了 二哥 你最近一两年是不是特别倒霉啊 听到妹妹这么问 他尴尬的点头承认了 他继续和妹妹自嘲地说道 何止倒霉 那简直是出门闭彩狗事 晚晚听了他二哥说了这两年 他那一大堆奇葩的倒霉事 不由感叹了一句 二哥 你真的好倒霉啊 然后晚晚又扬起笑容道 不过以后你就没事了 听妹妹这么说 一向大大咧咧的苏语时 下意识觉得这件事不会这么简单 他想了一回 突然想到了什么 闭脸严肃地说道 晚晚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和盛博元有关 晚晚赶紧点点头 苏语时赶紧阻止他的这个动作道 医生说了 不可以动脑袋 要是里面的淤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眼眸一按道 你脑袋上的伤 是不是盛博元打的 晚晚摇摇头道 他没打我 但是他拎着我的衣领子 然后啪哒一下就把我摔地上 关于后面的记忆 他就有些模糊了 明明感觉能记起来 但是他就是形容不出来 苏语时见妹妹扶着额头皱起眉 想努力想起事情的样子 心疼极了 他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干脆就把话题转移到盛博元身上 他大声道 二哥 是盛博元偷了你的气韵 他整容成了你的样子不说 甚至用玉佩和术法偷走了你的气韵 这也是二哥你为什么这么倒霉的原因 因为气韵被偷走 二哥你的死气就会越来越多 要不是晚晚发现了盛博元的秘密 估计你很快就要死悄悄 一旁的苏语时挥动双手抗议着 只因妹妹说起他的死 太云淡风轻了 他心里一阵后怕 问妹妹是不是因为他发现了盛博元的秘密 人家才想杀他的 晚晚摇摇头表示没有呀 盛博元说要把他丢山里喂狼 苏语时咬牙切齿地想 好你个盛博元给我等着 然后他又保证道 晚晚你放心 二哥下次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晚晚伸出了自己的小手指 苏语时没见一跳不解问 怎么了 拉勾呀 晚晚最热衷于拉勾了 好像这样人家就不能反悔了一样 苏语时发誓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有这么幼稚的时候 不情愿地伸出自己的小拇指勾着晚晚的小拇指 晚晚笑着道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变了 晚晚说到变了两个字 忽然顿着 他才想变了该怎么样呢 变了要干什么 这时苏语时也有了心思逗弄起妹妹来 然而下一刻 晚晚拉着他的手 认真说 变了苏语时就要当苏晚晚十辈子的哥哥 苏语时一论 眼睛一酸跟着道 行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变了我就当苏晚晚十辈子的哥哥 一辈子都照顾他 与此同时 拜托了 宝贝 因为意外临时停播 还没等节目组发通告解释 盛伯源就上了热搜 而且是几个热搜接连一块上的 他的黑料一个一个的被爆出 最热闹的是 微博上出现了多个自称是盛伯源女朋友的人 这时苏语时接到了经纪人美姐的电话 和他说了盛伯源的事情 问他怎么打算的 他忙打开自己的评论 上了微博去了解事情的始末 就见他翘着个二郎腿 如同一个吃瓜群众一样评论道 卧曹 没想到盛伯源私底下比我还敢玩 女朋友都这么多 就他那张蛇精脸 也不知道这些女的看上他什么 美姐对自家艺人也很是无语 她无奈道 我是让你找机会洗白 没让你找机会对自己进行自我评价 如果你没意见 那抄袭的事情我们就交给警方处理 至于综艺的拍摄问题 你和晚晚还要继续吗 苏语时当然不想拍了 瞧瞧他妹妹都伤成什么样了 可是话到嘴边 苏语时还是道 这事我要回去问问晚晚 兄妹两人还没来得及商量好 到底要不要继续参加节目 苏语时突然听到了手机铃声响了 一看是爷爷来电 吓得他把手机都扔了 大脑还没有来得及运转 他就听见医院上空哄哄哄的声音 抬头一看 是一架熟悉的直升飞机 他知道他要遭殃了 苏语时抬眼看着 印着自家集团标志的直升机 再看到老当义壮的爷爷 直接从飞机上的绳梯下来 就在这时 他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他只能哆哆嗦嗦地摁下接听键 电话那头全是螺旋桨轰鸣的声音 但是爷爷的声音 仍然洪亮十足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晚晚看着从天而降的爷爷 顿时觉得爷爷好酷啊 苏语时有预感到他要完了 他努力想和爷爷解释 就听爷爷对他吼道 不用解释了 我已经看到你了 他的话音刚落 就见他破窗而入 顺手拿起屋里的拖把 爷爷一边高举着拖把朝苏语时飞奔而去 一边对着他继续骂道 晚晚还这么小 你都这么大一个人了 怎么不好好看着 苏语时见状连忙抱起妹妹 做自己的挡箭牌 爷爷看到宝贝孙女脑袋上 竟然缠满了纱布 立马扔掉了拖把 他心疼得都快哭了 想抱抱孙女 然而又怕碰到他的伤口 最后只能红着眼眶问道 晚晚疼不疼啊 晚晚摇摇头道 不怎么疼 这时苏爸爸和苏大哥 也带了一名医生进房间了 苏语时看到老爸和大哥也来了 他更加觉得这次他是在劫难逃了 见医生开始给晚晚做检查了 苏家四人都忧心忡忡地 站在一旁等待结果 医生经过一番检查 得出结论 小姐他情况还不错 没有生命危险 只不过毕竟伤到了脑袋 还是需要静养的 苏语时一听到自己老爹 咬牙切齿地叫着自己的全名 就如同一道惊雷在自己耳边炸起 苏爸爸看着这么不着调的二人 眼神在病房四周搜索着 苏语时毕竟和老爹斗智斗勇这么多年 直接道 爸 你别找了 但凡您拿得顺手的 甚至拿得起来的东西 我都给你收起来了 苏爸爸文言就更加生气了 这时苏大哥却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根棒球棍 贴心地递给了苏爸爸 苏语时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亲大哥会这么坑自己 为了节目的收视率 范岛拎着果然来看望晚晚 最主要的目的是来劝他们兄妹重回节目 推门就见到了苏爸爸胖揍不靠谱儿子的 大型亲子场面 婉婉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他自己受的伤 爷爷爸爸和大哥都在怪二哥 他挡在二哥面前说道 爸爸不要打二哥 二哥是祖国的花朵 要打就打我 婉婉眼间地发现 范岛正站在房间门口 就好奇地问道 范桶叔叔 你怎么来了 苏爸爸听到女儿喊人范桶 不明所以地朝来人看去 婉婉这时已经给他介绍了起来 爸爸 这是婉婉的导演 范桶叔叔 倒是范岛看到了苏爸爸 先愣了一愣 随即激动道 爸爸 不对 苏总您好 我来看看婉婉身体状态 顺便还想问问节目 还要继续录吗 他没想到今天竟然能够看到 剧组最大的金主爸爸 那不就激动了 苏爸爸一听还想让他女儿上节目 想都不想立马回绝了 开什么玩笑 他家宝贝怎么可能再上 这么危险的节目 还没等饭桶失望 婉婉连忙拽了拽爸爸的衣袖 着急道 爸爸 婉婉要去 向来疼女儿的苏爸爸 这次却异常坚定地说道 不行 婉婉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 蓄满了泪水 似乎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一样 他说他想要三千万呀 而且他也舍不得陆怀和宋佑 他们都是婉婉的好朋友 还有秋琪阿姨也很好 宋金叔叔之前 私底下还给他吃辣肉 他很喜欢他们 苏爸爸爱怜地摸了摸女儿的头发 蹲下身子解释道 自己是怕他受伤 婉婉却说大坏蛋已经被警察抓走了呀 苏爸爸不解的问女儿 为什么这么想参加这个综艺节目 告诉他家里一点也不缺钱 不需要他那么辛苦 我知道爸爸有很多钱 可是我和二哥已经签了合同 合同上都写了 我们必须要有合约精神 不能当老赖 苏爸爸被女儿弄得哭笑不得 最后他只能退让一步说道 爸爸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也得答应爸爸 以后遇到事情 一定要先跑 婉婉提问道 爸爸 那我要打得赢还跑不跑呀 苏爸爸差点被女儿问住 他顿了顿还是回复道 你先跑回来 让爸爸和哥哥们帮你揍 苏爷爷见婉婉没事了 直接坐上来时的直升机走了 苏爷爷辉类告别了孙女 他其实是想留下来陪孙女的 苏爸爸和苏大哥都不敢说什么 主持人激动地说道 经过几日的休整 欢迎我们的小嘉宾婉婉婉的回归 与此同时让我们欢迎新加入的一组嘉宾 就见影帝魏明熙和一位神秘小嘉宾登场 宋经也很意外见到来人 魏明熙不是五年前就退出娱乐圈了吗 秋奇则好奇他身边的孩子是谁 婉婉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婉婉别哭你的爱情还在 等你长大了 我娶你 婉婉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觉得自己肯定是看错了 他用力揉了揉眼睛 在定睛看去时 欣喜地发现新来的小嘉宾真的是小池哥哥 他迈着自己的小短腿 朝着小池哥哥飞奔而去 顾芳池先把手中的玩偶塞在一旁的魏明熙手里 然后也朝着婉婉的方向跑了过去 两个久违的小朋友开心地相拥在一起 抱作一团的两人 直接滚在了地上打圈圈 顾芳池激动过后 很是担心婉婉的额头有没有事 婉婉摇摇头道 没事 只是还没有完全消肿而已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痛的 顾芳池听了心疼的不得了 下一秒就轻轻凑在他脑袋上 帮他吹了吹额头 顾芳池像是想到了什么 拿出了叫做妞妞的玩具小熊准备递给他 婉婉不得不扫兴地提醒小池哥哥 节目组规定是要上交玩具的 他的话音刚落 就见导演这时候手拿一个空的盒子道 请我们第四组嘉宾 上交所有厨衣屋外的一切东西 魏明熙看出了顾芳池的不乐意 就出声安慰道 小池 没事的 三天之后娃娃还是婉婉的 魏明熙的声音低沉 温柔 带着一股优雅的味道 婉婉这才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他这才发现眼前这个男人特别高 他下意识地后退几步 激动地张大了嘴巴 没一会就见婉婉自来熟地围着魏明熙问东问西 叔叔 你刚打完怪兽回来吗 叔叔你不是飞影铠甲吗 你的急影刀呢 是不是也不让带上飞机啊 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 魏明熙都被他问懵了 婉婉看着魏明熙放大的俊脸 吞了吞口水道 叔叔 你长得好帅呀 等我长大了 你能不能娶我回家呀 魏明熙还没来得及想好该怎么回答 就敏锐地察觉到后背一凉 他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心想原来小池喜欢眼前的小姑娘 他琥珀色的眸子含着笑 和小姑娘说道 那可真不好意思了 叔叔不能等你长大了 因为叔叔已经有媳妇了 婉婉笑容一顿 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当他正为自己的爱情没有了伤心时 无良的二哥竟在无嘴偷笑他 眼看着婉婉立马要哭了 顾芳池立马抓住了他的小手 一脸认真对他说道 婉婉 你的爱情还在 我舅舅都是老男人了 等你长大了 我娶你 婉婉一听 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 他吸了吸鼻子 眼眶红红的 十分感动 最后还不忘提醒道 那你以后别忘了来娶我哈 两个小孩的对话 把一旁的众人都给逗笑了 除了两个男人 一个是苏宇石 还有一个就是被外甥称为老男人的魏明熙 此时的苏宇石脸都被弃黑了 一把抱起自家的小白菜 让他远离规于他的那头猪 魏明熙健壮不禁调侃外甥道 行啊 上的综艺还给自己找了个媳妇 你以后要娶人家小姑娘 那可得努力了 你看他二哥恨不得把你撕了 主持人手举卡片闪亮出场 他宣布了大家的任务 在两天内靠自己卖农产品 挣到两百元 一组嘉宾一共有两个人 相当于两天营业额需要达到四百块 婉婉特别的捧场 他听到任务就跳起来欢呼道 好 卖菜去了 他觉得重了 才不是因为他胖了 肯定是二哥身体太虚了 节目组这次帮大家准备的菜品很丰富 奶奶 你看看这萝卜 长得水灵吧 您买回去给您孙子吃 这次考试您孙子指不定就考个好成绩了 婉婉一到他们组小镇的摊位上 那张小嘴就没剑停过 他一张嘴就获得了菜市场老太太和老爷子的喜爱 素玉时都没来得及说上什么话 结果发现两小时不到 菜都被妹妹卖完了 兄妹两人见完成了任务就准备回去了 素玉时颠了颠怀中的妹妹 忍不住打句道 你怎么好像重了 婉婉下意识摸了摸自己有些圆润的肚子 表示他才没有胖呢 是二哥身体太虚了 素玉时都无力吐槽自家妹妹了 天天说他虚 他不要面子的吗 这时顾芳池手里拎着东西过来找婉婉 听到小池哥哥叫他 婉婉趴在二哥的肩头开心地打着招呼 并问他怎么过来了 好朋友来了 婉婉也不带着要二哥报了 见他麻利地跳了下来 顾芳池把一个白色的零食口袋递给了他 问他要不要吃蒸糕 婉婉听到有吃的 眼睛都亮了 他肚子真的很饿了 他也没客气 直接吃起了蒸糕来 边吃边问小池哥哥哪里来的钱买的吃食 听小池哥哥说是他舅舅给的钱 婉婉整个人都轻松了下来 顾芳池问婉婉要不要一起去他舅舅那里 婉婉连连点头答应 顾芳池像个小大人一样拉着婉婉的手 带他回到了舅舅魏明希的摊位前 婉婉疑惑地问小池舅舅怎么不卖菜了呀 魏明希看着手里的欧感叹 因为觉得有些不值 没想到四五百斤的菜只能卖六百块钱 农民辛苦了这么久 一年下来也挣不了多少钱 婉婉也有种感叹 农民博博好辛苦哦 顾芳池拍了拍婉婉的肩膀 表示他们以后都不可以浪费粮食 魏明希带着两个孩子往回走 婉婉表示她可是个好孩子 因为她从不浪费粮食 主持人见四组嘉宾都已经回归 她开始宣布各组的收获成果 宋金父子卖了二百斤大白菜 获得积分五分 秋奇母子只卖掉两斤小黄瓜 获得参与奖 奖励积分两分 魏影帝居然卖了三百八十斤的蔬菜 获得积分八分 最后恭喜我们本次的冠军 婉婉卖光了全部的蔬菜 获得了积分十分 婉婉听到自己成为了冠军 开心地跳了起来 节目组决定给婉婉一个奖励 就是她可以许愿一次 导演觉得小孩子的愿望 估计就是临时一类的 见婉婉一直在思考 导演忍不住问她想好了吗 见她点头说想好了 婉婉显得十分兴奋 饭桶叔叔 婉婉的愿望是 从一个愿望变成三个愿望 饭导怎么也没想到 婉婉的愿望一下子 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宋金叔叔 小侄舅舅 还有她二个一人十个愿望 导演希望她现在是暂时性失聪 她表示她什么都听不见 主持人及时出现解围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 拜托了宝贝 我们下期再见 与此同时 在某高中班级里 张怀玉正看着手机 她终于知道小师伯去哪里了 原来竟然是去参加综艺了 这是一个同学气喘吁吁的 跑进教室 不好了 苏星满又把七班的那个曹石给揍了 然后教室里就响起了各种议论声 又打起来了 苏星满一天到晚 除了打架还会干什么 活该和他哥哥两个人当倒数第一 我们出行都是飞机接送 第二天一大早 婉婉和二哥来到镇上 准备坐着自家的直升飞机回家 婉婉是第一次坐直升飞机 而且还是自家的 她显得特别的激动 苏爸爸抱着女儿满脸宠溺 那爸爸以后经常带你坐飞机怎么样 婉婉摊摊手 算了吧 费油 苏家四人就这样坐着飞机回家了 带他们回到别墅 就见苏老爷子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婉婉一下飞机 就朝爷爷飞奔而去 诉说他对爷爷的思念之情 他见爷爷脸色不太好的样子 连忙关心地问 爷爷 你怎么了 他看着老爷子脸色漆黑 感觉下一秒就要打人的模样 他下意识地抱紧自己的屁股 忍不住道 爷爷 你不会要打婉婉吧 苏老爷子被孙女弄得哭笑不得 他先一把抱起婉婉 才看向儿子沉生道 刚才老五和老六的班主任打电话 说他们在学校打架 昨天送进医院说是把人家孩子打骨折了 让我们待会儿去学校一趟 苏爸爸想多不想就说 不可能 我儿子我清楚 先不说老五就说老六 平时一心想着学习 怎么可能去打人 苏老爷子忍不住吐槽 你那两个儿子现在已经连续蝉联三年的倒数第一了 苏爸爸听后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感觉他的脑袋疼得厉害 揉了揉眉心后 他就准备去儿子学校了解情况 婉婉也一起跟着去了 想到立马就要看见自己五哥六哥 原本还有些困意的婉婉在车上怎么也睡不着 爸爸 五哥是什么样子呀 很高 很壮 很聪明 那六哥呢 很高 很壮 很聪明 于是 婉婉怀着异常期待的心情 跑到了五哥和六哥的教室门口 他刚在教室门口探出一个脑袋找哥哥 就被他怀孕失智看到了 张怀孕立刻对他恭敬行礼 弄得婉婉怪不好意思的 连忙让他不用多礼 婉婉直奔自家六哥而去 他的出现吸引了很多目光 他被好多女生围住 女生们可喜欢他了 这时婉婉被他六哥直接拎出了包围圈 然后把他抱在怀里 苏六哥见妹妹和老五一个激动一个兴奋 他不由得吃味 要不要给你们一人点一把香 拜个把子吧 苏五哥没接弟弟的话 只是看着妹妹语气真诚 婉婉你前段时间受的伤还疼不疼 哥哥给你吹吹 婉婉发现五哥身上的阴气很浓 抱着自己的六哥身上也有阴气 就见婉婉小手轻轻一挥 嘴里念着什么符咒 两个哥哥身上的黑雾顿势魂飞魄散 他的两个哥哥只觉得混沌的大脑 终于恢复了亲密 唯有张怀玉不一样 他眼睛都看直了 他虽然看不到黑雾 可是就在晚晚挥手的时候 他明显能够感觉周围减少了一丝阴冷的气息 他虽然看不见 但是却能够感受得到 真不愧是他小师伯 竟然比他想象中还厉害很多很多呗 这时他的同学当面吐槽 班长 你刚才也太搞笑了吧 竟然对着一个小孩喊小师伯 这都什么年代了呀 张怀玉听后就很生气 他表示不许这么说他的小师伯 不然就拳头伺候 他同学从没见他生气过 吓得连连表示知道了 此时可爱讨喜的妹妹 在苏武哥眼里就像一个宁笑着的恶魔 就在刚刚上课铃声一响 原本热闹的教室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李老师走到讲台上 第一件事就是当着全班学生 批评婉婉六哥苏星满 苏星满应该是习以为常了 他选择无视李老师的话 他交代苏武哥只需要认真听课 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李老师见自己竟然被无视了 他生气地让苏星满站起来 苏星满虽然听话地站了起来 但他整个人看上去吊锅铛的 双手还插在裤兜里 然后教室里就响起了李老师的怒吼 苏星满下学期就要高考了 你看看你还中学状元呢 他原本以为苏家兄弟是个宝 结果报到的时候 一个在暑假期间被撞成了傻子 另外一个不学无数 抽烟喝酒样样都沾 还害得他被教导主任骂 他越想越生气 他拿苏星满没办法 就直接把气撒在苏家老五的身上 傻子来学校读什么书 不好好待在家 一天到晚净惹事 苏六哥听他这么说他家老五 整个人都暴霸了 说他骂他他都忍了 但是休想欺悟他家老五 还没等他说什么 他家晚晚就受不了的蹦跶到了课桌上 和李老师硬刚起来 你凭什么骂我哥哥是傻 李老师见状觉得自己的权威被挑衅 你是谁 苏星满你居然还敢私自带孩子来学校 明天就让你家长来学校一趟 不然直接给我滚蛋 别读书了 苏爸爸这时在教室门口问 你哪里来的权利可以随意开除学生的 晚晚见爸爸过来了可开心了 李老师见家长都来了 便带苏家四口来到办公室 苏爸爸即便是坐在一张普通的椅子上 但周身的气场全开 一副不好惹的模样 李老师 请问我儿子有什么问题吗 李老师本来是想先教育一下家长的 但是在看到苏季周的那一刻 吓得他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他不敢相信 自己那两个学生的父亲 竟然是苏季周 李老师先是犹豫了一下 可是一想到本来就是苏星满兄弟打人在先 他又鼓足了勇气 苏先生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中午苏星满同学一句话没说 就带着自己哥哥在厕所堵了高三七班的曹石同学 医院那边的伤情报告显示曹同学双腿都被打断了 苏季周听完就问他 自己两个儿子为什么会动手打那个同学 一旁的玩玩也附和 对啊 五哥和六哥为什么会突然打人呢 总得有个理由吧 李老师被这两妇女问得哑口无言 晚晚见他不说话 一张小嘴直巴巴 老师 你该不会不知道为什么我五哥六哥要打人吧 老师 您连情况都没了解 怎么就能把责任都推到我哥哥身上呢 他很生气 表示连缘由都不问地破学校 他们还不呆了呢 然后他一手牵着一个哥哥就要回家 苏爸爸大方地表示医药费苏家愿意一力承担 但曹石散播谣言 气辱同学 不知道学校应该怎么处理 四人上了车 一路上车里没人说话 最终还是开车的苏爸爸打破成诺问 在学校受欺负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晚晚拍了拍自己老父亲的手 一副通透的模样 哎呀 都是些能用拳头解决的事情吗 再说了 遇到是回家就告诉家长 多丢人呀 大家都被晚晚的话逗笑了 这样一来车内气氛也没那么紧张了 苏星满扭头看向窗外抱歉地说 爸 对不起 给您添麻烦了 苏爸爸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心里有些难受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晚晚一回到家 立马拿出了很多零食摆在茶几面前 五哥 六哥 吃 晚晚和五哥两人吃零食吃得可开心了 这可愁死了一旁 看着他们不停吃零食的苏星满 老五 不可以让晚晚吃那么多零食 听到妹妹说能把老五恢复正常 苏星满以为自己幻听了 他不确定地再问了一次 晚晚先让他们等他一下 他去拿了一套金针出来 这可是他那神医师兄给他的 原本他是想等师兄死了再去继承遗物的 谁知师兄太疼他了 当场就给他了 他直接挑出一根金针拿在手里 纤细的金针在灯光下寒气逼人 他让六哥帮忙摁着五哥 他要下针给五哥治脑袋了 看到那金针 苏五哥被吓得瑟瑟发抖 整个人都跪地上了 此时可爱讨喜的妹妹 在苏五哥眼里就像一个鸣笑着的恶魔 三岁的小妹不仅会扎针还会化解诅咒 这真是不仅离谱还玄幻了 苏五哥见妹妹手里拿着的那根金针 在灯光下寒气逼人 他瞬间被吓得头皮发麻 苏爸爸现在对女儿是迷之自信 完全不考虑女儿的岁数 他只问女儿老五是不是可以恢复 听到宝贝女儿说老五可以恢复 而且事情还不简单 他立马从楼上飞奔下来 表示让女儿放心 他会帮忙摁着老五的 苏星满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一脸兴奋的老爸 他敢忙提醒老爸不要陪妹妹一起胡闹 当苏五哥看到镜子里 自己的头被扎成了个刺猬 吓得他差点白眼一番晕过去 晚晚及时提醒五哥先别晕 等他拔完针以后再晕吗 见五哥被自己满脑袋的金针下的哇哇大哭 晚晚一边熟练地拔针 一边和五哥说话转移他的注意力 在一旁的苏星满看得目瞪口呆 他很是担忧地看向老五 苏爸爸见状就告诉他 晚晚小时候跟着他师父学了一些医术 他师兄可是帝都医院的外科主任墨金春 苏星满虽然不懂医 但是墨金春这三个字 他多多少少还是听说过的 墨家的公子 好好的家产不继承 莫名消失了两年 回来后学会了一手中医 他疑惑地问老爸 小妹的师父不就是个道士吗 晚晚见六哥的模样 忍不住道 六哥 我师父很厉害的 而且我还有很多师兄师弟 不是我吹哦 我的师兄师弟随便拉一个出来 那都是顶呱呱的人物 当然 得寿师弟除外 他以前画符飞的符纸太多了 经常被师父追着打 苏星满打量了一番自家小妹 他刚刚听到什么了 三岁的小屁孩还有师弟 这太离谱了吧 苏爸爸见儿子一脸崩溃的模样 看热闹不闲是大立马解释道 你妹妹的得寿师弟是天师会的会长 天师会隶属国家 是为国家办事的 晚晚见六哥突然不说话了 还以为他不相信自己的技术 他保证道 六哥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就听到他继续语气坚定地说 虽然五哥和六哥你们两个 马上也要死翘翘了 但只要有我在 阎王都不敢从我手里面抢走你们的 或许是看出了苏星满 表现在脸上的疑问 晚晚叹了一口气 六哥你还不知道吧 咱们家被人吓咒了 如果不及时化解 不出一年 你们都得死翘翘呀 苏星满听到妹妹说出诅咒两字 感觉这也太玄幻了吧 晚晚见六哥不相信 便使出了杀手检问 一个月前 我送给你的平安符 是不是突然燃烧了起来 苏星满震惊了 小妹怎么会知道这是的 她可是一个人都没说 她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然后表示老五的平安符 也莫名地烧了起来 晚晚一副了然的样子 满脸得意 那是因为五哥六哥你们遇到了危险 平安符替你们挡了意在 这些可都是我算出来的 苏星满听完下意识地捏了捏 自己口袋里的平安符 当然现在里面的黄符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一包黑色的灰灰 对于平安符的燃烧 起初她并不在意 可是在妹妹解释完后 她背后布满了冷汗 那看来老五上次在天台上 差点跳下去也不是巧合了 她的眼神冷得掉冰渣渣 咬牙切齿问到底是谁 如此恨他们苏家 要让他们苏家不复存在 晚晚宽慰六哥 现在还不知道是谁 不过你放心 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们出事的 苏星满原本沉重的心情 瞬间被妹妹治愈了 她觉得妹妹太小了 肯定要哥哥们保护她 晚晚却表示虽然自己年纪小 但还是很厉害的 见妹妹攥起小拳头的可爱模样 苏星满没办法 无奈地摇摇头 好好好 那晚晚一定要好好保护哥哥 苏星满对着老五和晚晚大声说 现在已经是饭点了 让我看看谁要吃饭 晚晚立刻配合的第一个朝饭桌跑去 苏五哥在后面拍着手跟着 苏爸爸宠密地看着女儿和老五 早在最后的苏星满 此时已经相信了妹妹的话 她倒是很想看看到底是谁在害她们苏家 只能舍命陪亲哥了 只因她六哥明知有死结 竟还一定要去参加比赛 苏星满虽然早就听闻自家妹妹很能吃 但亲眼见到三岁的小丫头吃得比自己还多 苏星满还是再次被震惊到了 她发现自从见到自家宝贝妹妹后 她就一直处于震惊状态 可能和她还太年轻 经历的事情太少有关吧 吃得正欢快的晚晚 突然抬头看向六哥问 六哥 你的头发为什么是黄色的 而我们都是黑色的 苏星满听到妹妹说自己头发的事情 一时间有些心虚 哥哥的头发是染的 晚晚听后眼睛一亮 那我也要染头发 我要染红色 黄色 白色 紫色 想到那些漂亮的颜色 她越讲整个人越兴奋 六哥 今天她是我要做理营商 安杰丽 那英雪与 韩玲 雪丽 吃妹 GQ 安塔利亚晚 苏星满听妹妹说完嘴角一抽 她觉得妹妹如果真的去染成一头彩虹色 她爷爷 她老爸 她大哥她二哥肯定会揍死她的 那画面太美好 她都不敢去声响 为了自己的小命 她必须打消妹妹要去染发的可怕念头 她告诉妹妹年纪太小是不能染发的 而且染发对身体不健康 谁知妹妹直接反问 既然不健康那六哥你为什么要染头发 苏星满尽无言以对 只能说她还小不能染发 听到妹妹乖巧地说她知道了 苏星满松了一口气 觉得总算是糊弄过去了 谁知妹妹接着说了一句 等我长大了 我要和爷爷还有爸爸一块去染发 而一旁还没恢复的苏老五 立刻配合地说要一起去染发 婉婉继续说 还有大哥 二哥 三哥 四哥 五哥 小吃哥哥和干爹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 苏星满头皮一麻 万分后悔自己为什么当初要染头发 她看了一下时间 和妹妹说了声她还有事 就准备先走了 婉婉看着六哥背后的黑雾 她怎么感觉六哥身上死气变重了 她立马掐指一算 竟然算出六哥今天有死结 吃东西也顾不上了 她直接从椅子上跳下去 准备不让六哥出门 等到她追到大门口 六哥都已经准备出发 她大声喊了一句六哥 连忙和六哥商量 今天不要出去好不好 见妹妹那副恳求 她不要出门的样子 要不是她早就和人约好了 今天她就不去了 在家陪妹妹了 听到妹妹觉得她就要死了 不想让她死 苏星满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她一想到赛场上 还有那么多人等着自己 满眼歉意 对不起 然后戴上了头盔 准备出发 完完此刻真的是觉得满心的绝望 她都告诉六哥此去必死无疑了 可六哥就是不听自己的话 苏星满听到了自己爱车的轰鸣声 可是却发现车动不了了 她转头一看 自家小妹正死死抱住了她的那台机车 急得她大吼道 你干嘛 不要命了 完完也急了回吼 我不想你死 我要保护你 苏星满见状只能熄火下车 无奈道 完完 六哥今天有一场比赛 不能失约 完完表示那他也要一起跟去 见妹妹俐落地跳到地上 然后牵着她的手表示 现在可以出发了 她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自己妹妹自己宠呗 因为她的机车不敢开太快 谁知她竟被嫌弃了 可怜她的一片全权暧昧之心 终究是错付了 就在刚刚 无论苏星满怎么说 晚晚就是死活不肯下来 实在是没办法了 她只能从车库里拿出了一个小一点的头盔 戴在妹妹头上 先回头看了一眼视死如归的妹妹 再看了一眼手表 她见时间快到了 只能带上妹妹一起去了 当机车的马达再次响起时 黑色的机车如同利剑 呼啦一下就飞了出去 她不放心地叮嘱妹妹等下可不能给她捣乱 回答她的是妹妹响亮的保证声 与此同时 郊外破旧的道观里没有一点光亮 唯有道台上 白色的蜡烛照着面前的石像圣人 一个看似中年的男人 穿着暗红色的明智道袍 在胸前掐绝 口中正念念有词 忽然 她将食指和中指上的符露扔到半空中 原本还密闭的空间里 不知道哪里吹来了一阵风 紧接着轰的一下 那血红色的符露竟然在半空中燃烧了起来 叫着她师父 眼中闪过一丝兴奋激动地询问她是不是成了 她恩了一声表示做法成功了 她朝一碗清水里滴入鲜血 下一秒清澈的水中 立马就变成了血红色 上面浮现出了浓厚的黑雾 老道士看着师父的杰作 眼中净显疯狂道 哼 也不知道苏家出了什么变数 我在苏家下的死咒接连被破解 但是这次嗜血咒已经完成 除非大罗神仙来了 不然谁都救不了苏星满 被换作师父的道士骂道 没用的东西 还不是你学意不经 在月朗星期的晚上 兄妹两人在无人的公路上开着机车 晚晚是一点也不害怕 小手抓着六哥的衣服 一脸兴奋地喊道 六哥 冲压 苏星满原本为了妹妹不敢骑太快 谁知人家还嫌弃她开得太慢 她的一片全权暧昧之心 终究是错斧了 当两人来到了一条废弃的盘山公路上时 她提醒妹妹目的地快到了 山底下已经站了不少人 晚晚估摸着得有四五十个人 等苏星满一到 就有不少人欢呼着围了拐 然后他们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苏星满机车后面的晚晚 女生们觉得晚晚长得好可爱 一男生开口问苏星满 老大 这是谁啊 你女儿 小射牛晚晚一点也不害羞 他把头盔摘下来 看了一眼周围的人 见这些人对自己没有恶意 于是甜甜地打了一句招呼 你们好 我叫苏晚晚 他是晚晚的六哥 他话音刚落 众人集体呆愣 一男生嘴巴微张 看了他半赏时间 忍不住抱了一句国粹 脱口而出后 脑袋后面就挨了一巴掌 一旁的宋安和黑着脸 小孩还在这儿 嘴巴放干净点 苏星满问宋安和 何云川来了吗 宋安和指着对面 正靠在机车上的人道 已经到了 就在那边 晚晚也看到了那位 叫何云川的人 他是自家六哥的对手 此时正抽着烟 中的算命包算包满意 算不准少要钱 算得准加双倍 祖传算挂秘方 新国又安邦 就在刚刚 何云川原本正靠着机车 无聊地抽着烟打发时间 见苏星满终于赶来了 他就边朝对手走来 边扔掉了手里的烟 打量了何云川好一会 晚晚拉了拉苏星满的衣服 不敢置信地问 六哥 这就是传说中的精神小伙吗 他看着面前一个 染成了红黄蓝绿青蓝子的少年 眼神震惊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梦想中的头发 染出来竟然是这个样子 苏星满看着妹妹崩溃的小模样 差点笑出了声 他忍不住调侃道 晚晚还要染头发吗 晚晚赶紧摇摇头 表示他不染彩红色了 他只染成黄色 苏星满宠溺地揉了揉妹妹的头 无奈地叫了妹妹一声小笨蛋 晚晚忍不住关心地问 六哥 你待会儿要跟那人比赛吗 听到六哥说是的 他又问 输了会怎么样 苏星满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道 输的人就跪下来叫赢的人爸爸 晚晚文言捏紧小拳头 认真的说 在我心里爸爸只有一个人 我才不要叫别人爸爸 苏星满表示让他放心好了 自己是不会输的 何云川看着苏星满和晚晚说话的这一幕 他心想苏家六少什么时候这么怂啊 他见小女孩长得很可爱 嘴里吐槽着苏星满到底是怎么回事 比赛竟然还带着小孩子 手却忍不住地想去捏一捏小女孩的脸 苏星满及时挡住了他伸出去的手 并介绍晚晚是自己的妹妹 晚晚一直在打量着何云川的面相 他淡淡的眉毛时而皱起 时而放松 他看何云川的面相不是坏人 但是这人的命真的是苦 六亲元宝 以后就算结婚生子也是商客子女 然后就听到何云川和六哥两人的互对和互放狠话 晚晚没去管两个幼稚大男孩 他掐指一算 何云川命功因案 岁月并临 今日可能就是他的死结 然后就见他在六哥怀中笑着问 大川哥哥 要不要来算一挂 正宗的算命 包算包满意 算不准 少要钱 算得准 加双倍 祖传算挂秘方 新国又安邦 两个大男孩被小女孩这副小神棍的模样 顿时都傻了眼 何云川眼神同情地看着苏星满 算是明白这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妹妹带过来了 这么漂亮可爱的妹妹 竟然是个傻的 他同情地说道 你也挺不容易的 苏星满也不知道他到底脑补了什么 竟如此地同情自己 晚晚从六哥怀中跳了下来 他一脸严肃地问 大川哥哥 你是不是不信我呀 我关你今日硬堂发黑 恐有血光之灾 何云川也被小丫头认真的模样给逗笑了 他如愿以偿地捏了捏小丫头的脸 然后配合地问 那小家伙你想让我怎么样 晚晚被他捏的说话都口齿不清晰了 你可以回家呀 比赛嘛 什么时候都可以滴 而且天上好像要下雨了 何云川苦笑道 可是我没家了怎么办 而且我已经答应了雇主 今天要是不比赛 可是要赔钱的 听到要赔钱 晚晚想到自己刚和二哥上节目赚到钱了 他豪气地表示 这样吧 你跟我回家 我最近刚赚了三千万了 何云川心里很是感动小丫头的关心 但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他 既然自己答应了雇主 就一定会守信的 他原本以为小丫头还会再劝劝自己 谁知小丫头小手一摊 表示那这样的话他也没办法了 何云川戳了戳他 杨庄生气道 你不是说我都要死了吗 怎么不再坚持一下 晚晚的大眼睛里露出无辜又委屈的表情 我也没办法呀 你身上是死结 就算今天躲过去吧 明天可能还是会死的 我也没办法解决他 他想到了什么 忽然问周围人有纸笔吗 这是人群中的一个女孩 在周围人差异的目光中 举手表示他有纸笔 晚晚先把纸放在地上 然后在纸上认真地画起了符 不一会 众人就见他举起两张纸说话好了 他给了六哥一张符 也给了何云川一张符 他正一脸骄傲地等着两人的夸奖和感激 可两人看着手里的那张纸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们就见纸上的线条弯弯曲曲的 像一幅画又像字 反正他们谁都不认识是什么 他们都只能沉默了 六哥的结竟然不是死结 只因那是咒 死咒 在刚刚晚晚等了好一会都没等到两人的感谢 他还是不放心地叮嘱 六哥一定要认真放好他送的符哦 一旁的何云川虽是满脸的不在意 但还是把晚晚送的符揣进了兜里 毕竟这是小女孩对他的一份善意和关心 他对此很是珍惜 苏星满虽然没说什么 但他直接把妹妹送的符 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卫衣的口袋里 何云川见状忍不住出言嘲讽 你不会真的相信这种小孩子的迷信玩意儿吧 见他竟然敢说妹妹的符是迷信玩意儿 对他这种不识货的人 苏星满也来了脾气 苏星满和何云川两人已经把机车开到了比赛场上 他们都坐上了自己的机车 好多苏星满的支持者在一旁给他摇旗呐喊 诸位加油 比赛前两人相互吵谎了对方一番 晚晚一脸好奇地问 小安安 你说谁会赢 宋安和眼神有些惊讶 忍不住问道 你在问我吗 晚晚看了一下四周 大家都已经在看比赛了 也没什么人看向这边 他歪着头认真问 这里还有别人吗 见小丫头问的是比赛谁赢的事 他对自己老大的技术可是相当的自信 他立马肯定地说道 当然是老大赢了 别看老大长得像的小白脸 但是老大可是我们的标杆 听他如此得意地吹嘘六哥 晚晚一脸地怀疑 嘴里嘟囔着 尊都假都 裁判是个女学生 他上场先请两位选手做好准备 然后大声喊道各就各位 预备 当他的开始两个字声音落下 二人直接把油门加到最大 休得一下就飞了出去 晚晚大眼睛一眨不眨地 看着已经消失不见的六哥 他觉得开机车的六哥太帅了 他决定他以后也要学开机车 宋安和下意识地看了看他的小短腿 在嘈杂的声音中扯着嗓子道 你可能开不了机车 晚晚一脸疑惑地问他 为什么呀 大直男宋安和先举起晚晚 然后说 你的腿太短了 晚晚顿时感觉有一把利剑 插进了他的胸口 他觉得自己面子都没了 立马一边对宋安和拳打脚踢 一边极其认真的反驳 我家里人腿都特别长 我以后肯定也是大长腿 宋安和却再次道 但是你的腿太短了 而且还这么矮 基因突变也不一定 晚晚听到基因突变 整个人就绷不住了 他实在是受不了这委屈 躺地上张开嘴大哭了起来 宋安和被他这操作弄得手足无措起来 他不断表示自己是开玩笑的 其实腿短短的也是很可爱的 他好言好语地哄道 掀起来 地上脏 晚晚表示别指望自己会原谅他 然而就在这时 天上打了一个闷雷 原本隐隐约约的太阳瞬间消失 白色的云瞬间变成了乌黑色 天空乌鸦鸦的一片 像是立马要坍塌了一样 晚晚盯着天 眼泪瞬间止住 神色凝重 他忽然意识到 这可能不是一般的死结 或者说 他六哥的结不能算是死结 而是重 死重 与此同时 正在赛车的两人也感受到了天气的变化 他还在前面的何云川感叹 晚晚这个小乌鸦嘴说得还挺准的 稍稍落后的苏星满出言提醒他少废话 自己马上就要超过他了 轰隆一声巨响 下一秒 盘山公路的山顶忽然坍塌 大批的落石肉眼可见地掉了下去 何云川健壮立马提醒身后的苏星满小心 没想到对方功力如此高深 他请出了六丁神竟然也没有用 但他却一点也不害怕 只因说到斗法 他就没输过 就在刚刚 何云川用尽全力找到了受伤的苏星满 他艰难地带着对方一起离开这片危险的区域 雨越下越大 他也几乎立即了 这时他想起了当初母亲因为一场车祸成了植物人 父亲受不了压力离开了 他愿意下跪 他愿意喊人罢了 只因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他现在染了的彩虹色的头发 也只是为了得到三千元的打赌钱 划分两头 五分钟前不少人见雨越下越大 都忍不住地担心起来 他们担心这雨越下越大 路都看不清楚了 待会要是出事了怎么办 宋安和见此气得直骂人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他看到不远处的盘山公路的山顶忽然坍塌 大批的落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掉下来 他连忙让人通知救援队过来 晚晚没去看周围乱成一团的人 他一直盯着六哥在的方向看 宋安和一边担心着两个比赛人的安全 一边又要安抚住晚晚 他蹲下身认真道 晚晚 没事的别害怕 小安哥哥马上去找你六哥 你就在山下好好等着 别乱跑知道吗 虽然雨势很大 但他和苏星满关系那么好 自然不可以坐视不管 然而现在还有一个小孩要照顾 他只能把晚晚交给小弟们 交代他们道 你们就在下面等着救援队来 一定得看好我们满哥的命根子知道吗 那几人也都是苏星满的好友 赶紧到 我们也要上山 宋安和眼眸通红 看了看远处的公路 本来应该出现的身影迟迟没有出来 心里担心不已 语气不耐烦 上个屁 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留下来看着晚晚 说完他直接骑上自己的机车 冒着大雨上山去了 他前脚刚上山 几个少年后脚就跟了上去 最后只剩下一个戴眼镜的少年 被留下来照顾晚晚 眼镜少年因为被淋透 全身在止不住的颤抖 可即便上下牙齿不住的颤抖着 他还是想护住晚晚 晚晚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下一刻直接向前走了出去 稀稀利利的大雨本来要落在他的身上 然而就在一瞬间 他的身上似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屏障 风雨不敢轻 他右手向上 五指张开 漆黑的眸子看着远方 大鹤岛 七星剑 话音刚落 空中出现一阵破晓的声音 似乎有什么东西穿破空间一样 紧接着 天上突然出现一柄荧光透亮的长剑 七星剑就跟长了眼睛一样 稳稳当当地落在了晚晚的手里 剑身特别长 他向前走了紧 七星剑的剑尖就在地上冒出了火光 晚晚抬手 七星剑瞬间飞到了他的胸前 不断旋转 人高护我 丁丑保我 人和度我 丁有保全 人灿管魂 丁似养神 太阴华盖 地护天文 无形与步 玄女真人 明堂坐卧 隐符藏身 晚晚守为剑指 在苏婉婉面前 发出微微的战力 同一时间 天空乌云游走 黑压压的一片 下一刻天就要他下来一样 雷声越来越大 闪电在他不远处 直直地劈了下来 地上立马出现了一个 黑漆漆冒着烟的大坑 婉婉脸色凝重 他没想到对方功力如此高深 竟然请出六丁神也没有用 看样子对方已经察觉了他的动作 早早就设谈做法了 不就是斗法吗 他苏婉婉可从没输过 他咬着牙 竟然对眼镜哥哥使用了 独家密集版砖诗艺术 只因他不想被有关部门抓走 身着红色道袍的道士 被徒弟的大呼小叫声吸引过来 当他看到法坛上的清香折断 清烟在瞬间戛然而止 他按道不好吩咐徒弟 赶紧再去点三支清香 老道士领命立马点上清香 然而当他把清香插入法坛时 清香再次折断了 老道士见状着急地询问 师傅 现在应该怎么办 红袍道人手持桃木剑 他也疑惑道 苏家到底请了什么高人 竟然连嗜血咒都能破 他右手剑指 皮肤划过桃木剑 那桃木剑如同尖锐的铁片 他的手上瞬间鲜血直流 鲜血染在了桃木剑上 他陡然睁大双眼 眼睛里迸射出凌厉的目光道 但我的嗜血就是无人能破的 他手上掐绝 嘴上念念有词 玉帝有翅 神艳四方 金木水火土 雷锋雨电 神艳轻魔 霹雳电光芒 随着红袍道人话音落下 盘山公路的空中 瞬间风雨大作 于是比刚才还要大 骑车赶去营救苏星满的宋安和 发现身后跟着一群机车 他转头大声问 不是让你们别来的吗 身后的人也大声回 雨太大了 我们不放心 宋安和也没时间在这件事上磨迹 他咬牙道 得赶快找到老大他们 我们走 前面又塌方了 他们一行人赶忙躲避 晚晚知道对方跟他杠上了 只是他没有时间拖下去了 再不快点解决 不说六哥他们 就连小安哥哥他们也会有危险的 他不再多想 指尖在七星剑上划破 鲜红的血液顺着手指滴在地上 他嘴里念着法诀 欲亲有命 告下三元 十方曹志 禀命所宣 各统部署 励志谈前 转阳大后 开挤人天 他大喝一声 七星剑 去 七星剑发出巨大剑鸣 化作一道荧光朝空中飞去 只是一瞬间 无数的金光涌上天际 原本还乌云压成 雷声作响的天空忽然雨停了 道观里的红袍道人 不敢相信他一向引以为傲的嗜血咒 竟然被人破了 被徒弟扶着的他又一次被反噬了 他心中万分的不甘心 他暗暗发是下次他一定会成功的 皎洁的月光照在半山腰上 树上的雨水正在滴答滴答的落下 婉婉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闷哼声 他转过身 就看见刚才那个眼镜哥哥 正一脸惊恐的看着他 婉婉苦恼的挠了挠后脑勺 刚才斗法太认真 竟然忘记了后面还有一个大哥哥 他有些抱歉道 对不起啊 师傅说不能让人看见 所以你把刚才的事情忘记好不好 说完就见他抱起一块板砖 朝对方的头砸去 他见眼镜哥哥直接被砸晕了过去 才开口解释 师傅说我们跟有关部门签订了保密协议 绝对不会在民众面前露出特殊能力 不然就会被抓走的 他把晕了的少年拖到了干净的地方 让对方在那里睡一会 然后他就独自去找他家六哥了 享受着左拥右抱竟然觉得好无奈 只因他是被迫的 他全身都疼还被两人熊抱着 就在刚刚 婉婉跑的速度很快 在半路上就遇到了宋安和 宋安和那群机车少年 正被路上的大石头困住了 他们一行人正在合力抬挡路的石头 婉婉见状就焦急地问 小安安 有我六哥的下落了吗 宋安和猛地听到他的声音被吓了一大跳 要不是他现在正抱着大石头 估计他会被惊得跳起来 他问婉婉 小祖宗 你怎么来了 眼睛呢 婉婉顿觉有些心虚 眼睛眨了眨 你说那个大哥哥呀 刚才天上打雷 他被吓晕了 他虽然觉得自己有点不厚道 但是师傅说的话他不能不听 他也不想带警察叔叔送他的玫瑰金手镯 所以他只能把责任推到眼镜哥哥身上 见婉婉手脚并用煞有其事的比划着 众人都在心里唾弃了一下眼镜 竟连个三岁小孩都不如 宋安和叮嘱道 婉婉 你就在这里待着 不要乱跑知道吗 山上有掉落的大石头很危险的 他话音刚落 就见婉婉熊啾啾气昂昂地朝石队走去 边走边说他力气很大的 然后在众人的木凳口呆下 小姑娘抱起一块比他人还要高的石头 只见他用力一抛 大石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天空 消失不见了 婉婉把大石头弄走后 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表示大家快去前面找他的六哥吧 宋安和见小姑娘轻轻松松搞定了 他们这么多人都没搞定的大石块 要不是他刚刚一直在搬石块 都忍不住怀疑婉婉刚刚移走的石块是棉花做的 宋安和见到面前的路突然开阔起来 忙用干渴来掩饰他的震惊 他招呼自己的兄弟们 都别愣着了 快点清理石头去找老大 其中一个小弟不禁猜测道 宋安和用手扒开两人身上的小石块 他和另一个少年一人背起一个昏迷的人 朝他们的机车快步走去 他们要把人立马送去医院 晚晚和宋安和两人安静地 在病房里等着苏星满的苏醒 等待的时候最熬人 两人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听到了苏星满的呼通的声音 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房间太安静了 这么一点点的声响都把两人惊醒了 他们太激动 见苏星满终于醒了 两人都是忍不住欢呼出声 他们压抑太久了 两人都往苏星满身上扑去 让他被迫地享受着左拥右抱 他全身都疼还被人压着 他也好无奈啊 他好不容易地从两人的怀抱中抽身出来 向两人说道 我没事 别担心 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晚晚听六哥这么说 他就忍不住地难过起来 他抽烟道 六哥是笨蛋 苏星满从来没有哄过小孩 此刻手忙脚乱 他用手摸着妹妹的头哄道 现在没事了 晚晚别怕 谁知妹妹越哭越大声 他急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忙问 怎么了晚晚 晚晚边哭边说他要卫生纸 等妹妹不哭了 他才想起问一旁的好友 自己怎么来医院了 宋安和告诉他 比赛时下雨导致山顶塌方 多亏了何云川救了他 苏星满一边听好友的述说 一边努力地回忆 他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就要起身去找何云川 迫切地想知道对方在哪里 现在怎么样了 坦白 他从宽 他竟当面举报自家六哥私下飙车 只因他是遵纪守法的好宝宝 苏星满不顾身上的疼痛 从病床上下来 他急切地想去看看何云川怎么样了 当他火急火燎地找到何云川时 发现护士正在给对方上药 见对方受的是皮肉伤时 他那颗紧张不安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何云川见向来拽拽地苏家六少 这次竟然为了自己大惊失色 他倒是反而打去道 我这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 又不像你苏家六少身骄肉贵的 他话刚说完 谁知苏星满不知哪根筋搭错了 激动地冲到他的面前 抓起他的衣服大声质问 谁让你救我的 你不要命了 就为了那几个臭钱 何云川整个人都被弄得很不舒服 听到对方的指责他心里更加不爽了 他用力挣脱开对方的束缚 对苏星满吼道 你以为谁都像你大少爷一样 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的 你知道馒头多少钱一个 ICU多少钱一天 什么都不知道的你 在这里装什么大爷 苏星满背对得哑口无言 何云川见状突然不想再说什么了 和人家说这些有什么用吗 他还是去打工赚钱实在点 听到苏星满说可以给自己钱 他果断拒绝了 他再怎么需要钱 至少都是靠自己去赚的 哪怕是给人下跪 和人的施舍 苏星满看着他的背影 喃喃低于自己是真心的想当态 晚晚过来的时候 刚好碰到准备离开的何云川 他不解的问 大川哥哥伤还没好要去哪里 等他了解了先因后果 他觉得自己也许可以治好 大川哥哥妈妈的病 何云川鬼使神差地带着兄妹两人 来到母亲的病床前 晚晚由于身高不够 现在只能椅子来凑 他站在椅子上把脉 见妹妹一脸严肃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苏星满着急地问情况怎么样 晚晚直接说了他把脉得出的结论 身脉虽动而昏晕迷心 气壁不通 因气逆行又伤了脑壳 何云川其实本来也没抱多大的希望 他只是希望有一丝奇迹的出现 他虽然很失落 但还是说道 没关系 虽然治不好 但人还在就好 他这话不知是说给晚晚听的 更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这也是他苦苦支撑下来的信念 晚晚一直在嘀嘀咕咕地说着 只有他才听得懂的话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激动地表示他知道该怎么做了 一旁的苏星满被他弄得一愣一愣的 他可是个行动派 想到什么就去做的性子 他一手拉着六哥一手拉着大川哥哥 就准备去找他那有神医之称的24师兄帮忙了 三人刚走没几步 就被接到举报的警察叔叔带回了警局 警察看着正专心吃着泡面的何云川 恨铁不承钢地道 何云川 你看看你这个约第几次进来了 局里的泡面都不够你似的 何云川早就对警局轻车熟路了 他一点也不害怕细皮笑脸地回道 我坦白 我从宽 我们私下飙车 警察听后怒不可遏地对苏星满和何云川两人吼道 你们私自比赛还带这么一个奶娃娃干什么 要是磕着碰着父母不心疼吗 你们谁是他哥哥 苏星满弱弱地表示自己是婉婉的哥哥 警察看他的眼神了充满了指责 让他交代了是哪个学校的 并联系家长来警局一趟 苏星满当场给苏爸爸打了电话 苏爸爸接到儿子电话 就着急地问他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婉婉 他表示自己从早上开始就没见到女儿了 听儿子说婉婉和他在一起 苏爸爸就放心了 他顺嘴就问了一句他们两人现在在哪里 听到儿子说他们在警局 还需要他去领人 他没有马上回答 让这个消息在脑中消化了一下 他对着电话就吼道 你给老子等着 爸爸不要打小孩 小孩是祖国的花朵 不要把我们的叶子打掉了 就在刚刚 苏星满看着已经被挂断的电话 他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今天这顿来自老父亲的爱的胖揍 肯定是躲不掉了 他要让自己挨揍的几率降到最低 忙问警察叔叔办公室里有扫帚吗 听到有扫帚 他忙让妹妹把扫帚收起来 婉婉像是想到了什么 顿时明白了六哥的意思 他直接找到扫帚 在大家的震惊下 把他们从窗口抛了出去 婉婉一副大功告成的模样 表示扫帚都藏起来了 爸爸肯定打不到他了 可惜婉婉不知道 他家六哥一直怕的是老爸揍他呀 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 听听这充满着怒意的叫声 估计他的名字 都是老爸咬牙切齿地蹦出来的 看着手持棍子怒气冲冲走进来的苏爸爸 兄妹两人顿时呆住了 他们千算万算 都没有算到他老爹来的时候 会自己戴上一根棍子 苏爸爸举起手中的棍子 就要去揍那不省心的儿子 兄妹两件状各自跑路 这次要不是有警察拦着 苏星满这顿胖揍肯定少不了 见小兔崽子还敢跑 苏爸爸更生气了 晚晚上前死死抱住 爸爸手里的棍子问道 爸爸 你之前不是说过你不会打小孩的吗 爸爸不要打小孩 小孩是祖国的花朵 不要把我们的叶子打掉 苏爸爸看到女儿全身脏兮兮乱糟糟的 他心里是更糟心了 拳头更痒了 更想揍苏星满了 但他知道这里是警局 也确实不适合他在这里叫子 他努力压下火器 先和警察表示了歉意 家里两个逆子给大家添麻烦了 然后一手一个拎着两个逆子回家了 警察见苏爸爸把苏家两兄妹领了回去 就让何云川赶紧吃泡面 吃完送他回家 警察把他送到楼下 见他就要回家 忍不住叫住他并叮嘱道 小川好好生活吧 别再做那些危险的事了 你母亲的事我们都会尽力帮忙的 何云川心里都知道人家是真心为自己好 可是他不敢硬下 他太需要钱了 警察也知道他的难处 也只能对着这个命苦孩子的背影 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何云川回到了自己那破旧的家 他整个人疲惫地倒在自家的沙发上 想起了那个小姑娘和他说的话 可是晚晚也希望大川哥哥平安了 在想起今天山体崩塌的时候 他好几次私里逃生 明明那石头都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可是力度却像被棉花砸中一样 而每次私里逃生后 他口袋放着晚晚今天往他怀里揣的 服录的位置就会发出一片灼热 给他处理伤口的护士都在感叹他的幸运 竟然只是擦伤 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摸出了一把灰烬 他从来不信命 他骨头也硬 就算天塌下来 他腰杆也得挺直 他轻生低难 妈 今天我被一个小孩救了 晚晚于他来说 是救命之恩 这一救 就是两条命 他发誓将来一定会好好报答这小家伙的 而此刻回到家的晚晚 看着苏爸爸直接把大高个的六哥粗暴地拖进书房 他无比担忧地想着下一个拎进书房的会不会是自己 五哥一夜之间从不能自理的傻子变成了人见人打的镊子了 就在晚晚亲眼见到六哥被老爸像拎小鸡仔一样拎进了书房 没多久 书房里就传来了老爸的责骂声和六哥的互动声 他听到书房里传出来的声音 完全不敢想象自己进去后的情景 这时苏五哥走到他的身边用手戳了戳他的脸 他本来就处于高度紧张中 结果被五哥这么一下 直接喊破了嗓子 听到女儿的尖叫声 下一秒书房门啪大一下就打开了 苏爸爸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 手里还不忘拖拽着逆子 着急地问 怎么了晚晚 结果一眼看去 便看见女儿骑在老五的肩膀上 双手死死地抓着老五的头发 老五疼得呲牙咧嘴 正嗷嗷大叫 看到眼前这一幕的老父亲深感头疼 他只能让儿子先把女儿放下来 老五听后顿时不服地喊道 老爸 你不应该让晚晚把抓着我头发的手先松开吗 苏星满总觉得今天的五哥有点不太一样 他犹豫了一下 小心翼翼地问道 苏承琪 你今年几岁了 苏承琪直接给了他一个白眼道 你是不是傻了 我六岁了 怪不得今天的老五不一样了 原来是一夜之间从不能自理的傻子 变成了人见人打的镊子了 苏家父子只能无奈地看着兄妹两人 高高兴兴地准备出门完了 苏承琪恢复到了六岁的状态 只不过对比之前 雄了不少 一大早他就和妹妹在家玩起了游戏 苏二哥本想睡个懒觉 被吵得根本睡不着 他怒气冲冲地出了房门 就看到满屋子的卫生纸在空中飘扬 原来老五和小妹竟然在扯卫生纸玩游戏 苏语时怒吼一声 够了 玩得正兴起的兄妹俩人 被这突然的吼声吓了一大跳 二人齐齐回头看了过去 苏二哥看了一眼一脸委屈的妹妹 意识到刚才自己的不妥之处 赶紧咳嗽两声轻声解释道 晚晚 二哥没说你 苏承琪一听 立马不高兴了回吼道 那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 苏语时下意识回队 你个傻子吵死了 你才傻 你全家都是傻子 说完他就冲到二楼去找苏语时干账去了 晚晚见五哥和二哥打坐一团 他感觉自家五哥现在真的是活力满满了 苏星满走到妹妹面前 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参加宋安和组的饭局 听到有好吃的 晚晚立刻表示他要和六哥一起去 苏星满带着妹妹来到了和宋安和约定的地方 两人刚落座 晚晚看着对面笑得灿烂的宋安和 从他的面相上看他不妙啊 是我哥哥赢了你 拿了全校的第一名 你就跪下来叫我六哥爸爸 在刚刚 晚晚出神地看着宋安和 他看出眼前这个少年家境虽然富裕 但是在几年后家中必定大乱 也不知道以后他得受多少苦 宋安和见小姑娘一直盯着自己看 问他怎么了 晚晚深知天命不可为 但小安毕竟是六哥的好朋友 他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 虽然天机不可泄露 但是让小安好好念书考出好成绩应该是无碍的 晚晚哀了一声 紧接着问道 小安你逃课了吗 宋安和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否认了 晚晚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哭口婆心地对他说道 小安呀 读书虽然不是唯一的出路 但是多读书准没错的 他言尽于此 也不能继续多言了 宋安和被晚晚说得一愣一愣的 偷偷问苏星满 老大 晚晚一直是这个样子的吗 还不等他回答 就听妹妹问他 六哥 他们都叫你老大 你在学校是不是很厉害啊 苏星满得意地回答那是自然 晚晚还不懂什么叫拉帮结派 他觉得六哥在学校里厉害 肯定是因为成绩好的缘故 他满眼都是崇拜地说 六哥 你在学校的成绩一定很好 苏星满文言顿时尴尬了 他转移话题问妹妹想吃什么 他去点单 倒是送安和听后见兮兮的笑问 小团子 你知道我在学校的成绩吗 晚晚看着他诚实地达到 应该是让你爸妈着急的成绩 送安和满不在乎地说 他的成绩是全校倒数第三 然后他再次露出那件兮兮的笑容 指了指苏星满的方向 但是你六哥已经蝉联两年的倒数第一了 他六哥可是紫薇心下凡 怎么就倒数第一了 晚晚表示他在骗人自己可不会信的 送安和却一脸淡定地表示 如果他不信 可以自己去问问他六哥 苏星满实在是忍不住了 过来就揍了那个得瑟又嘴快的家伙几拳 然后对妹妹说 别听他的 六哥下次一定给晚晚考个第一回来 晚晚愣了一下 还没反应过来说什么好事 呵呵 全校倒数第一居然想考第一 简直吃人说梦 他就听到有人说出了充满嘲笑和讽刺的话语 晚晚可是超级互独自的性格 他直接回怼 六哥 我刚才听到有恶狗在狂叫 你听见了吗 苏星满心里乐开了花配合道 没有吧 咱们面前就他们一群人 哪有狗 晚晚是不是听错了 宋安和也给力道 晚晚不可以侮辱狗狗 刚刚开口的少年觉得自己被三人侮辱了 用手指着他们怒问 你们什么意思 苏星满站在那没动 只不过眼神忽然凌厉起来 我什么意思 为了曹石来的 你也想跟他一块去医院作伴 还是要打架吗 对面的人文言浑身一颤 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曹石打抱不平而已 哪里敢真的为了曹石惹恼苏星满 他努力给自己找台阶下 既然你觉得我侮辱你了 那这次期末考试你只要拿到第一名 我就 晚晚见对面的少年顿时卡壳了 一时间不知道要下什么赌注 他立马跳出来道 要是我哥哥赢了你 拿了全校的第一名 你就跪下来叫我六个爸爸 对面少年不敢相信小孩子 竟敢把赌注下这么大 见他没有什么反应 晚晚指着他挑衅道 杨逸 你敢答应吗 一旁的宋安和轻声提醒 晚晚 那个自念希 他见对方没有反应只能再次问 杨逸 你敢答应吗 杨逸也被激起了血性 他直接来了一句答应就答应 到时候记得给他跪下来叫爸爸 苏星满一点也没生气 只淡淡道 是吗 我也等着你叫我爸爸呢 扫兴的人虽然一走 但宋安和也没了吃饭的心思 此时他担忧地问 老大 现在怎么办 输了可真要叫对方爸爸的 他十分担心 觉得这次的赌注有些大 苏星满却淡定道 怕什么 第一而已 又不是没拿过 晚晚心心十足给六哥鼓劲 加油 让杨逸跪下来叫你爸爸 宋安和几次欲言又止 很想让老大兄妹认清现实 最终他转移话题问 李曼已经走了 你明天来学校吗 听到老大说要来的 他也就放心下来了 兄妹两人和他道别后就回家去了 晚晚一回到家 眼睛就没离开过大哥 他告诉大哥自己好困 苏起怀立马接过六弟怀中的妹妹 苏爷爷和苏爸爸 见小公主眼里只有他大哥 顿时吃错 当听到他说大哥身上香香的 屋子里也是香香的事 他们顿时不服气了 一个让人去准备各式的大排香水 一人则吩咐助理小王 给他准备各种儿童能够接受的香水 他的小命 竟忽悠妹妹唱歌给爷爷听 只因别人唱歌要钱 他没唱歌要命 第二天一大早 晚晚哈欠连连地打开房门 他猛地睁大眼睛 吸了吸鼻子 这是什么古怪的味道 他连忙用双手捂住鼻子 虽然这味道是一种浓烈的香味 但实在是太刺鼻了 然后他就看到自家爷爷 爸爸还有六哥 各自喷着他们认为最好闻的香水 让他来评价哪个更好闻 他被三人围了起来 那味道哪怕他捂住鼻子都受不住 他直言他想吐了 三人听到小宝贝竟然是这种评价 瞬间都如失去灵魂般 没了争宠的劲 晚晚直接留下一句 要去找二哥沉练了 就毫不留恋地跑走了 晚晚跑到二哥房间 见他睡得香甜 直接喊他起床锻炼 晚晚跑到床边 递了一把小小的桃木剑给二哥 此时的苏语石还没睡醒 他下意识地接过桃木剑 手里拿到剑 他就以为是开机了 本能地在床上不停地比划 桃木剑在空中发出羞羞羞的声音 晚晚见状捧场地鼓起了掌 看着二哥眼里满是崇拜的神色 听到妹妹夸他厉害 苏语石满心骄傲白白手 这算什么 二哥还有更厉害的 过了一会 两人来到家中的草坪上 晚晚先做了一会儿舒展运动 紧接着就拿着七星剑开始比划 他让二哥看好了 这是抚摸剑法可以强身剑体 刚开始苏语石还是能跟上妹妹的 毕竟他也是有点底子的人 慢慢地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跟不上了妹妹的步伐了 他本还打算努力跟上的 结果没一会儿 他就只能静静地看着妹妹表演了 晚晚最后挽了一个剑花 顺利把七星剑收到了自己背后 他这才发现二哥竟然没跟着他一起练剑 他疑惑地问二哥 怎么不练了呀 苏语石却赶紧蹲下来摸了摸妹妹的小腿 晚晚被摸得有些痒 不停地躲闪并问二哥这是在干什么呀 苏语石一本正经地说 二哥看看你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晚晚估计是没明白二哥的意思 一脸自豪地说 我和别人是不一样啊 因为我是爷爷 爸爸和哥哥唯一的小宝贝 苏语石忍不住谈了谈妹妹的脑袋附和道 对对对 你是我的大宝贝 然后他就把大宝贝放在了肩膀上 扛着妹妹回去吃早饭了 果然 回去的路上晚晚的笑声就没有停过 在他肩膀上骑大马 双手轻轻地捧着他的头 一边唱着轻快的童谣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晚晚五音不全 唱歌难听的要命 偏偏晚晚还没有自知之明 还问二哥他唱得好听吗 苏语石实在无法违心地说他唱得好听 但也不能伤了妹妹的自尊心 他只能小心翼翼地问 晚晚以前在道观的时候唱过歌吗 晚晚使劲地点点头 唱过的 师父他老人家说我唱得很好听 差点把他送走了 说完他就准备再唱一遍给二哥听 苏语石赶紧拒绝说 晚晚 现在二哥还不需要 如果你想唱 可以唱给爷爷听 晚晚十分疑惑问二哥 为什么呀 苏语石之前也是随口一说 被妹妹问了为什么 倒是开始想这个问题了 他认真的摸了摸下巴道 可能是我想吃喜了 听到二哥说吃喜 单纯的晚晚就觉得有好吃的了 身为吃货的他顿时拍了拍手 我也想吃喜 我还要吃爸爸的 大哥的 苏语石文言暗道不好 赶紧把晚晚的嘴巴捂住 他让妹妹快别说了 再说下去就是要吃他的喜了 那画面实在是不能再想下去了 此时苏老爷子 苏爸爸以及苏家老五老六 都已经坐在了餐桌上了 苏诚琪手中拿着包子问 六儿 你有没有听见刚才乌鸦的叫声 正在吃包子的苏星满 乌鸦 我听着有些不像 乌鸦哪有哇哇叫的 疑惑中的苏诚琪刚好看见了 站在不远处的二哥和晚晚 他就问妹妹刚才在门口 有没有看到乌鸦 晚晚想了一下 摇了摇头表示没看见 他觉得这天这么冷 小鸟都不愿意出门搭 苏诚琪更加疑惑了 自言自语起来 那就奇怪了 我感觉就是一只乌鸦呀 而且这乌鸦也是神了 听着像是在唱歌似的 苏语石心想糟了 晚晚唱歌被这傻弟弟听到了 他下意识地狠踢了一脚苏诚琪 苏诚琪莫名其妙地挨了一脚 忍不住生气道 二哥 你替我干嘛 你知不知道殴打他人 为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43条给予行政处罚 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 依据第234条追究刑事责任 在法律上 打人可以用故意伤害来解释 一般轻微伤可以由公安进行调解 调解达成协议后不再处罚 若调解不成可处罚款 或15天以下行政拘留 伤情鉴定结果达到轻伤及以上的 根据刑法第234条 关于故意伤害罪的规定 打人至受害人轻伤及以上的 构成刑事犯罪 相对应地承担刑事责任 看着说完一场段 法律之事扔气鼓鼓的五地 苏语时先是一愣 然后小心翼翼地问 你刚刚叫我什么 你是不是恢复了 苏诚琪经过二哥的提醒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蹭得一下站起身 身后的椅子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他大喊道 老子终于不傻了 然后他激动地握住妹妹的手 晚晚 你简直就是五哥的小福星啊 一家人见老五恢复了都很开心 苏爸爸问女儿 晚晚 老五为什么会这么快恢复 上次不是说还要等一段时间的吗 被五哥举高高举得晕晕地 晚晚解释道 背后那个坏人被我用七星剑重伤 所以法力肯定大打折扣 估计三个月内都不要想恢复了 自然没办法继续施法害人了 五哥当年虽然被撞到了脑袋 其实伤势并不严重 只是当时正好被这人抓到了空子 利用倒数把五哥的灵魂囚禁起来了 我虽然是真 但是针法十分特殊 再加上正好背后那个人受到重创 不然五哥你恢复也没这么快 苏承齐在一旁听的目瞪口呆 按道怪不得晚晚扎针完后 还要给他一张符 第二天的时候 符就会莫名其妙地自然 没成想里面竟然有这么大的玄机 但是最震惊的还是苏星满 听妹妹这么一解释 她突然觉得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她忙开口问道 晚晚 所以我们身上都有死结 对吗 晚晚摇摇头 因为我发现得早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死结 六哥你的死结是突然出现的 肯定是背后那个坏人故意加快节奏 不然死气不可能弥漫得这么快 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她掏出了一张符露 手中掐绝 另外一只手将符露扔向空中 同时手腕向下 没一会儿 在她口中念念有词的时候 空中突然能听到嘶嘶嘶的声音 下一秒 原本还立在半空中的符露突然燃烧殆尽 晚晚做完这一切拍拍手表示 上次我说了要送对方一张五雷符 结果忘记了 今天正好补上 倒是苏宇时有些好奇 敲咪咪道 晚晚 这就成了 晚晚肯定道 成了 估计对方被雷劈的这段时间不敢作恶了吧 听到妹妹竟然愿意教她这么厉害的书法 苏宇时立马点头答应 与此同时 做法的红袍道人被雷劈劈晕过去后 她的徒弟哭得那叫一个悲痛欲绝 只因师父死了 她却还不知道师父的银行卡密码呢 这颇天的富贵竟然与她无缘了 想吃老头子的喜 看打不死你 吃过早饭 苏家老爷子觉得事情总算都解决了 就准备去钓鱼 晚晚突然抬起头 一双眼睛亮晶晶地问 爷爷 等你钓鱼回家 是不是就可以吃你的喜了 听到妹妹的话 苏二哥就知道要糟了 苏爷爷一开始没明白小孙女话里的意思 等他想明白了 立马把冲天的怒火都对准了苏宇石 肯定是这个不省心的玩意 在他宝贝孙女面前说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苏老爷子低着头 把自己的钓鱼袋子打开 然后把鱼竿拿了出来 挥着鱼竿就朝着苏宇石的屁股抽了上去 苏二哥见状不对 下意识就要逃 然而老爷子的速度更快 直接抬手就打到了 他疼得直接跳起来 爷爷 您干嘛呢 他捂着屁股离老爷子起码两三米远的距离 忍不住问道 爷爷 你打我干嘛 老爷子紧握着鱼竿道 打的就是你 还想吃老头子的鞋 看我不打死你 苏爷爷虽然很生气 但还是怕误伤了小孙女 就让他来自己身边 方便自己更好的抱走苏宇石一顿 晚晚不知道自家爷爷的一片苦心 他怕自己也被暴怒的爷爷揍了 他的小脑袋飞速运转着 真被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晚晚笑问爷爷爷 等他满百岁的时候是不是要办洗啊 然后就听到宝贝孙女接着说道 鞋上的好吃的可多了 以前师父他老人家 就经常带我去村里吃习 老爷子文言愣了一下 这才反映过来 原来自己是误会小孙女了 小家伙嘴里的吃习 和他想象中的吃习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时晚晚看到了 如救星一样出现的五哥和六哥 非要送他们去上学 然后和爷爷交代了一句 就匆匆和两个哥哥一起出门了 当三人来到学校门口时 此时正是学生进入校园的高峰期 大老远就听到了训斥声 你的校章呢 怎么不带 还有你的头发 都这么长了 怎么还不解 是不是不想读书了 晚晚看向训言者 觉得那人好讨厌 此人眉间全是戾气 定是一个小人 他忍不住地问六哥 他怎么这么凶呀 这是曹氏他爹 果然有其父必有棋子 一个二个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话好死不死地 被曹丹听见了 他一看是苏家兄弟 就满脸厌恶到 苏星满 不是让你滚回去反省吗 苏星满回怼 我为什么要反省 曹丹没想到苏星满 竟然一点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暗下决心 一定会让他滚回家的 晚晚来到 刚才被骂的女生旁边悄声道 姐姐你别怕哦 这个坏叔叔很快就要被炒鱿鱼了 以后没人能欺负你了 女孩见来人是 晚晚很是激动 说自己之前看过他和诗哥的综艺 曹丹见几个人竟敢无视他 他指着晚晚道 之前带个傻子来影响同学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带着一个 没隔奶的奶娃娃来上学 真当学校是你家开的呀 听到曹丹竟然说他五哥是傻子 晚晚顿时就不干了 他跳起来大声道 诽谤 你这是诽谤 我五哥才不是傻子 他越想越生气 竟敢说他没断奶 他对着曹丹怒吼道 还有我一岁的时候就隔奶了 你别冤枉我 我现在三岁了 可能他的施吼功又进步了 把曹丹的假发都吼掉了 他觉得自己好像玩大了 还是先躲躲 见曹丹被气得太阳穴旁边的青筋 都冒了起来 晚晚激动道 五哥 六哥 原来人生气的时候 真的会冒出青筋啊 曹主任 人家学生的头发都这么短了 难不成还真给人家 剪成男孩子的头发吗 曹丹刚想发怒 听到身后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说话的人是陈赫锦老师 他长相斯文 一双单缝眼看人的时候 总带着淡淡的笑意 关系吗 师弟别怕 小师姐罩着你 姐可是笑懂的女儿 曹主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位同学是我们年级的 我并没有要求我们年级的学生剪短了 陈赫锦一点也不客气地说道 曹丹见一个两个都对自己 气得不行道 但我现在是和林玲的班主任 我严格要求过我们班的女生 还没等她的话说完 陈赫锦眼眸中的笑意全无打断她道 是吗 既然如此 我会安排其他老师当班主任 曹主任您日理万机 就不耽搁你了 曹丹虽说怒火中烧 但他潜意识里怕着陈赫锦 他满肚子的火气需要发泄 余光看到了两个迟到的学生 他立马找到了撒气的对象 指着那几个学生力色道 你们几个迟到的 都把家长给我叫来 被说成是迟到的学生不解的问 这离静校不还差三分钟吗 曹丹还准备说些什么 陈赫锦插话道 进去吧 上课别迟到了 晚晚有些疑惑地看着一脸正气 背后满身金光的男人 总觉得这个漂亮大哥哥很眼熟 陈赫锦说完 看都没看曹丹一眼 静止走开了 边走边好心提醒道 学生没说错 倒是曹主任 我希望您能明白 学高为师 深正为范 就见陈赫锦向前走了几步 在晚晚面前停了下来 朝他行了一个大礼 小师姐好 陈赫锦明白师兄弟实在是太多了 一时间根本记不起来 他自我介绍道 小师姐 我是师父的第107号徒弟 晚晚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是小景啊 陈赫锦把晚晚抱起来 感受到手上的重量认真到 小师姐比我离开的时候长大了很多 第一次见有人没说自己重了 晚晚差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于是对自己这个107师弟更加喜欢了 陈赫锦问怀里的小师姐 怎么会来他们高中的 晚晚说是来送自家哥哥上学的 他对哥哥们说道 五哥 六哥 这是我的107师弟 待会儿我跟爸爸打电话 让他不来接我了 我好久没见师弟了 跟他叙叙旧 说完就和他的107师弟 一前一后的进学校去了 晚晚伸了一个大懒腰 心想自家师弟什么时候才下课呀 这时候办公室突然进来了一个男人 他年纪不大 看起来十分张扬 男人一进来 没看见陈赫锦 却倒看到了晚晚 稍稍愣了一下问 小孩 你爸爸呢 晚晚见对方没恶意就回到 爸爸去公司上班了 倒是男人满脸错愕 你不是陈赫锦的私生女啊 晚晚连忙摇头 我是小锦的长辈 小锦也不是我爸爸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话音刚落 陈赫锦便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 染成 你怎么来了 染成一时间有些尴尬 你还真有三岁半的小师姐 他没有回答 直接问染成找自己有什么事情 染成问他今天是不是和曹主任闹矛盾了 他表示自己只是实话实话而已 染成无语地看向他道 可你的实话让曹主任抱走了 他一看手表 到他上课的时间了 交代了一句 估计待会儿校长要把你叫过去 你自己小心一点 就急急忙忙上课去了 晚晚让师弟不要怕 表示自己可是这个学校校懂的女儿 陈赫锦想起师父当年说过 小师姐出生非富即贵 没想到竟然是苏家 他摸着小师姐的头发问 那校懂的女儿 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查课呢